第2651章 气韵的差别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 韩森不慌不忙地把指折好收起来 看着李玉珍淡淡地说道 李玉珍轻蔑地看着韩森冷笑道 这里是太上族 那又如何 韩森神色不变 依然那般淡淡地看着李玉珍 李玉珍也不着脑 只是冷笑着说道 我只是让你知道 在太上族面前 由不得你说个不字 我就说了 你又能怎样 韩森说道 原本韩森以为李玉珍会对他动手 可是谁知道 李玉珍却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眉心的竖眼打开 那种眼白和黑色瞳孔 呈现出太极阴阳鱼之状 在那太极阴阳眼的转动之间 似有无形的目光透出 那目光似乎可以穿透一切 让韩森忍不住微微皱眉 李玉珍看了一眼韩森手中的黄纸 然后就轻蔑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能吊上来了什么宝物 原来就是几张春宫图 倒是我高看你了 说吧 李玉珍就不再理会韩森 镜子走回到了他自己先前锤吊之处 继续他的锤吊 说来也是巧了 李玉珍坐在那里锤吊了没一会儿 竟然只见他的暗玉丝抖动了起来 而且真的非常厉害 竟然是有东西上钩了 李玉珍连忙开始收线 可以看到他收线的时候非常吃力 似乎那东西有些分量 碰 过了十几分钟 李玉珍终于把暗箭湖内的东西拉了上来 那东西顿时从湖中淡了出来 落在了湖岸边上 韩森也忍不住忘了过去 剑那竟然是一柄黄金大剑 看起来造型和宝的那柄有些相似 不过却粗糙了很多 而且上面也没有镶嵌宝石 就是一柄纯粹的黄金大剑 李玉珍看到那柄大剑 却是兴奋的双眼放光 喃喃自语道 黄金盏 竟然是神话级的黄金盏 其实书算的没错 果然是我的运道来了 拔起了黄金大剑 李玉珍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 拔完了一会儿之后 也不再锤掉 收起了暗玉丝 拎着黄金大剑 就要离开暗戒湖 走到韩森身旁之时 李玉珍又看了韩森一眼 似是自语 又似是在对韩森说话 这就是你我气运的差别 一 只能掉到那污秽无用的春宫图 而我却能掉出神话一宝 真的假的 你那破剑是神话一宝 韩森撇了撇嘴说道 没有见识的小辈 黄金盏是暗玉湖中 难得一剑的一宝 至少也是神话级 这柄虽然只是原积级的一宝 却也不是你那污秽的破图 能够比拟的 李玉珍冷笑道 这么说 还有更高级的黄金盏 韩森漫不经心地问道 自然是有 我族一位族长 就曾经掉到过 化碟级的黄金盏 只是这些都和你没关系 继续掉你那无用污秽的春宫图吧 李玉珍扛着黄金大剑 大笑着离去 笑声中满是嘲讽之意 韩森懒得理他 心中暗响 看起来宝儿那柄 应该和他的一样 都是什么黄金盏 不过一看就知道 宝儿的那柄明显要高级得多 只是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等级 李玉珍走人之后 韩森反而舒服了很多 不用被人盯着的感觉真好 他打算掉完这一次之后 就让宝儿自己掉着完 他继续修炼基因术 没过多久 韩森就感觉暗喻丝颤动 果然又有东西被掉了上来 韩森本以为 还是一张黄纸 可是谁知道掉上来的东西 看起来却是黑乎乎的 应该不是之前那些黄纸 难道我转运了 韩森心头一动 连忙把那黑乎乎的东西接住 入手之后 韩森却是心凉了半截 那竟然还是一张纸 不过这次变成黑色的了 而且比之前的那些黄纸 要厚了许多 难道我要集齐七种颜色的纸张吗 这玩意儿 不会还能召唤神龙吧 韩森心中吐槽 然后把纸张翻过来 仔细看了看 这一看 韩森却愣住了 这一张纸并不一般 不是说黑纸本身有多少特殊 而是因为这张黑纸 明显是一本书的封面 而且 上面还写着三个字 玄黄经 这封面 该不会是那些黄纸的封面吧 韩森微微有些惊讶 又翻过来看了看 见封面内侧 还写着一排小字 夫玄黄者 天地之杂也 天地而玄黄 韩森微微一正 这一排小字 应该是这本 玄黄经的序 看其意似乎颇正 蕴含天地宇宙之理 和那些黄纸 好像没什么关系 难道这不是那些黄纸的封面 而是另外一本书的 韩森心中暗自奇怪 犹豫了一下 韩森趁着板 在那里钓鱼的时候 把所有的黄纸 都拿出来整理了一下 发现 黄纸的每一页都有编号 韩森按照编号排列了一下 不过中间还缺少很多页 最高的一个编号是254 说明这本书 至少有200多页 而现在韩森手里 就只有20多页而已 又拿着玄黄经的封面 笔划了一下 发现大小倒是正合适 但是也不能肯定 就是那些黄纸的封面 韩森觉得这事情有些古怪 就仔细地看了看 黄纸上的内容 这一看之下 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些 奇怪之处 原来 他以为 这就是古代的春宫图 所以没有仔细看 如今仔细一看 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在图中的人物身上 可以隐隐看到一些 似是经脉一般的蓝色 和红色的细线 那些细线极为淡化 如果不是韩森凝据目的去看 几乎看不到它们的存在 猛一看 还以为是这人物化的逼真 可以看到皮肤下的 静脉血管呢 可是 仔细研究之后 韩森就知道 那些并非是血管 蓝色的细线 应该是经脉 而红色的 则像是气息走势 韩森越看越觉得吃惊 心中暗道 难道这不是春宫图 而是一部基因术 可是基因术 为什么化成这样呢 也太容易 让人误会了吧 因为只有图 没有其他的 解释和字 现在缺少的叶数又很多 韩森也看不出来 这到底是不是一部基因术 倒是让他来了兴趣 把暗玉丝 从的板那里拿了回来 韩森继续垂掉 果然没过多久 就又让他 调上来了一叶黄纸 第2652章 星辰术 请问你是金族吗 一搜开往仙女星系的飞船上 一个金族女孩 看着坐在对面的男人 怯生生地问道 是 男人微微点头 有些冷淡地回答 女孩脸上 顿时露出的惊喜之色 难得能够遇上童族 我叫丽迪亚 你也是 接了神殿的任务 去仙女星系猎杀一种的吗 是 男人答道 情绪好像没有一点波动 真是太好了 我们可以一起吗 女孩说道 不可以 男人答道 女孩很是失望 你不方便的话 那就算了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可以交换通讯号码吗 我们金族的族人实在太少了 以后可以经常联系 不可以 男人依然还是那淡漠的模样 一路上 女孩都有友善地和男人交流 可是男人却一点也不解风情 回答从未超过三个字 到了仙女星系之后 各族的强者 纷纷进入了星球内部 男人也下了飞船 女孩却一直跟在男人身后 为什么跟着我 男人转过身来 目光有些异样地 看着丽迪亚问道 因为在这个大宇宙之中 一个金族女孩 遇上一个金族男孩的 几率连一分之一都不到 我不想与这一分之一擦肩而过 至少请告诉我 你的名字 丽迪亚害羞地低着头 喃喃似地说道 声音小的 几乎听不到 伊东木 男人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丽迪亚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 抬起头望着伊东木 刚想说什么 可是刚刚亲起嘴唇 话还没有说出口 却发现伊东木手中的一柄匕首 已经刺穿了他的心脏 喂 为什么 丽迪亚不能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望着伊东木 实在不敢相信 伊东木竟然会对他出手 因为我在你身上 嗅在了危险的味道 伊东木毫不停顿地拔出了匕首 令丽迪亚的身体瘫软了下去 看了丽迪亚的尸体一眼 伊东木直接转身去 快速地消失在深山大泽之间 伊东木离去后不久 那已经生机全无的丽迪亚 却突然间睁开了眼睛 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然后他就似是木偶一般站了起来 现在的丽迪亚 看起来就像是 一个没有生气的机器人 双眼虽然睁开 可是却没有焦点 似是有无数信息留在眼中转动 竟然又失败了 真是一个狠心的杀手 竟然只因为一点点对危险的嗅觉 就对同族的美女下杀手 这个家伙 还真是难缠的 过了一会儿 丽迪亚又喃喃自语道 真是麻烦 算上这一次 已经是第八次接近目标 失败了 其他几个小组也一直没有 能够取得有效的情报 与韩森有过交集的金族 竟然都这么难缠 金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看来这次的调查 十分有必要继续下去 说完 丽迪亚的身体突然倒在了地上 眼中光滑散去 恢复了尸体的模样 身上再没有半分生机 秦哥 最近你那边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王宇航看着通讯器中的邪情帝问道 多了不少朋友 靠在又大又舒服的老板椅上 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也一样 看来是韩森那边出了问题 会不会是大麻烦 王宇航说道 那倒还不至于 应该只是在查他而已 否则那些人就不会这么温柔地调查 我们了 邪情帝眯着眼睛说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王宇航问道 有人送钱送美女给你 你不要 那岂不是太不惊人情了 苦了自己 又让人家不爽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当然不能做 邪情帝笑道 嘿嘿 我也是这么想的 林峰和唐真刘 他们那些人 秦哥你帮忙通知一下 我这边不太方便 王宇航也跟着笑了起来 韩森每天都在暗界湖边调 玄黄金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宝儿就能够调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可是他每次 却只能调到玄黄金的一页纸 这他娘的也太古怪了 为什么我只能调到这玩意儿 而且还是一页一页的 韩森心中觉得古怪 可是却也想不出一个道理来 毕竟反物质世界 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用现有道理来解释的事件 韩森也没有再纠结原因 他只想快点把玄黄金所有的内部 全部调上来 看看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基因术 来自反物质世界的基因术 就算再怎么差 也应该有些特别之处吧 韩森心中这样想着 突然 小玉勇上的三角符号有了反应 韩森知道 玲珑要回来了 连忙收起了心思 让自己的思想与小玉勇同步 有没有收获 果然 没过多久 玲珑就顺移而来 到了韩森旁边 有室友 可是没有钓到鱼 钓到的东西有些奇怪 韩森神色古怪地说着 暗戒壶与反物质世界相连 其中有些古怪物件也是正常 你钓到了什么 玲珑问道 钓到了一些纸 韩森吞吞吐吐地说道 李玉珍已经见过那些黄纸 所以这件事 他必须要让玲珑知道 纸 什么纸 玲珑有些疑惑地问道 虽然暗戒壶之中什么都有 但是钓上来纸这种东西 还是比较少见的 那个 韩森吞吐吐吐没有说出来 不过他脑子里面却在想 那些黄纸上的内容 玲珑顿时就感应到了 韩森脑中所想 脸颊顿时飞红 立刻说道 算了 你不用说了 暗戒壶中掉到的东西 都是属于你自己的 就算你掉到了神话医宝 也是你的东西 以后 离开天外天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可以带走 谢谢 韩森故作松了一口气的模样 你不是一直想要 一种资源吗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能拿多少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玲珑神色恢复了正常 对韩森说道 什么意思 韩森不解地问道 天外天之中有一棵 星辰树 树上结出的星辰果之中 孕育着强大的星空一种 至少都是王级的存在 当然 也有少部分 可以达到神话级 现在有机会 让你去摘那些星辰果 不过 能摘多少个 那就需要你自己去争取了 第2653章 任性的诗书组 韩森 从玲珑那里知道了详细的情况 星辰树是由太上族的前辈 在看守 每一个太上族的残 都有一次去摘取星辰果的机会 不过 能摘多少个星辰果 那需要先通过太上族前辈的测试 测试成绩的好坏 直接影响 最后能够摘取多少果实 最少可能只允许摘一枚星辰果 最多可以摘到十枚以上 不过 测试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如何进行测试 以及测试之后 可以摘取多少枚星辰果 都是由看守星辰树的那一位 太上族前辈决定的 诗书组的性格有些特别 他若是看你顺眼 随便问你的两句话 就可以让你摘七八颗果实 他若是看你不顺眼 不但会给你非常困难的测试题目 就算通过了 也只会让你摘少量的星辰果 希望你和诗书组的演员吧 玲珑神色有些古怪地说道 这么人心的吗 那测试还有什么意义 不如改为选美比赛算了 韩森心中暗自付费 玲珑自然感受到了 他心中的想法 笑了笑说道 其实星辰树 本就是属于诗书组个人所有 他愿意把星辰果给谁 那也是他的自由 可拿出来分给我们这些后辈 已经是很大的恩赐了 所以就算师祖书 只让你摘一颗星辰果 你也应该要感恩 原来如此 那就难怪了 既然东西是人家自己的 人家当然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韩森点头说道 这只能算是一个小的奖励 等我们这一代的师兄妹 都远定了自己的残之后 还会有正式的测试 如果到时候你表现得足够好 能够拿到的资源 远比星辰果更加可观 玲珑说道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韩森问道 我们这一代的师兄妹 一共有13个 现在也就剩下小师妹一人 没有确定残的人选 等他选定之后 正式的测试就会开始 玲珑说到小师妹的时候 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韩森听了之后 心中也犯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不过立刻就被韩森强行制止了 往那方面去想 玲珑所说的小师妹 自然就是李可 李可之前想要选的就是金币 韩森自然不会陌生 走吧 我们先去星辰树 玲珑伸手按在韩森肩膀上 带着韩森和宝儿一起 顺移离开了暗界湖 玄黄金还差很多夜 虽然韩森很想一次性都掉出来 不过这件事急不来 只能等以后慢慢再来掉 当韩森看到星辰树的时候 忍不住被其震撼 那一棵几乎遮盖了苍天的大树 如同支撑着天地的一顶大伞般 耸立于大陆之上 树冠之上 一颗颗如同太阳般的果实挂在之上 将那一束翠玉般的叶子 照耀的五光石色 绚丽的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 据玲珑所说 他的这位师叔族的脾气很是怪异 而且出身也非常传奇 太上族的孩子自出生之后 就会分为两系 一系是为太上族传宗接代的普通太上族 这些太上族不修炼太上感应片 性格会比较正常 拥有一般生物的七情六欲 就像是李玉珍那样 还有一系就是像玲珑这样 修炼太上感应片 越到后期 七情六欲就越发地淡薄 但是它们的实力 却远超一般的太上族 一个太上族的孩子 要走哪一条路 自他们出生之后 就已经决定 这位师叔族 原本是像玲珑一样 是从小修炼 太上感应片那一系 都已经修炼到了神话级 甚至是差一点就晋升真神 可是他最后竟然硬生生自废 太上感应片 重新修炼 到底是什么原因 玲珑也不知道其中的内情 不过自从重修之后 那位师叔族 就一直守在星辰树下 未曾离开过半步 如今到底是什么等级 连玲珑这样的太上族人 也不知晓 师叔族 玲珑带着韩森 来到的星辰树下 向着树根处行礼道 韩森和宝的目光 都看了过去 只见那闪着 玉石荧光的粗大树根之上 坐着一位 须发皆白的太上族老人 他脸上的皱纹 几乎比树皮还要粗糙 雪白的胡子 垂到了地上 闭着眼睛坐在那里 让人几乎以为 他老的已经作画了 韩森感觉有些奇怪 以太上族的能力 玲珑的外貌 竟然会老到这种程度 听到玲珑的声音 老人眼睛睁开 只是他的眼皮 垂得太厉害 眼睛只能勉强睁开一条缝 如果不注意看都看不到 老人看了玲珑一眼 又看了看韩森和宝 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是玲珑来了呀 这就是你选的残吗 是大的还是小的 他叫韩森 金足 玲珑把韩森和宝 都介绍了一遍 难得你竟然选了一个金足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老人说着 目光在韩森身上 打亮了片刻 正想要说什么 却突然看到 一个身影瞬移而来 到了老人面前 石书祖 那人向着老人微微行礼 李玉珑 他来这里干什么 韩森和玲珑 同时心中出现这个疑问 玉珑 你且在一旁等一等 我先为玲珑的残 完成测试 然后再轮到你 老人示意李玉珑 先站到一旁 李玉珑闻言 再次向老人行礼说道 石书祖 既然如此 不如让我们一起测试如何 韩森和玲珑听了 都是微微一正 不知道李玉珑 到底想干什么 老人闻言沉吟了一下 然后缓缓点头说道 也好 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那你们就一起测试吧 玲珑心中觉得奇怪 一般只有太上族的残 才会接受测试 太上族的 自己人是不需要测试的 怎么李玉珑 竟然也会来参加测试 这让他有些疑惑 似乎是看出了 玲珑心中的疑惑 老人说道 最近我将远行 族中推荐玉珑 带我 看守星辰术 若是他能够通过测试 星辰术以后 将由他暂时看管 韩森听了 暗自庆幸 还好他们来的 早 若是等李玉珑 看守星辰术的时候再来 谁知道 李玉珑会不会故意为难他 第2654章 新甲虫 李玉珑还真是巧遇韩森 他只是接到命令 来参加测试 主要目的 就是要接管星辰术 外人也许不知道 但是李玉珑 却已经得到消息 看守星辰术的老人 这次离去 很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 如果现在接管了星辰术 那么以后星辰术 就很可能会成为他的 囊中之物 所以李玉珑才会这么积极地过来 否则只是看管星辰术 对一个太上族来说 毫无吸引力 不过在这里遇到韩森之后 想到那日韩森在湖边的 无理言辞 一个财而已 竟然敢顶撞 他这个太上族的二师兄 竟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顺手教育韩森一下 倒也合了李玉珑的心意 在外面 你也许可能是什么 一族天才 绝代天骄之类的存在 有几分傲气也可以理解 但是在我太上族内 你却什么都不是 若是没有这一点自知 又岂能在我太上族生存 我这也是 好心叫你 免得玲珑师妹 以后受你连累 李玉珑心中暗自冷笑 老人目光望向了旁边的一处地方说道 既然如此 你们就一同为星辰术除虫吧 除虫 韩森心中感觉有些古怪 如此神术竟然还需要除虫 实在有些出乎意料 韩森自然不知道 之所以需要人手 来看守星辰术 主要就是 需要定期为星辰术除虫 以免那些虫子 啃食星辰术和果实 以后 李玉珑需要做的 就是这些工作 所以 测试本身也就是除虫 韩森 只是赶上了李玉珍的测试 否则老人 应该不会给他这样的测试题目 测试之时 不许使用疫宝等外力手段 只能以本身力量除虫 而且在此过程之中 万不可损伤星辰术分毫 否则不但没有赏 还会处罚 老人淡淡地说道 食书足 不知道 我们要除的是哪种虫 韩森向老人行礼问道 老人答道 就只有一种虫子 敢靠近星辰术 名为星甲虫 你看到它们 自然就知道了 一天时间 除去 一千只虫子 就算是通过测试 每清除一百只虫子 就允许你摘一颗星辰果 韩森闻言大喜 他就怕自己干了活 老人还不让他摘星辰果 现在这样明码标价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现在就开始吧 明天的这个时候 你们就必须返回此处 星甲虫的尸体 可暂时留在树上 结束之后 再去清理 老人说道 韩森和李玉珍 一同向老人行礼之后 都起身向着星辰术的树冠飞去 李玉珍看了韩森一眼 直接一个星空大摩椅 就已经进入了树冠之中 韩森却还需要一直向上飞行 这颗星辰树 巨大的无法想象 一颗星辰果实的大小 都快要有一颗小卫星那么多大了 韩森全力飞行 还是用了一个多小时 才进入了树冠之中 李玉珍却早就已经开始猎杀虫子了 不过因为范围太大 韩森并没有看到 李玉珍在什么地方 只得自顾自地寻找虫子 近距离观看星辰树 才发现 星辰树的枝叶 当真似是翡翠一般 巨大的果实 更是晶莹剔透 因为老人的要求很是严苛 不许碰到星辰树 所以韩森也没有落在树上 只能一直 飞行着四处搜索 很快 韩森就看到了一只虫子 正趴在星辰树的 一根巨大如真龙般的树枝之上 那虫子足有一头成年公牛那么大 通体甲翘 像是蓝色的 星空 点点荧光四星辰一般 在甲铐上面闪动 而它的模样 则像是鹿角虫 长有八只爪子 前面还有一对 像是钳子般的怪角 不过它的模样 比鹿角虫好看了 不知道多少倍 通体蓝色晶莹 身上星辰光辉闪烁 很难把它与害虫 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老人的要求 是在完全不损伤星辰树的情况下 除掉这些虫子 韩森远远地看着那只虫子 并没有立刻出手斩杀 而是开启了紫蝶神童镜 先观察了一下那只虫子 毫无疑问 这只虫子应该是王级 关它生机和气息 韩森判断 它至少有三到四重领域的样子 对于韩森来说 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韩森却没有急着动手 盯着虫子暗自思索 既然说了 不许损伤星辰树 战斗中的损伤 自然也不能允许 需要一击解决那只虫子 免得它在战斗中 损伤了树体 虚空类的一种 身体没有明显的属性倾向 应该是肉身进化一类的一种 这么说 起来 它的甲铐 必定坚硬无比 比铜阶的一种 还要更加坚硬 想要一击致命 恐怕有些难度 韩森心中暗自思索 看了一会儿 也没有能够看到 虫子身上的弱点所在 它全身上下被星辰 一般的甲铐包裹着 想要击杀它 就必须破开甲铐 既然没有弱点可言 那就只能蛮力 破开它的甲铐了 不过就算是用蛮力 也有很大的差异 若是不能一击致命 让它有挣扎的机会 难免会再挣扎 重伤到星辰树的枝叶 韩森盯着甲虫仔细观察 李玉珍比韩森早了一个多小时 进入树关 而且他来之前 就已经查清楚了 那些甲虫的资料 要害和击杀的方法 都尽在李玉珍胸中 发现了一只甲虫之后 立刻就开始了猎杀 李玉珍虽然没有修炼 太上感应片 不过太上族的基因术无数 顶级的基因术不在少数 李玉珍的实力 就算是在太上族的王级之中 也是顶级的存在 再加上诸多基因秘术 要杀一只王级的甲虫并不困难 虽然这甲虫的甲草 极其坚硬 寻常同届的王者 都很难破开它的甲铐 李玉珍却只是几拳之间 就已经把那甲虫打爆 速度快得惊人 李玉珍寻找猎杀了 好几十只甲虫之后 韩森才刚刚到达树冠处 而且韩森发现甲虫之后 也没有立刻开始斩杀 而是站在那里观察了好一阵 李玉珍猎杀到了 一百只甲虫的时候 韩森还没有开始动手 爸爸怎么还不动手吗 宝儿拉着玲珑的手 看着面前一面镜子说道 那镜子中的影像 分别是韩森和李玉珍 李玉珍都已经猎杀了 一百只甲虫 韩森却还没有动手 宝儿忍不住问道 玲珑说道 他在想怎么猎杀那些新甲虫 还想什么 爸爸不是一手指头 就可以按死那些小虫子吗 宝儿疑惑地问道 玲珑还没有回答 老人却开口说道 他是在考虑 怎么才能够在避免 损伤星辰树的情况下 除掉那些虫子 第2655章 手术刀斑精准的猎杀 韩森观察了许久 才终于飞身 向着那只虫子而去 在快要接近虫子的时候 身形猛然间消失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那只虫子的 甲铐上方 神游树 玲珑看得有些惊讶 那种顺移的方式 明显就是神游树 虽然顺移的距离很短 只能算是刚刚入门 可是他才把神游树 给韩森没多久 韩森竟然这么快 就已经入门了 这样的天赋 实在让人感觉有些惊讶 难道他真是十一甲天赋 韩森身上的诸多奇异 让玲珑也开始有些怀疑 那只神灵之处的 测试是不是真的了 韩森顺移到那只新甲虫的背后 新甲虫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他一直点在了脑壳的位置 叮 似是钢针入骨的细微声音 不仔细听 几乎听不到声音 然后 韩森就已经收回了手指 而那只新甲虫 从头到尾都没有挣扎 只是身子轻微地颤了一下 然后就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可是他身体上的生机 却在快速地流逝 很快就彻底生机断绝 新甲虫与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还是趴在树上一动一动 可是如果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在他的脑壳位置 出现了一个极细的小孔 猎杀王级生物新甲虫 发现一种基因 猎杀的提示 应在韩森脑海中响起 敏锐的观察力 强大的行动力 而且肉身力量的进化程度极为不错 玲珑 你找了一个很不错的餐 老人脸上露出欣赏之色 韩森的表现确实很优秀 最让老人欣赏的一点是 韩森是那种谋定而厚动的人 而不是身体比脑子快得莽夫 虽然莽夫也有莽夫的好处 真正的同级战斗 就在生死一线之间 根本没有时间思考那么多 身体最直觉的反应 往往才是最有用的 不过除虫并不需要那样的反应 韩森在此之前 完全不知道新甲虫的特点 通过短暂的观察 竟然能够做到一击必杀 直接切断了新甲虫的神经 让它连一点反应 机会都没有地死去 使得星辰树受到损伤的机会 降低到了最小程度 这些才是老人真正欣赏韩森的原因 相比之前 李玉珍虽然提前知道了 星甲虫的资料 可是做法却太粗糙 虽然同样让星辰树受到的损伤 很小 但比起韩森来 还是差了些 韩森正式开始猎杀星甲虫 顺移配合上他的天之下 刀法 凝聚出的刀丝 就如同手刀术一般精确 直接刺穿甲鞘 切割了星甲虫的要害神经 让星甲虫 完全没有一丝反抗能力的死去 一只接一只的星甲虫 被韩森直接刺杀 韩森 简直就像是一位 优秀的外科主刀医生 一次又一次 进行手术刀斑的精准切割 连续杀了一百多只星甲虫 竟然连一次失误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只星甲虫 在他面前 有反抗挣扎的机会 老人眼中 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玲珑却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影像 此时他的思想 已经完全融入到了 韩森的思维当中 就好像他就是韩森 此时正在猎杀那些星甲虫一样 这就是拥有了残的好处 可以感同身受 得到了一次 原本不应该属于自己的经验 从王吉晋升到神话 甚至是以后走得更远 虽然玲珑不会跟着韩森一起进化 但是他却好似亲身经历了一次进化 以后 等他自己再去晋升神话之时 就多了一次经验 如同转世重修一样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王吉的星甲虫 对于玲珑来说 自然不算什么 他也很容易就能够将其杀死 可是想要似韩森这般精确到 可以切割掉星甲虫的神经 让他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 杀了那么多星甲虫 都没有任何一次失误 这样的手段 玲珑自问也做不到 而且玲珑可以清楚地感知到 韩森的一切反应 那才是真正让他吃惊的 韩森看起来 只是很简单的意志 可是在动手之前 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推演 把任何可能发生的可能性 都已经计算在内 看似随便的意志 内中所包含的信息之多 若非玲珑能够感知到韩森的思维 外人根本不会想到 其中有那么多复杂的思路 这家伙的战斗才能知强 很可能是我平生警戒 即便是我等擅长太上感应片的太上族 也不似他这般疯狂 玲珑神色越来越复杂 他对于韩森的感知越深 越发现韩森的恐怖 韩森的战斗 与其说是战斗 不如说是去完成注定了结果的工作 完全不需要担心什么 因为一切都已经在韩森的掌握之中 这种近乎于亲身体验的感悟 让玲珑受益匪浅 可是同时让他看待韩森的心情 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说以前太上族对待残的态度 都是居高临下的 都是一种欣赏的态度 那么现在玲珑的感觉却有些反了 他越是感知韩森的一切 就觉得韩森的形象越是高大恐怖 猎杀王级一种新甲虫 获得新甲虫兽魂 发现一种基因 韩森猎杀了一百多只新甲虫 终于获得了一个新甲虫的兽魂 向着魂海中看了一眼 发现新甲虫的兽魂是铠甲型的 这倒是没有出乎韩森的意料 看新甲虫的模样 就知道他出铠甲兽魂几率最大 铠甲兽魂也不错 以后拿到了星宿海的所有权之后 就可以建立一支人类大军 到时候这些兽魂铠甲 就都是好东西 韩森想想 以后自己的人类军团 全部都是一身的王级兽魂武装 那场面绝对震撼 要是能有一只神话级的新甲虫受魂 就更好了 韩森心中暗道 韩森也只是那么一想 没有以为自己真的会遇上神话级的新甲虫 因为老人要求不能使用异宝 只靠本身的力量 韩森还不足以和神话级一种抗衡 韩森正在树冠之间穿梭着寻找新甲虫 却突然听到嗡隆的阵鸣声传入耳中 感觉那声音是从上方传来的 韩森抬头一看 透过树叶间的缝隙 顿时看到星空之中 一大群新甲虫从虚空而来 纷纷落向了新陈树 其中为首的一只新甲虫 通体如冰似玉 散发着幽蓝色的星光 说不出的美丽璀璨 同时它身上那恐怖的气息 也证明了它的身份 神话级的新甲虫 第2656章 神话新甲虫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可这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 现在不能使用兽魂战斗 只靠我自身的力量 怕是杀不了这只神话新甲虫 韩森微微有些苦恼 纯粹肉体进化的新甲虫 就算只是元积级 其甲翘之坚硬 也会远胜铜肩 韩森就算能够使用 孔雀王魂1和六合蛇弓 想要切割开它的甲翘 也不容易 更何况现在还不能用 神话新甲虫就不用想了 杀蟹王及新甲虫 换些新陈果就好 韩森继续寻找新甲虫猎杀 也不知道这些新甲虫 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 数量着实不少 韩森原本还担心 树上有没有一千只新甲虫 现在看来 恐怕连一万只都不止 新甲虫群 进入新陈树的范围之后 就四散到树枝树叶和果实上面 用锋利的牙齿 啃食新陈树 新陈树虽然坚硬 但是也被咬出了一些浅痕 虽然现在看起来 那些浅痕 几乎对新陈树没什么影响 可是天长日久的啃食 下去 就算是新陈树 也支撑不住 韩森的猎杀 还在继续 一只只新甲虫 被他击毙 也不过就是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斩杀了近五百只新甲虫 兽魂也拿到了三只 看来期限到来之前 我应该能够猎杀 两千只新甲虫左右 到时候就可以拿到 二十个新陈果实 不过新陈果实这么大 我要怎么带走呢 韩森正在思索之时 却突然感觉背后一记 立刻使用瞬移离开 在韩森刚刚移开的位置 只见那只神话级的新甲虫 似是一道闪电般飞地过去 落在了一根树枝上面 一双新蓝色的小眼睛 还在盯着韩森看 我去 这家伙怎么跑来这里了 韩森刚才 已经刻意地远离了 神话新甲虫落下来的位置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跑到了这边 还在背后偷袭他 韩森还没有来得及想太多 神话新甲虫 就又向他发动了攻击 蓝色的身躯化为闪电 直接横空撞向了韩森 韩森的速度竟然来不及 躲开他的撞击 只得再次使用瞬移 拉开了与神话新甲虫的距离之后 依然没有停顿 再次使用瞬移 想要拉开更远的距离 可是神话新甲虫 却并没有打算放过韩森 化为一道蓝光不停地追击 韩森的瞬移距离不够远 怎么也甩不掉神话新甲虫 每次韩森刚刚瞬移出现 新甲虫就似是一道蓝光般冲撞了过来 迫使韩森只能一次次瞬移 根本没有时间再去猎杀其他的新甲虫了 韩森忍不住微微皱眉 都凑不够 不知道老人还会不会允许 他摘新成果 奇怪了 为什么这只神话新甲虫 一直追着我不放呢 韩森心中阴字皱眉 这事情似乎有些古怪 奇怪 为什么神话新甲虫会一直追着韩森 玲珑也是满脸的疑惑 新甲虫的智商并不是很高 他们也是凭借本能飞过来啃食新陈树 他们的智商只要稍微高一点 看到守在树下的老人 就应该逃走了才对 李玉珍却是暗自冷笑 那群新甲虫飞来的第一时间 他和韩森一样也看到了 看到神话新甲虫之后 他就心头一动有了主意 他没有操控新甲虫的能力 不过韩森正在猎杀新甲虫 身上自然就会沾染新甲虫的死亡气息 李玉珍只是暗中稍微用了一些手段 让神话新甲虫能够嗅到那种死亡气息 就将神话新甲虫引去了韩森那里 有了这只神话新甲虫意外出现 倒是省去了我不少麻烦 给他一点教训就足够了 倒也不必我亲自动手 李玉珍不再去关注韩森 自顾自的猎杀王级新甲虫 韩森就算能够逃脱神话新甲虫的追击 也没有时间和机会 再猎杀王级新甲虫 凑不足一千新甲虫 自然也就换不到星辰果实 老人眼睛微眯着 神色并没有变化 李玉珍的手法虽然隐秘 却还是逃不过他的眼睛 不过老人却并未说什么 年轻一代的恩怨如何 与他并没有关系 他只需要一个能够守护星辰术的人即可 目前来说 也算是上上之选 倒也勉强可以成为星辰术的守护者 至于李玉珍所使用的那种手法 虽然对于韩森来说有些不公平 可也未尝不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韩森知道自己再这样下去 肯定不行 根本没有时间去猎杀其他的新甲虫 不可能达到猎杀一千星甲虫的标准 甩是甩不掉了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不去理会 他了 韩森脑子飞快地转动 玲珑原本还有些替韩森担心 可是接下来韩森的表现 却让玲珑更加地吃惊了 在神话星甲虫的追杀之下 韩森躲闪他的追击 竟然在逃走的过程当中 顺手猎杀王级星甲虫 在旁人看来 就是顺手而为 好像韩森在逃跑的时候 正好撞上了王级星甲虫 然后随手一击干掉 再顺移躲开神话星甲虫的追击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流畅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看起来好像只是巧合 可是玲珑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韩森的思维 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韩森的一举一动都经过了精心的计划 在那般高速的追逐当中 还有余力去策划这一切 玲珑虽然知道韩森使用的方法 可是让他去做 他一样还是做不到 老人看着韩森的一举一动 眼中也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 韩森在被神话星甲虫追击的情况下 猎杀星甲虫的速度 竟然一点也不比鲤真慢 而且和之前一样 做的还是那么干净利落 并没有因为被神话星甲虫追杀 就失了水准 依然是如同手术刀般的精准猎杀 让王级星甲虫 没有任何反抗挣扎的机会 自然也不会损伤星甲虫 年纪轻轻竟然能够如此冷静 处境不便 把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都做到最好 这个金族是一个人才 玲珑 你选的残很不错 老人突然开口对玲珑说道 第2657章 谁来接管 李玉珍在猎杀星甲虫的时候 不时会听到 远处传来神话星甲虫的咆哮声 不错嘛 竟然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还没有离开星辰树呢 李玉珍也愈地说了一句 看了一眼韩森所有的方向 并没有要过去的意思 神话星甲虫被他开启了死亡嗅觉 才会追着不放 李玉珍自己也杀了很多星甲虫 神话星甲虫自然也嗅得到 距离远了 他还可以用秘法压制 一旦距离近了 让神话星甲虫嗅到他身上的死亡气息 说不定反过来追他 所以李玉珍一直没有去韩森所在的那片区域 不知道事实和他想象中的有一些偏差 韩森一躲闪神话星甲虫的攻击 一边猎杀王及星甲虫 猎杀的速度竟然还在李玉珍之上 连树下的老人都有些吃惊的事 韩森与神话星甲虫追逐了这么久 那神话星甲虫的凶猛攻击 竟然从未曾伤到星辰树 显然 这一切都是韩森在房间引导 否则以神话星甲虫的猛烈冲击之事 早就应该撞在星辰树上了 至少也会伤到枝叶才对 虽然李玉珍已经非常优秀 可是与韩森一对比 却显得有些粗糙了 虽然不能说是实力悬殊 但是看起来确实不在一个层次上 倒也不是说韩森的力量比李玉珍强多少 而是那种处理事情的细致程度 李玉珍实在差得太多 玲珑能否借你的蚕一用 一天时间快要过去的时候 老人突然看向玲珑 认真的问道 师叔祖 您的意思是 玲珑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可是却又有些不敢相信 借他为我守心陈树一年 若是一年后我会归来 此数有你和他一起待为照看 直到我回来为止 老人正容道 玲珑微微有些吃惊 想不到老人竟然会有这样的决定 让一个残看守心陈树 甚至有可能获得心陈树一半的使用权 这在太上族的历史上 可是绝无仅有的 师叔祖 您确定要把心陈树交给他看管吗 玲珑有些不敢相信的 又问了一句 是的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他是最适合的人选 你肯让他在这里守一年吗 老人很肯定地回答 如果您已经决定了 弟子自然求之不得 玲珑心中觉得有些古怪 原本韩森作为一个残 应该是他帮助韩森获得资源成长 可是现在 韩森竟然拿到了心陈树的看管权 若是师叔祖一年之后 不会来 他和韩森 就可以一人获得一半心陈树的使用权 这对于玲珑来说 也是一笔很巨大的财富 天外天的资源虽然丰富 可是太过危险 而且以太上族的规矩 获得了残之后 他就得自己去获取资源了 再多的资源也要自己去打下来 并没有那么容易拿到手 心陈树却不同 直接摘下果实 得到里面的一种 危险程度比出去猎杀神话一种要小得太多了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韩森因为瞬移的距离太近 不能直接挪移到树下 所以提前了一个多小时 离开了树关 返回树下的老人处 那只神话级的新甲虫 在韩森离开了树关之后 就没有再追赶他 显然不愿意离开心陈树 李玉珍没有听到神话新甲虫的声音 现在又有什么用 也不过就是被神话新甲虫追了一天而已 注定完不成师叔组的测试 李玉珍继续猎杀新甲虫 过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到了约定的时间 这才直接使用星空挪移回到了老人身前 韩森因为是飞回来的 他回来的时间和李玉珍差不多 师叔组 我一共猎杀了2416只王级新甲虫 这样算是通过测试了吗 李玉珍向老人行礼问道 老人微微点头 小曲教了一个好徒弟 你虽然为修炼太上感应篇 不过能力却不比修炼太上感觉偏的弟子差 李玉珍听得心花怒放 能得一位师叔组这般夸奖 对于李玉珍来说 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的 而且听起来师叔组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那么抢接管星辰树的事情 应该没有悬念了 本来就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我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否则师傅也不会把我推荐给师叔组 李玉珍心中有些得意 脸上也泛起了笑容 老人顿了顿 又继续说道 不过 照看星辰树的人选 我已经有了 你回去告诉小曲一声 感谢她为我的事费心了 李玉珍本来正在得意 突然听到这么一句 几乎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把老人的话给听错了 师叔组 您说您已经有了接管星辰树的人选 李玉珍犹豫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虽然明知道这样质疑长辈不好 不过李玉珍实在有些想不通 既然师叔组已经有了人选 又何必让他来测试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老人微微点头 用那苍老沙哑的声音说道 是的 我已经找到了最适合照看星辰树的人选 这也多亏了你 你去摘十颗星辰果带走吧 也算是我这个做师叔组的一点心意 不能让你白跑一趟 多亏了我 李玉珍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是 什么意思 老人的人选 和他有什么关系 老人指了指刚刚回来的韩森说道 我已经决定 以后由他负责照看星辰树 什么 他 李玉珍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 韩森 无论如何 也不能相信 竟然会有这种事 师叔组竟然选了一个残 接管星辰树 韩森听到老人说的话 也是微微一正 他也没有想到 竟然变成了 他接管星辰树 这好像 和他没什么关系吧 他只是来获取星辰果而已 师叔组 这是您刚刚做出的决定吗 李玉珍忍了好一会儿 可还是忍不住心里的憋屈 把这话问了 出来 他实在不明白 自己哪一点比韩森差 师叔组 宁愿选一个残 接管星辰树 也不用自己 而且这家伙根本连师叔组交代的任务 都没有完成 在李玉珍看来 韩森肯定没有猎杀到 一千只 王级星较虫 又怎么可能完成任务 第2658章 不信邪的李玉珍 是的 老人明白 李玉珍在想什么 顿了顿又说道 韩森他做得比你更好 所以他更适合照看星辰树 这不可能 他连一千只 王级星较虫的 任务都没有完成吧 怎么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李玉珍不相信地问道 他很清楚 韩森几乎一整天 都在被神话星较虫追杀 又怎么可能会比他做得更好 你自己去看一看便知 老人也不多做解释 只是让李玉珍自己去看 李玉珍毕竟是被推荐来的 就算不必在乎李玉珍的意愿 也要给他一个交代 否则在族内也说不过去 韩森接管也名不正言不顺 难免会受人化病 你猎杀了多少王级星较虫 李玉珍没有立刻去看 转向韩森问道 3614只 韩森随口答道 不可能 别说你一直被神话星较虫追杀 就算没有 你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猎杀那么大的星较虫 李玉珍自然不信 因为有不能伤到星辰术的前提条件 所以在猎杀的时候 不可能使用大范围的杀伤性 基因术 一只一只小心翼翼的猎杀 一天时间能够猎杀2000多只 已经非常惊人 韩森爆出3600多的数据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是神话强者 清灵才有可能做到 更何况韩森一去一回 在路上还用去了两个多小时 实际用于猎杀的时间 还不到一天呢 韩森淡淡一笑 没有解释什么 李玉珍神色微变 直接使用星空挪移 进入了韩森之前去的那片区域 很快 李玉珍就看到了那些 被韩森杀死的星甲虫 可是他猛地一看 还以为那是活物 看起来身上几乎完全没有伤 可是星甲虫身上的生机已经断绝 明显是死掉了 李玉珍心中微微皱眉 仔细打亮星甲虫的尸体 很快就发现了 星甲虫额头上的那个伤口 一击毙命 还切断了神经 让星甲虫身体 完全没有了挣扎能力 好厉害的基因术 好厉害的控制力 李玉珍不由得有些赞叹 可是他依然不相信 韩森能够斩杀 三千多只星甲虫 像这般精细的基因术 使用要求极高 更加不可能在 被神话星甲虫 追逐的时候完成 可是李玉珍 快速地飞过去 很快就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星甲虫死尸 趴在树枝或者树叶上面 一个个全部都是 一个死法 被一指贯穿额头毙命 这样的精妙手法 李玉珍自问 在有准备的情况下 勉强可以做到 但是在被追杀的时候 是万万不可能 做到这么精准的 转了一会儿 发现了三千以上的星甲虫之后 李玉珍就没有再看下去 因为他知道 这个数目不会有错 毕竟韩森不可能 在师叔组面前报假数 不过现在李玉珍怀疑 韩森作弊 有可能使用了强大的一宝 否则他怎么可能 在被追杀当中 还猎杀那么多的星甲虫 挪一回到树下老人面前 李玉珍向他行礼道 师叔组 我能看一看测试影像吗 可以 老人淡淡地说道 对此并不介意 李玉珍打开了 刚才测试时录下的影像 一份是李玉珍的 一份是韩森的 他没有看自己的 直接打开了韩森的那一份 然后加了八倍速释放 看了韩森猎杀 星甲虫的全过程 开始 李玉珍是怀着找出 韩森作弊证据的心态 在看影像 可是看了一会儿之后 李玉珍的心中 就只剩下了震惊 在神话星甲虫的追杀之下 韩森一次次猎杀 王级星甲虫 又迅速地转移位置 所有过程 都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看起来赏心悦目到了极点 看了一会儿之后 李玉珍就知道 韩森没有作弊 可是那种猎杀方式 实在太过诡异了 简直就像 是把神话星甲虫 当成了木偶一般 把他戏弄于掌中 韩森诱惑他往左 他就往左 韩森让他往右 他就往右 看起来 感觉有些傻乎乎的 可是李玉珍却很清楚 神话星甲虫并不傻 相反 他的战斗本能很强 就算是可以使用神话一宝 李玉珍也没有实诚的把握 可以轻易猎杀他 而韩森没有使用任何一宝 就能够把神话级的星甲虫 戏弄于鼓掌之间 这在李玉珍看来 实在有点邪门 那种掌握一切的感觉 有点像是 太上族 那些修炼太上感应片的 神话级前辈 可是似乎又有些不同 你练过太上感应片 李玉珍盯着韩森问道 韩森摇摇头说道 我没有练过什么太上感应片 我所用的 是镇天宫觅传的刀法 天之下 玲珑点头说道 没错 他使用的 就是镇天宫的天之下 刀法 玲珑都已经证实 李玉珍自然再无怀疑 韩森是玲珑的惨 他的思想瞒不过玲珑 可是李玉珍现在 却懊恼得很 原本想要给韩森一个教训 好让他以后知道怎么做人 可是谁知道 没有教训到韩森 反而是韩森 把他接管星辰术的机会 给抢了 李玉珍甚至隐隐有些后悔 后悔不该让韩森一起测试 否则他也不会丢掉 星辰术的接管权 看完了韩森的猎杀影像之后 李玉珍也没有再说什么 向老人行礼告辞而去 他也没有颜面继续留下来了 同样是亡极九重 人家顶着神话星甲虫的追杀 猎杀的星甲虫 还比他多了一千多 这让李玉珍很受打击 不过李玉珍走的时候 把韩森的猎杀影像资料 带走了一份 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按照约定 你可以获得36颗星辰果 再给你凑个整数 就40颗吧 老人微笑着说道 以后你负责照看星辰术 每个月可以摘10颗作为酬劳 这个月的就先给你 这次你一共可以摘50颗星辰果 韩森心中大喜 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事了 韩森自然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只是照看一下星辰术 杀点虫子 每个月就有10颗星辰果可拿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更何况猎杀星甲虫 对它也有些好处 玲珑详细解说了 摘取星辰果的方法之后 韩森已经迫不及待地飞了起来 冲向了那满树如太阳一般的星辰果石 第2659章 星辰果石 星辰果巨大如小卫星一般 不过那只是它的外壳 内核的大小 却与外壳的关系不大 其中孕育的一种也各种各样 几乎每颗果石内的一种都不一样 传说星辰术就是大宇宙的缩影 一颗星辰果 就代表一颗大宇宙中的生命星辰 所以每一颗星辰果之中 都孕育着该星辰上的独特一种 虽然是一数而生 但是诸多星辰果内孕育的一种都不相同 当然 这只是一个传说 当不得真 不过星辰果内确实孕育的一种都不相同 而且至少也是王级的一种 这也就是在天外天 若是放在外面 只是这一颗星辰术 恐怕就要引发一场宇宙战争 难怪太上族无欲无求 也不和黄级族之类的争夺大宇宙的资源 由此天外天 别说太上族只有几百人 就算再多几万倍 也有用不完的资源 韩森想到此处 突然又有一个念头 天外天是在现世界和反物质世界的中间地带 那这算不算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呢 按照这么算的话 太上族几百人 岂不是享用了一个世界的资源 这也太爽了吧 而且天外天 还有暗界湖这样 与反物质世界相连的地方 可以获取反物质世界的资源 与现世界的联系 自然也不必说 如此一来 太上族三个世界通吃 还有比这更爽的吗 不过这和韩森也没什么关系 韩森才飞出去 没有多远 就见玲珑带着宝 顺移过来 你要飞到什么时候 我带你去 玲珑说着 一按韩森的肩膀 直接带着他顺移到了树冠之中 韩森看看四周那些巨大的星辰果 心中犹豫着 要选哪一个科 按照玲珑所说 星辰果虽然没有成熟一说 但是里面孕育的虚空一种 却只有在星辰果的 外壳变成暗红色的时候 才会彻底长成 否则提前摘下来的星辰果 里面的一种 还没有进化完成 等级会很低 先摘几颗试试手气 从外表无法分辨 星辰果内孕育着什么一种 所以韩森也没有挑选的必要 直接向着附近的一颗星辰果 飞了过去 那颗星辰果的外壳 已经呈现暗红色 虽然还散发着光和热 但是已经和快要落山的夕阳差不多 红通通的 像是一个火球 韩森飞到星辰果 与树枝连接之处 按照玲珑所说的方法 伸手一按 巨大的星辰果实 顿时就从树枝上分离开来 脱落之后的星辰果实 缓缓坠落 那感觉并不像是一颗巨大的星辰 看起来似乎很轻 随着星辰果实的坠落 暗红色的外壳竟然开始分解 远远看去 像是一颗正在快速燃烧 释放着热量的巨大火球 不过这种分解并没有产生热量 只是片刻功夫 巨大的星辰果实外壳 就已经完全分解消散 只见里面出现了一头全曲着的一种 那一种像是一头飞龙 头尾相连 双翼收拢 身上都是绿色的鳞片 看它的体型 加上尾巴的画 身长应该超过了40米 看起来好像很猛的样子 不会是神话一种吧 韩森心中猛的一跳 玲珑说 星辰果实中 孕育的大多是亡极一种 少数是神话一种 无论是什么一种 刚刚孕育出来的时候 都是最低等级 比如亡极一种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亡极一重领域 而神话一种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原极极 不过它们和一般的一种一样 还有继续成长的机会 至少 最终能够成长到什么程度 要看它们的天赋资质如何 刚刚摘下来的一种 都是处于沉睡状态 可以趁它们沉睡之时 将其斩杀 也可以把它们唤醒 太上族有特殊的契约之法 与之契约之后再唤醒 就能够把一种收为己用 当然 这种契约之法 需要在一种 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 对一般的一种 都是没什么用处的 也就是星辰果实中 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沉睡一种 才能够使用这种契约方法 这应该是亚兰之龙 王极的一种 若是有足够的资源 以后有机会 晋升半部神话 相当不错的一种 玲珑 看了看那只绿色的巨龙 然后对韩森说道 韩森顿时大为失望 只是王极的一种 对现在的他来说 几乎没什么作用 玲珑自然已经感知到了 韩森的想法 对韩森说道 也不是完全没用 虚空中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飞来一群星甲虫 你在此处看守星辰树 需要经常猎杀星甲虫 若只是自己一个人去猎杀 实在太过麻烦 收一些帮手 在星甲虫进入星辰树的范围之前 就可以冲杀出去 也算是不错的助力 而且以后在天外天内行走 免不了需要一些帮手 我建议你把星辰果实内的一种 全部都契约了 韩森觉得 玲珑所说也不无道理 这一次星甲虫群 能够全部飞进树内 那是因为老人 故意让他们进来 为的就是测试韩森和李玉珍 平时星甲虫群 根本没有机会飞上星辰树 就被老人消灭得差不多了 偶尔有一些漏网之鱼 才需要四韩森这般清理 当然 老人自己在的时候 肯定没有那么麻烦 只是韩森和李玉珍的实力不足 若是有大量的星甲虫 虫上星辰树 就需要这样清理 韩森看了看 还在沉睡中的亚兰之龙 知道他用不了多久就会苏醒 必须赶在他苏醒之前做出决定 否则等他醒了 杀他倒是不难 可再想契约就没可能了 当下不再犹豫 韩森使用玲珑所教的方法 和亚兰之龙结成了契约 完成了契约之后 亚兰之龙的额头上 多了一个奇异的皱纹 那皱纹闪烁不定 令亚兰之龙从沉睡中醒来 吼 亚兰之龙张开双翼 发出一声惊天的龙吼 然后就把目光看向了韩森 韩森只是心念一动 亚兰之龙就似是感应到了 他的想法一般 拍打着双翼飞了过来 落在了韩森脚下 韩森站在亚兰之龙背上 感觉倒是非常不错 有一头做其道也不错 当是货船也可以 以后在天外天 弄到资源太多 倒可以用它来运输 还剩下49颗星辰果实可摘 希望能够多出几个神话一种 韩森想着 又飞向了另外的颗星辰果实 第2660章 运气失灵 韩森连摘了十颗星辰果实 结果出来的都是王级一种 等级也都是一重领域 无非就是品种不同 潜力不同罢了 不过星辰果实郁郁一种 是从最低级开始成长 现在已经算是成年T了 以后就算有机会再晋升 也不会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想要把王级提升到神话级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多也就能晋升到半部神话 一直没有出现神话一种 让韩森微微有些失望 玲珑安慰道 神话一种毕竟只是少数 没有出现也很正常 你还有四十次机会 倒也不用着急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 五十颗果实 应该可以出一两只神话一种才对 玲珑所说自然没错 可韩森还是有些郁闷 爸爸 宝儿也要摘果果 宝儿拉着韩森的衣角 眼巴巴地看着韩森说道 因为玲珑能够感受到韩森的思想 所以韩森没敢多想 就对宝儿说道 好 宝儿你帮爸爸摘星辰果吧 宝儿顿时高兴了 起来大眼睛四下里张望 不一会儿就指着一颗星辰果说道 我要摘那一颗 韩森抱着宝儿过去 飞到了那颗星辰果的上端 宝儿小手在果实与树枝的连接处一按 星辰果顿时掉落了下来 韩森眼巴巴看着星辰果的外壳分解 他知道宝儿的运气很好 希望这次能够借助宝儿的运气 多弄几只神话一种当打手 随着外壳完全分解 终于露出了里面的一种 只是这只一种看起来有些奇怪 它的体型很小 只有韩森的拳头那么大 大大的耳朵 短小的Q型尾巴 圆滚滚的身体 那模样 怎么看 怎么像是一头肥嘟嘟的粉红色迷你小猪 这是什么一种 韩森看向玲珑 他感觉这小猪身上的气息并不是很强 似乎与之前的那些一种差不多 并没有 神话生物应该有的强大气息 而且看它的模样 似乎也不像是神话一种 不知道 我也不可能认得所有一种 玲珑摇头说道 看来宝的运气也不是万能的 原本还以为能够弄到神话一种的 韩森忍不住心声感叹 玲珑白了他一眼 这人竟然想要用自己女儿的运气捞好处 他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连自己的女儿都要算计 宝却很是喜欢的抱起了那只迷你小猪 伸手捏了捏他胖胖的身体 手感好像很好的样子 爸爸 这只小猪仔可以给我当宠物吗 宝望着韩森问道 当然可以了 韩森见那小猪仔应该不是神话一种 留给宝当宠物算了 反正亡极一种他已经够多了 宝十分高兴 不过他并没有与小猪仔签订契约 就把小猪仔直接唤醒了 宝的举动吓得玲珑一跳 没有契约就唤醒 一种没有约束就和野生一种一样危险 不过这只小猪仔醒了之后 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 扭着胖乎乎的身体 围在宝身边欢快地跑来跑去 看起来十分欢快 宝把他抱起来 小猪仔也没有反抗 还轻易地在宝手里磨蹭 还好 是没有攻击性的一种 玲珑这才松了一口气 宝 继续吧 韩森对宝说道 宝应了一声 放下小猪仔 向着另外的一颗星辰果实飞了过去 那小猪仔竟然撒开蹄子 跟着宝往前跑 很快 宝就把那一颗果实摘了下来 眼看着果实快速分解 当里面沉睡的一种出现的时候 韩森和玲珑都忍不住 微微一正 因为那里面竟然还是一只小猪仔 和刚才的那一只一样 都只有拳头大小 圆圆粉嘟嘟的 几乎像是双胎包一样 奇怪了 星辰果实内的一种 一般同一个种族 不会出现同样的两只 怎么会有一模一样的 两只小猪仔一种 玲珑 疑惑地看着小猪仔 韩森 仔细看了看两只小猪仔 很快发现 他们实际上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在两只小猪仔的额头上 各有一个白色的皱纹 因为与皮肤的颜色有点相似 所以不仔细看的话 不会注意到皱纹的存在 两个小猪仔额头上的皱纹 明显不同 不过到底那皱纹是什么意思 韩森也看不明白 韩森看向玲珑 玲珑微微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种的种类太多 可能这是其中比较罕见的品种吧 不过关他们的气息 应该只是王级 而且不具备攻击性 怎么今天板儿的运气失灵了 韩森微微有些失望 这么小的一只迷你小猪 又不具备攻击能力 好似完全没有什么用 当苦力都不够格 宝儿带着两只小猪仔 继续去开果实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韩森和玲珑 都有些目瞪口呆 他竟然又开出了一只小猪仔 还没有等韩森说什么 宝儿就在星辰树上跳来跳去 一颗又一颗的星辰果 被他踩了下来 转眼间就踩下来了十几颗 玲珑连忙顺移过去 把宝儿给提了起来 只见十几颗星辰果 似是散发着最后余光的太阳一般 快速地分解 露出里面的一种 韩森和玲珑的眼珠子 都快要瞪出来了 只见那些星辰果汁中 竟然全部都是一只只的小猪仔 小猪仔们苏醒得很快 几乎是分解出来之后 就很快清醒了过来 一个个撒着欢地 跑到了先前那两只小猪仔的旁边 挤在一起跟在板身边 看起来非常的热闹喜庆 这是怎么回事 玲珑脸上都露出了疑惑之色 同一个品种的一种 竟然一次开出来这么多 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星辰树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仔细看那些小猪仔 除了额头上的皱纹不同之外 其他都一模一样 宝 你有这么多宠物了 剩下的还是让爸爸来吧 韩森苦笑着说道 原本还指望宝 能开几只神话一种 现在看来应该没戏了 宝 那边都快要成养猪场了 一共16只粉红小猪仔 围在宝身边 那叫一个热闹 宝 没有意见 和他的小猪仔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似乎也没有了再去摘星辰果实的想法 第2661章 相面 看来还得靠自己 韩森目光四下里打亮 选了一颗看着比较顺眼的星辰果实飞了过去 这果实长得天庭饱满地隔方圆 一看就是有福之相 应该能够出神话一种无疑 韩森站在那果实前 给那果实相了相面 噗 你还会给果实相面 玲珑忍不住笑了起来 太上族也有面相之术 可是却从未听说过给果实面相的 人有人相 果有果相 人能相面 果实 为什么不能 韩森一本正经地说道 其实他哪里会什么相面之术 悬门中却是有这么一类的学问 可惜 韩森只看了一点皮毛 连入门都算不上 别说是像果实了 像人都不行 现在这么说 也只是找点心理安慰 希望能够开个神话一种出来 可惜天不从人愿 开出来的 依然只是亡极一种 一个接一个地摘下果实 可惜里面的都是亡极一种 都只能当苦力使用 没有太大的用处 眼看着50颗果实 就快要全部摘完了 最后 只剩下两颗没有摘 韩森一狠 选了相邻的两颗 直接一起给拍下来了 把耳都没用了 现在也只能看自己的运气了 两颗果实快速分解 很快里面的一种就出来了 其中有一只是狼 一看气息 就是亡极无疑 而另外一个 却让韩森心中一喜 那是一个岩石巨人 暴溪坐在那里 就有十几米高 通体都是黑色的岩石 看起来极其雄壮 像做小山一般 神话一种 终于出现神话一种了 感受着那岩石巨人身上的气息 韩森心中狂喜 玲珑也微微松了一口气 五十颗果实 能够选中一个神话一种 这也算是比较正常的运气了 韩森趁着那岩石巨人沉睡的时候 连忙语气签订了契约 在天外天这种 到处都是神话一种的地方 多一个神话级的打手 就可以轻松很多 特别是以后 还要经常猎杀新甲虫 有一只神话一种帮忙 韩森也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带着一群异种回到了老人身边 老人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目光看了一眼 身边的那些小猪仔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石书族 不知道这些小猪仔是什么 一种 怎么在星辰树上 竟然会出现如此多的同类一种呢 玲珑趁机问道 老人却只是淡淡地说道 星辰树是真神级的植物 本身巧夺天地宇宙之造化 非 我等所能明白 存在自然就有它的道理 说吧 老人又取出一物 将交给韩森 这是我的信物 也是你以后用于清除虫群的保障 十天之后 你再来此处接管 星辰树 每次虫群到来之时 你都要及时清除所有的虫子 不可有所遗漏 韩森行礼 接过耐物 只见那是一柄玉如意 通体青蓝金银 似是必时铸就的一般 上面的气息极为强大 一看就知道是神话级的一宝 韩森 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好处 连忙接过了碧玉如意 再次向老人行礼道 师叔族请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好星辰树 直到您老人家回来 去吧 十天后再来 老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韩森带上板 跟着玲珑一起离开 只是玲珑不可能带着那么多的 一种一起顺移 就算使用小船也没用 根本装不下那么多的一种 韩森只好把一种都暂时留在这里 反正十天后 他还要回来 板的那些小猪都只有全套大小 倒是没什么方案 韩森用口袋一兜 就把所有的小猪仔都装了进去 背着就上了小船 把他们放出来吧 也站不了多少地方 玲珑见小猪仔在口袋里面 钻来钻去 好像很不舒服地哼哼着 便说道 韩森想想也是 就把小猪仔都放了出来 他们顿时都兴奋地 跑在了宝所在的船头 挤在一起 望着无边的大陆 你是想去暗戒湖 还是想要去猎杀一种 玲珑坐在船尾 看着韩森问道 我还是先去暗戒湖吧 先把神游树 练熟了再去猎杀一种 也安全一点 韩森说道 也好 玲珑微微点头 把韩森送去了暗戒湖 在天外天内行走 除非拥有星空摩依的能力 否则就只能乘坐这种小船 小船之上 有特殊的力量加持 天外天的一种 不会攻击小船 但是自己去走的话 就算是一般的神话强者 也无法在天外天来去自如 更何况韩森还没有神话 所以韩森 想要尽快练成星空大摩依 以方便在天外天来去 暂时没有想要出去猎杀一种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韩森希望能够把那些黄纸 全部吊上来研究研究 所以才会想要 去暗戒湖 玲珑感觉到韩森的心思 不由地翘脸一红 他会错了意 以为韩森是想要看那些黄纸上的话 并不知道黄纸上的话另有玄机 再次来到暗戒湖边 这一次 玲珑却不走了 就在旁边和韩森一起垂吊 让韩森微微有些郁闷 有玲珑在 他必须时刻控制自己的思维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即便是韩森 也会感觉很难受 韩森修炼基因术的各种感悟 也都一一传递给了玲珑 虽然神游术玲珑已经炼成 不过看韩森练习 却也让他 有了与自己修炼之时不同的感悟 只是玲珑还是有些奇怪 韩森掉到东西的概率比他高很多 往往他一件东西还没有掉上来 韩森就已经掉上来好几件 可惜韩森掉上来的都是那些黄纸 韩森去看的时候 他自然也能感受到 脸颊顿时飞红 宝儿有了一群小猪仔 作为玩伴 在岸界边玩耍 倒是没有那么无聊了 那些小猪仔看起来完全没有攻击性 真像是没用的宠物猪一般 这让韩森微微有些郁闷 忍了几天 韩森实在有些受不了 每天被玲珑窥视的感觉 就和玲珑说了一声 想要进入核心领域 谁知玲珑却告诉他 天外天是在现世界 与反物质世界的中间地带 因为空间的屏障存在 从这里不能够进入核心领域 韩森试了一下 果然不能开启核心领域神殿的大门 第2662章 接管星辰树 天外天一处煽风的庭院内 李玉珑和另外一个太上族的男人 正在看着韩森猎杀新甲虫的影像 雪橙 看过之后感觉怎么样 李玉珑看着一身轻易的男子问道 很强 甚至有可能比同阶的太上族更强 他是谁 李雪橙盯着影像中的韩森问道 玲珑选的蚕 名叫韩森 是一个金族 李玉珑答道 能够选中这样的蚕 玲珑的运气不错 李雪橙微微点头 李玉珑撇了撇嘴说道 他运气好不好 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说白了 他是太上族的蚕 而我们只不过是生育 机器 见李雪橙皱眉 李玉珑连忙又说道 看了这个影像之后 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法 什么意思 李雪橙皱眉道 等李可尔得到他的蚕之后 蚕之战就要开启 你觉得 这一次的十三之蚕 谁能够胜出 李玉珑问道 就现在所看 韩森很不错 不过他只是亡极九重 其他的蚕 却多半都是半部神话 甚至还有一位天生的神话 若是以力量论 自然是那位天生神话胜出的几率最高 李雪橙沉映着说道 理论上是这样 没有错 可是实际上 我已经详细地了解过 这个韩森在大宇宙中的名声可不小 而且还拥有几件不得了一宝 就连美度沙之盾这样的真神器 都在他的手里 他能够赢的几率很大 李玉珍在上次之后 彻底地调查了韩森的资料 可以说他现在是太上族内少有的几个 对韩森比较了解的人之一 天外天的资源丰富 太上族什么都不缺 对于大宇宙 没有什么企图 如果不是因为只有高智商的生物成为蚕 才有意义 太上族根本不需要去大宇宙选择蚕 所以太上族 对外大宇宙中的种族 并不会太过关心 别说韩森只是一个王者 就算是普通的神话 也不会引起太上族的注意 李玉珍把自己收集的资料 拿给李雪橙看 其中还有韩森用美度沙之盾 把蒙烈化为石雕的一战的影像 竟然有这样的事 李雪橙微微有些惊讶 陈寅了片刻说道 若是如此的话 他倒是真有机会赢得蚕之战 但也只是有机会而已 毕竟使用一宝的力量 比起真正达到神话级的强者来说 境界上还是差了些 可是他又能使用美度沙之盾这样的大杀气 胜率还是挺高的 如果这一次的蚕之战不需使用一宝呢 李玉珍突然笑着说道 只以本身力量来说 他当然不可能是神话级的对手 就像影像中一样 他再强也杀不了神话 新甲虫 力量上面终究不如神话强者 绝对力量的压制 再厉害的技巧也无法弥补 李雪橙顿了顿又说道 不过蚕之战并没有禁止使用一宝的规定吧 以前是没有 不过这一次有些不一样了 我有可靠消息 这一次的蚕之战将会禁止使用一宝 李玉珍很有把握地说道 难道是你家那位 李雪橙似有所物地看着李玉珍 不过他没有把话说完 好似有什么禁忌一般 李玉珍微微一笑 你只需要知道 这一次蚕之战 绝对不允许使用一宝这一点就足够了 而现在知道 这件事情的一共就只有四个人 你我不说 另外两位更不会说 可是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雪橙还是没有明白李玉珍的意思 李玉珍冷声说道 难道你忘记了吗 每次的蚕之战 那些穷极无聊的家伙 都会独点踩头 如果你把韩森的这些资料传出去 你觉得那些家伙 会不会像我们一样 觉得韩森很有机会 获得蚕之战 那倒是很有可能 毕竟那天生神话的蚕 差了很多 韩森获胜的机会很大 李雪橙沉硬着说道 说着说着 眼睛突然一亮 他终明白 李玉珍是什么意思了 你是想要让那些家伙的家伙 都赌韩森胜 然后从他们手里大赚一笔 李雪橙眼睛一亮 没错 而且他们因为韩森输了之后 你觉得他们对韩森 还会不会有好脸色呢 李玉珍笑道 这一招真够狠的 那些家伙 手中掌管着各种资源 以后 韩森少不得要去他们那里 他们若是看韩森不爽 韩森想要拿到资源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李雪橙恍然大悟 我李玉珍的东西 又岂是什么人 都能够随便抢的 李玉珍冷笑一声 然后对李雪橙说道 残肢战不需使用一宝的消息 应该很快就会公布 所以你的动作要快一点 敢在消息公布之前 拿到足够多的好处 有这样的好事 你自己不做 为什么要便宜我 李雪橙还是有些疑惑的问道 以我的身份 如果赌韩森输 他们肯定会有所怀疑 你就不同了 这生意我们一人一半 李玉珍随口说道 说的也是 以你和那位的关系 你若是赌韩森输 确实会让他们怀疑 有问题 其中有内幕 李雪橙笑了笑 好 那就这么定了 很快 韩森的资料 就在太上族内转开了 太上族的人都对此颇为感兴趣 除了的那些修炼太上感应片的太上族 对此没什么表示之外 很多太上族都觉得 韩森很有机会 在残之战当中胜出 李雪盛 就在这个时候浑水摸鱼 与不少太上族都定了赌约 结果不出李玉珍所料 没过多久 太上族的族长就公布了 这次残之战 不需使用异保的规定 但很多太上族都大骂李雪橙坑爹 连带着对于韩森的印象都变差了 若是韩森能赢得残之战的胜利 还好说 若是赢不了 那么多太上族 因为韩森而血本无归 就算这是和韩森无关 只怕爷 免不了受牵累 韩森并不知道 外边这么多的风波 只是自顾自地在暗界胡钓鱼 一直等到了十天之后 才再次去了星辰树那里 可是树下的老人却已经不见了 韩森直接接手了星辰树的看管工作 转了一圈之后 才发现 树上已经没有了新甲虫 显然是老人在走之前 已经把新甲虫都清理干净了 新甲虫群 一般两三个月才会爆发一次 平时你倒也不用一直在这里 只需要等到虫群爆发之时 过来除虫就是了 玲珑对韩森说道 第2663章 逆反的基因树 因为黎可尔的残 一直没有选定 所以残之战迟迟没有开启 星辰树这边 刚刚经历了一次虫巢 短时间内 不会再有大群的星甲虫出现 韩森把岩石巨人 和那些王级一种 留在星辰树那边看守 自己则在暗界胡边 每日垂掉修行 咦 怎么不是黄纸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 韩森再次拉起暗玉丝的时候 发现吊上来的 竟然是一面残破的盾牌 那盾牌又就又破 上面生满了铁锈 韩森稍微用力一捏 竟然就捏掉了一脚 坑爹啊 怎么掉上来了 这么一个破烂 韩森哀叹了一声 可是转念一想 竟然没有再掉到黄纸 难道说黄纸已经被我掉完了 趁着玲珑不在 韩森把所有的黄纸都给拿了出来 把它们按照编号排好 前后两张封面一架 竟然真是一本完好无缺的书 365页 这数字倒是有些奇妙 韩森从第一页开始 重新仔细观看里面的内容 平时有玲珑在 韩森不敢多想 也不敢多练 基本上都 只是在练玲珑教给他的 神游术和集真体 早就感觉有些枯燥了 如今再看玄黄经 却是感觉十分有趣 虽然玄黄经没有内容 只有一幅幅的图画 可是韩森仔细研究过后 却感觉不寒而栗 原本韩森就感觉有些奇怪 为什么从暗戒湖中 掉出来的纸上面 竟然画着人类的模样 之前韩森还怀疑 画中的其实不是人类 而是一些与人类相近的种族而已 可是仔细研究过画中的 红蓝两种线路之后 韩森却感觉头皮发麻 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上面的线路 和血脉命神经 很相似 不 不应该说是相似 应该说是相反才对 简直就是一部逆反的 血脉命神经 韩森不知道 反着练血脉命神经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 玄黄经确实是与 血脉命神经 完全逆反的基因术 不会是有人故意用这部玄黄经 戏弄我吧 韩森暗自皱眉 怎么想 这事都有些奇怪 他竟然从暗玉湖中 调到了一部人类的基因术 而且还是和血脉命神经 完全逆反着的基因术 这也太过离奇了 可是要说 有人在故意戏弄他 似乎又有些不对 暗界湖与反物质世界相连 根本没有人能够下去 而且就算有人能下去 那也不可能知道 韩森修炼过血脉命神经 还专门搞了一部逆反的基因术 给他 神色复杂地看着手中的玄黄经 韩森没敢动心思去练 或者说是根本不敢去想 这东西 他根本不需要去练 只要把血脉命神经 按照玄黄经的方法逆转运行 那就是玄黄经了 可是这样做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韩森完全预料不到 玄黄经 上也没有文字说明 根本没有任何猜测的可能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森很想 现在找到血命教的人问一问 可惜他身在天外天 与外界的联系已经断绝 根本不可能联系上血命教 韩森把玄黄经收了起来 连看也不敢再看 若是万一起了心思尝试 到时候血脉命神经逆转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若是白先生在这里就好了 以他对宇宙的理解 应该能够帮我分析一下 这部玄黄经到底是怎么回事 书道用十方恨手 现在韩森就有些后悔自己没有 好好研究玄门之学 否则说不定他自己就可以看出 一些端倪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小玉勇上面的三角图案又亮了起来 韩森连忙收敛了心思 强迫自己把所有思维都投入到 对于其真体的思考当中 不一会儿就见玲珑顺移了过来 不过他并非是一个人 在他身边的还有李可 自从上一次之后 韩森再没有见过李可 此时再见到他 李可却是多了几分哀怨之色 不如初年时那般的名利 玲珑把李可介绍给韩森 李可也认得韩森 只是不知道他是金币而已 韩森 有一件事希望你能够帮忙 玲珑介绍两人认识之后 突然看着韩森说道 我能帮上什么忙 韩森微微一正 在天外天他 只是一个外人 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玲珑有什么事会 需要他帮忙吗 玲珑选择的蚕出了一点问题 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 需要重新选择一个蚕 玲珑说道 李可却摇了摇头 一脸忧怨地说道 三师姐 你不用说得这么委婉 我选择的蚕拒绝了我 甚至不肯再与我见面 所以我只能另外再找一个蚕 韩森没敢多想 怕被玲珑看到他的心思 他知道李可说的是金币 不过李可倒是冤枉了他 他没去核心领域 并不是不想见李可 更没有躲着李可 而是被困在天外天 根本进不去核心领域 我能帮什么呢 韩森看着玲珑问道 不知道玲珑是什么意思 总不能让他一人二用 同时做李可的残吧 因为时间太紧张 小师妹很难再去寻找 其他优秀的残 所以想要请你帮忙 若是你能够说服孤竹 让他成为小师妹的残 我和师妹都会有重险 玲珑说道 这事我真的做不到 孤竹若是想来 也就不会宁愿入境牢了 谁去说都没有用 韩森摊开手说道 以你和孤竹的关系也不行吗 他上次可是为了你 愿意来太上族的 玲珑盯着韩森问道 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上 韩森摇头道 他知道这有多难 他有小玉勇可以用 还得日夜防范 比在警察局做贼 还要小心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被玲珑看到他的心思 他自己已经这样了 自然不愿意 再让孤竹布他的后尘 既然你劝不了孤竹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 玲珑笑盈盈地看着韩森说道 你想干什么 韩森盈盈感觉有些不对劲 如你所想 一人二用 请你也做小师妹的残吧 玲珑说出了那句 让韩森很是担心的话 第2664章 双倍好处 这样也行 韩森正正地看着玲珑 为什么不行 反正你被一个人看也是看 被两个人看也是看 只是多分享了一次经验而已 对你来说并没有更多的损失 反而好处却 可以拿到双份 属于我和小师妹的资源 你可以拿到双份 这不是很好吗 玲珑笑盈盈地看着韩森说道 好像是这样 没错 不过 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 韩森沉吟着说道 有什么不对劲呢 让你拿双份的资源 你还不满意吗 玲珑想了想又说道 你想想看 如果你成了小师妹的残 那么类似于星辰树这种资源 你就可以再拿一次 可是现在师叔组不在 星辰树不是已经暂停发放了吗 韩森说道 我只是举个例子 类似星辰树的资源 还有很多 到时候 你都可以拿双份 玲珑窥视到韩森的心思 知道韩森已经动心了 便拉起韩森的手说道 时间无多 现在就去祭坛吧 之后还有一件天大的好事 在等着你 什么好事 韩森问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可以拿到很多资源 而且还是双份 玲珑说着 已经拉了韩森 直接顺移而去 来到了之前 韩森与玲珑结成契约的祭坛 韩森就这样再次结了契约 又成了黎可尔的惨 因为有玲珑在 韩森开始没敢多想 等他找到机会 一个人独处 不被玲珑和黎可尔 感知到的时候 再仔细思考这件事 却觉得有些不妙 不知道小玉勇 能不能同时接收两个烙印 若是不行的话 那岂不是要穿帮了 韩森连忙把小玉勇拿了出来 尝试着要把黎可尔的烙印 也转移到小玉勇身上 还好韩森担心的情况 并没有发生 烙印成功地转移到了小玉勇身上 这样的话 倒是不错的结果 反正被一个人偷窥 和被两个人偷窥 也没有太大的分别 资源却能够拿到两份 好像是赚到了 韩森不确定 自己到底是不是赚了 因为他总感觉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可是又想不到是哪里不对劲 不知道玲珑说的 天大的好事 到底是什么 最好是能够获得神话一种基因 韩森心中暗自思索 玲珑和黎可尔 此时却在一座宫殿中 为韩森报名 他们自然是给韩森报名 参加残之战 玲珑所说的好事 也就是这个 残之战有不少资源奖励 不过需要 残自己去争取 获得的排名越高 能够得到的资源 也就越多 一共13个太上族弟子 残却只有12个 若是排在10名之后 奖励也就差不多 辽胜于无了 5到10名 只能算是保底 5名之前 则是重赏 每进一名 能够拿到的资源 都快要成倍地增加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重赏 就是为了让残 能够全力争取奖励 拿出自身的最强力量 而太上族的弟子 则可以通过残的战斗 感受那生死之间的历练 不用自己受到伤害 就可以得到 等同于自身经历 生死战斗的经验 也只有太上族 才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 太上族知道了 李可尔 竟然和玲珑共用一残 都对此有些惊讶 虽然说 残是可以共用的 可是太上族的历史上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修炼太上感应片的太上族 对此没有太多的想法 可是李玉珍这样的太上族 就没有那么淡定了 李可尔 竟然与玲珑共用一残 这个韩森倒是 有些运气 又让他捡了个便宜 李玉珍冷哼道 李雪成却笑着说道 成为两个太上族的残 未必就是好事 虽然有些资源 他可以拿到双份 可是有些负责 他一样也要服双倍 顿了顿 李雪成又说道 况且残之战过后 他害了那么多的大佬 血本无归 能不能拿到应该有的资源 还很难说 东西都收到了 李玉珍笑了起来 残之战禁止使用一宝的消息 传出来之前 就已经全部收齐了 我可不会给他们赖账的机会 李雪成双眼放光地说道 这次只要韩森拿不到 残之战的第一名 我们就赚大了 那些资源 足够我们晋升神话了 至少 能够把我们推上破茧集 其中还有几件一宝 那是有资源也换不回来的 不过万一 我们要是输了 那可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 李玉珍撇了撇嘴说道 我们 怎么可能会输 且不说每个残 基本上都是半步神话 比韩森高了半阶 只是那一个天生神话的残 韩森就必输 无疑 他再怎么爆发 最多也就是个第二 说的也是 王极九重 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打得赢神话 更何况那个天生神话的天赋资质绝佳 就算比起我们太上族的弟子来说 也不弱半分 同阶之中 算是上等 想要击败一个 王极九重 应该不难 李雪成也觉得 这一次是十拿九稳了 韩森听完玲珑和李可儿所说的好事之后 不由得苦笑道 这就是你说的天大的好事 还不是要我自己去拼命 而且我一个人只能拿一个名字 哪里来的双倍好处 有我们两个一起为你加油 不就是双倍的好处吗 玲珑淡淡地说道 韩森和李可儿都有些 愕然地看着玲珑 韩森是不知道玲珑这句话 是不是在开玩笑 而李可儿却是 惊讶于玲珑的变化 实在很难想象 以前那个玲珑会说出这种话 还看我干什么 有时间还是多看看对手的资料吧 你拿到的名字越高 获得的资源才会越多 若是能够拿到第二名的话 就可以得到一件神话一宝 和其他很多资源 玲珑神色平静地说道 第一呢 韩森一边翻看资料 一边问道 这一次的残之战当中 有一个天生神话 第一应该是他的囊中之物 你就努力争个第二吧 玲珑淡淡地说道 有天生神话参战 又不需使用一宝 那确实只能争第二了 韩森微微点头 不能使用孔雀王魂一 和六合蛇弓 他确实没有把握 击败神话强者 哪怕是最低等的 元机神话也不行 第2665章 神话套装 不告诉他 关于赌注的事情吗 李可尔和玲珑离开 暗戒湖之后 李可尔有些疑惑地 看着玲珑说道 告诉他 又有什么用 让他和一个天生神话拼命吗 我还不想重新去找一个惨 玲珑说道 说的也是 王极九重 想要打败天生神话 几乎没有可能性 况且那个天生神话的资质 又极好 不比同街的太上族 弟子差 同街想赢他都不容易 更何况是一个王极九重 李可尔叹息道 这样一来 那些在韩森身上压了重主 买他拿到第一名的大佬们 就输得惨了 他们奈何不了 李雪成 就算不迁怒于韩森 只怕也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 以后 韩森去他们那里 恐怕会不太方便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们只能慢慢想办法缓解 希望能够 把影响降到最低 玲珑无奈地说道 韩森则在研究那一份资料 上面 是12个残的一些资料 制作得颇为精美 有些像是大酒店的菜单 每一个残的照片和详细资料 都印在上面 韩森看到第一页上介绍的 就是那位天生神话 杀赖 诗星族变种 等级 原基神话 性别 凶 擅长基因术 诗杀术 兴趣爱好 甜食 内容十分详细 可是大多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并没有什么大用 什么兴趣爱好 还有喜欢什么样式铠甲 以及平时喜欢 做些什么等等 倒是说得很清楚 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却只字未提 只知道擅长一种 名为诗杀术的基因术 这资料写和没有写 有什么区别 韩森看得只摇头 然后继续往后翻下去 发现资料介绍都是如此 在翻到第四页的时候 看到了的预扇星的资料 一样 也是这样的介绍模板 只能看到它的长相 以及擅长 极恶到 这一门基因术 其他就没有别的了 韩森一页一页看过去 只是把十一个残的长相 名字和种族 记住了 其他的资料 也没啥用 翻到了人物资料的 最后一页 韩森终于看到了 自己的资源 韩森 金族 目前效力于镇天宫 等级 王级九重领域 性别 凶 擅长基因术 基因物与 牙刀 天之下刀法 拥有的一宝 魅神简 美杜莎的宁士 不知名羽翼 不知名弓箭 等等 这是怎么回事 韩森看得目瞪口呆 其他十一个残的资料 都是随便那么一提 而他的资料 却详细无比 不但把他擅长的基因术 和一宝 都罗列得清清楚楚 而且下面 还有分门别类 对于他所擅长的基因术 和一宝的详细讲解 这该死的资料 是谁写的 怎么就坑我一个人 韩森心中 有砍人的冲动 他对自己的对手 几乎一无所知 可是对方 却对他了如指掌 这也太扯了 资料最后 还有一句总结评价 镇压诸天万族的 盖世天才 能力出众为 残忠之罪 除杀来 可勉强于之一战外 语者皆不足虑 是本次残之战的 夺冠大热门 我去你妹 韩森看了最后的总结 已经可以肯定 确实有人在坑他 把资料本翻了好几遍 终于看到资料本的背后 写着一行小字编辑 李雪成 这个李雪成 到底是谁 为什么这么坑我 韩森想了想 自己印象中 并没有这么一个人 他来太上族之后 一共也没有见过 几个太上族的人 肯定不认识 什么李雪成 更不可能得罪过他 难道李雪成 和李玉珍是一伙的 韩森想来想去 除了李玉珍之外 似乎太上族内 没有人有必要这么坑自己 一念至此 韩森心中就惊醒了几分 觉得 这次的残之战 恐怕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拿起资料 又把其他十一个对手的资料 又详细地研究了几遍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其中以黄吉族最多 天族之中 只有一个玉山星 至于沙莱出身的诗星族 其实只是一个不出名的小族 整个族内就一个半部神话 沙莱就是那位半部神话的儿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出生的时候 发生了基因突变 竟然生下来就是先天神话 资质高的 无法想象 经过神灵之处的测试 天父竟然高达十甲 在他的带领之下 诗星族迅速崛起 如果不是被太上族的一位弟子 选中成为了残 恐怕此时 就已经计划 要发起点灯灭族之战了 而且 沙莱早在四年前 就已经被选中成为了残 在天外 天内修行了这么久 可怕的天父 加上精心培养 可怕程度 可想而知 若是能够使用一宝 我还有机会 与沙莱争一争第一只位 不能使用一宝 别说是沙莱 想要打赢其他的那些残 也不轻松 别的不说 只是御善心 就绝对是一个非常难缠的角色 韩森心中暗自思索 资料后面 还有这一次残之战的奖励 韩森看到第一名的奖励后 不由得微微一正 什么是神话一宝套装 韩森有些疑惑地 继续翻下去 看完之后 脑海之中 只剩下四个字 有钱任性 所谓的神话一宝 套装 就是把一身铠甲分开练制 半身甲 是一件神话一宝 战裙 是一件神话一宝 一双护手 加上一对战靴 竟然是四件神话一宝 再加上头盔 一共是七件 神话级的一宝 组成了神话一宝套装 太阳神套装 详细看下去 韩森才知道 太阳神套装 并不是一件神话一宝 化为七件那么简单 而是真正独立的七件 神话一宝 每一件都拥有 元积级的威能 而且 七件若是一同使用 还会形成特殊的 秩序链体系 使威能直接飙升到 蜕变级 第二名 虽然也有一件 元积级的神话一宝 奖励 还有不少的资源 可是与这太阳神套装一比 那就差得太多了 后面还有太阳神套装的图片 整个铠甲 都似银色镜面一般 闪闪生光 牛逼之中 又透着几分神秘色彩 看起来那是相当的高大上 再看了太阳神套装的 威能介绍 更是让韩森大流口水 就算使用者的等级 达不到神话 无法完全激发 太阳神套装的威能 但是只要同时使用七件套装 七件套装 就可以自动形成 太阳神之翼之序链 也有元积级的威能 而且王级也能够控制 第2666章 困难重重 真是好东西 也就太上族的土豪 能这样玩 其他种族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这样玩 韩森不由地感叹 太上族是真他娘的土豪 韩森能够弄到 一件神话一宝 都像宝贝一样藏着 人家直接弄七件套装出来 当奖品 实在想不出 比太上族更奢侈的种族了 黄极族自称宇宙第一大族 但是和太上族一比 那就是土鞭 根本不值一提 要是能够把天外天给打下来 韩森这个念头 一生 立刻就硬生生地抛出脑外 这念头万万不可有 万一一个不小心被李可 和玲珑知道 那就真的惨了 韩森又反复研究了几遍 心中暗道 太阳神套装 好想要啊 可是其他那些残也就罢了 总会有办法对付的 唯独那个杀来 是真的没有办法 不能使用受魂 又不能在韩森的身份下 使用超级神灵体 这要怎么才能够 打败一个先天神话呢 韩森思索了很久 却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毕竟他对于杀来的了解太少 只凭资料上的这些介绍 根本研究不出什么来 等玲珑和李可回来之后 韩森就问他们 有没有其他11个残的详细资料 玲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把他和李可这几天 调查得来的资料 交给了韩森 对了 这个李雪成是什么人 我有什么地方 无意间得罪过他吗 韩森指着资料后面的那个名字 问道 他和李玉真有些关系 玲珑犹豫了一下 才回答道 韩森虽然读不到玲珑的思维 但是韩森敏锐地发现了 玲珑神情的异样 顿时感觉这中间肯定有什么问题 李玉真是不是做了什么 韩森问道 玲珑沉吟着没有回答 一般的李可儿却说道 我觉得还是应该让韩森知道比较好 反正他迟早都会知道 也好 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韩森皱眉再次问道 玲珑把李雪成设赌局的事情 说了一遍 然后又说道 其实这件事和你的关系不大 只不过是有人被李雪成 坑了一大批资源和一宝 只怕没有那么容易咽下这口气 韩森苦笑道 太上族都这么好赌吗 修炼太上感应篇的太上族 没有谁会去赌 但是另外一些 只能说天外天太安逸了吧 太上族没有经历过 其他种族那般挣扎求存的经历 有些东西得来的太容易 反而不会懂得珍惜 李可儿摇头叹气道 如果我害他们 输了那么多的资源和一宝 他们会不会迁怒于我 韩森问道 迁怒倒是不至于 不过总归是不会有好脸色的 李雪成的主要目的 还是那些资源和一宝 只是顺便坑了你 玲珑说道 那也未必就是坑了我 若是我帮那些太上族大佬 赚了大笔的资源和一宝 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韩森冷笑着问道 自然是有的 他们掌控着天外天的许多资源点 以后难免要和他们打交道 若是他们看你顺眼 有许多事就会轻松很多 说完 李可儿有些惊讶地看着韩森问道 你想干什么 我能想什么 只要拿到了残之战的第一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韩森淡淡地说道 话是这样说没错 可是沙莱却是一个 无法解决的难题 他的天赋非常可怕 短短四年时间 已经炼成了多种基因术 其中就包括了神游术 已经可以进行星空大摩椅 你想要游战的话 对于沙莱并没有用处 李可儿说道 不试一试 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 韩森神色平静 并没有再说太多 只是拿了资料回去研究 李可儿和玲珑对望眼 他们都能够感应到韩森 思维中那强大的自信 似是很有信心战胜杀了一般 可是他们却捕捉不到 这信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三世姐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为什么我们能够感应到他的自信 却感应不到这自信背后的想法 按理来说 除非他是一个盲目自信自大的草包 否则我们应该能够感应到 这自信背后的想法才对 韩森离开之后 李可儿疑惑地看向玲珑问道 他不认为韩森会是一个草包 他的精神控制能力很强大 可以强行控制自己的念头 除了最直观的感觉之外 我们很难窥视到其他的念头 玲珑说道 自己的思想才是最难控制的 连我们也需要借助太上感应片 才能够做到 他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 三世姐你的选择果然 没错 李可儿赞叹道 虽然不知道他自信的来源是什么 不过看来 他是想要争夺这个第一了 若是真的能够成功 对于你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玲珑道 就怕他太高估自己 一个不小心死于非面 那我们又要重新去选择残了 李可儿却对此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心中暗道 如果是金币的话 他应该能够做到吧 也许是因为得不到的 才是最好的 李可儿对金币始终念念不忘 韩森研究了11个残的详细资料之后 还是感觉有些头疼 当真没一个是好惹的主 除了杀来之外 还有不少狠角色 其中竟然还有一个太上族的残 太上族给太上族做残 这种事很少见 一般的太上族都不会这样选择 太上族虽然强 可是他们的力量太近似了 成长环境也基本相同 找太上族做残 会少很多不同的感悟 很少有太上族弟子这么做 而且普通的太上族认为 做残是低等生物 才会干的事 他们也不愿意自降身份去做残 所以这种情况 在太上族内也不多见 太上族的半部神话 应该比灵王还要强一些吧 恐怕不是随便 就能够打发的主 更何况还要杀来这个大麻烦的 想在残之战中夺冠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韩森放下了资料 继续练习基因术 有两种基因术 他必须要在与杀来一战之前 练熟了才行 否则根本没有赢的机会 第2667章 神秘沙漠 我想去核心领域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韩森再次见到玲珑的时候 提出了这个要求 他记得李可尔 似乎在太上族的时候 就能够进入核心领域 可是玲珑却说不行 而且他是过了 也确实不行 在天外天内 只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开启核心神殿的大门 不过那地方 一般太上族的弟子都进不去 你若是有特别着急的事情 想进核心领域的话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李可尔有些好奇地看着韩森 他想知道 韩森为什么想要进核心领域 我想去核心领域找一个朋友 也许他有办法能够帮助我 赢得这次的残之战 韩森说道 李可尔可以感应到 韩森没有说谎 可是韩森 想要找的那个朋友是谁 他却感觉不清楚 只是隐约感应到 确实有那么一个生物存在 韩森已经 极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想 不过提到找朋友的时候 潜意识中 还是会下意识地 闪过一丝念头 这是无法避免的 不过韩森已经让自己努力 不去多想 李可尔也看不清楚 那到底是谁 好吧 我去想想办法 晚一些给你答复 不过这件事很麻烦 不一定能够办成 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李可尔有些惊叹于 韩森的思维控制能力 不过既然韩森没有说谎 他也没有继续追究 韩森等了半天 还是没有看到 李可尔回来 倒是玲珑来到了暗界湖边 韩森不用说话 玲珑就已经感应到了 他心中所想 不由地惊讶到 小师妹答应 帮你进入核心领域吗 他说这件事很难办 不一定能够办成 韩森有些担心 李可尔最后带回来的是 坏消息 玲珑笑道 这件事确实很难办 理论上来说 在天外天 是没有办法进入核心领域的 只有一个地方例外 不过那地方 是我族的境地 别说是外族 就算是太上族本族的 清传弟子 也是被禁止进入那里的 能够办成这件事的人不多 小师妹算是其中之一 既然他答应了你 如果你的运气不是太差的话 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是什么地方 韩森好奇地问道 之前我告诉过你 天外天是现世界 与反物质世界的缓冲地带 而那里就是连通现世 与反物质世界的一个交叉点 因为连通着 现世界与反物质世界 所以那里的一切都非常奇特 只有在那里 才能够与现世界连接 让你打开通往核心领域的大门 玲珑并没有详细解释 简单地说了 一下之后又说道 因为那里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所以禁止太上族的弟子进入 不过小师妹的父亲 是那里的守护者 以小师妹得宠的程度 应该不难说服 他的父亲给你一个机会 原来如此 韩森恍然大悟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李可尔终于瞬移回来 带回来的也是好消息 让韩森微微松了一口气 被李可尔带着星空摩尼 几次之后就来到了一片大沙漠 这大沙漠当真是无边无际 恐怕不比一个星星小 以韩森的目里 都看不到大沙漠的尽头 实在难以想象 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站在沙漠边上 李可尔对着沙漠里面喊道 只见原本寂静如死水一般的沙漠之中 刮起了一阵狂风 狂风卷着金黄色的沙子飞上天空 很快就凝聚成了一个太上族男人的模样 记住 不许越过三界线 沙神一般的太上族男人 发出轰隆如雷的声音 知道了 您都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绝对不会越过那里的 只是想要进入核心领域而已 李可尔撒娇似地说道 沙神一般的男人 无奈地摇头 显然拿李可尔没什么办法 风沙一卷 漫天沙子散落 转眼间沙神一般的男人 消失不见 沙漠重新恢复了平静 走吧 李可尔说着就踏进了大沙漠 韩森紧跟着走了进去 李可尔边走边说道 这里的空间很不稳定 你千万不要在这里 使用空间挪移之间的力量 也不能使用太强的力量 否则很容易被卷入反物质世界 到时候就算阻掌清零 也不可能把你从反物质世界拉回来 韩森点点头 这才知道李可尔为什么要用走的 而不是直接顺移过去 两人并排走在沙漠中 韩森不时可以看到沙漠中出现了 一些古怪建筑的残骸 有古代的石头建筑 也有科技文明的金属建筑等等 甚至还有一些战舰和飞船 它们都半埋在沙土之中 看起来不知道经历了多么悠久的岁月 连那些号称不朽的合金都已经腐朽了 风一吹就有大块的合金板掉落下来 落在沙土之上就撞成了碎灰 高达百米的石像 千丈巨兽的遗骸 一颗如真龙般半埋在沙子之中的枯树 整个大沙漠都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那些风格明显有着不同时空差异的东西 竟然都如同垃圾一般抛弃于此 让人感觉十分的怪异 读了韩森的心思之后 李可尔解释道 这里是现世界与反物质世界的交叉点 经常会有现世界或者反物质世界的东西 从扭曲的空间穿梭过来 有时候说不定会有好东西 我老爸就曾经捡到过一头化蝶级的一种尸体 不过那样的好事难得一遇 大多数穿梭过来的都是一些没用的垃圾 李可尔正在说话的时候 韩森突然听到轰隆一声 天空之中好似裂开了一道天沟似的 然后就看到一个庞然大雾 从那天沟之中冲了出来 韩森惊讶地凝目望去 只见变幻扭曲着的天空之中 一个巨兽的头颅 渐渐地从天沟一般的空间裂痕中穿了过来 巨兽的头颅通体银白 宛若白银造就的工艺品 脸上长着三只鸡脚 模样有些像是三角恐龙 不过却比三角恐龙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只是一颗头颅 就有十几米长 而且它的口中还正在喷溅着鲜血 轰隆 巨兽从天龙摔在了前方的沙漠之中 激起了漫天的沙尘 像是大地震了一般 第2668章 在遇天命 韩森有些吃惊地看着远处 那头砸进大沙坑中的巨兽 那看起来确实就像是一头三角恐龙 只是通体阴白 背上还长着一对同样的双翼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种族 他似是身受重伤 身上有很多伤口 挣扎着却没有能够爬起来 口中和身上的伤口一直在流血 把大沙坑的底部都染成了血红 形成了一片小湖泊 有一种坠落 里可儿却是一喜 快步向着不远处的大沙坑而去 韩森连忙跟了上去 他可以感觉到 虽然受了重伤 可是那头巨兽身上的气息 依然强得可怕 绝对是神话级的存在 你们退开 没等他们靠近那头一种 就看到四周的沙尘卷起 凝聚起了一尊沙神 正是里可儿的父亲 没等里可儿回答 一股风沙卷过来 顿时把他们给卷了出去 只是转眼的时间 就不知道被卷出去了多远 轰隆隆远远地看过去 只见一条条沙龙破土而出 似是更古 就已经存在的恐怖生物 随着沙神的指挥 向着头受了重伤的巨兽吞噬去 吼 巨兽发出一声怒吼 猛地站起来 伸来 无尽的荧光似是火山喷发一般 冲天起 与那件沙龙不断地交集 亘古真龙一般的沙龙 竟然被荧光尽数磨灭 碰 那恐怖的荧光冲击 游子不停地冲击在沙神身上 顿时把沙神也给磨灭成了虚无 韩森心中大害 好在他们刚才被推了出来 否则只是那力量的余波 就能够彻底摧毁他们的身体 里可儿也是满心的后怕 若不是他老爸来得及时 等他们走进巨兽 若是被巨兽攻击 有多少条命也不够死 里可儿的老爸不会 就这么被干掉了吧 韩森正在思索之时 就见那沙海之中 如同天翻地覆了一般 漫天沙尘翻腾 化为一道道杀住喷涌 最终化为了一尊又一尊的沙神 沙神暴动的 真龙狂卷 一时间整个大沙漠 都仿佛化为了神的战场 恐怖的力量 另已经被推出了沙海范围内的 韩森和里可儿 依然无法立足 只能继续后退 距离太远了 韩森只能感应到 那恐怖的波动 已经看不到实际的战况如何 只见一条条水龙崩碎 一尊尊沙神被灭杀 不时还可以听到巨兽的惊天咆哮 我老爸的真身 在三界沙漠的最深处 那些沙神 只不过是他力量凝聚之物 里可儿窥视到了韩森的担心 笑盈盈地解释道 他倒是一点也不担心 后面的战况 韩森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 那一片的大沙漠 都已经被沙尘彻底笼罩 直到最后完全烟消云散 在那沙漠的边缘 才又凝聚出了一尊沙神 告诉他们可以进去了 老爸 您杀了那头一种吗 它是什么等级的一种 受了重伤 竟然还这么恐怖 里可儿好奇地对着沙神问道 不知道 他被卷入了反物质世界 沙神答了一句 就消散不见 里可儿还想问什么 可是人都已经不见了 只好带着韩森再次进入沙漠 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沙漠的地形已经完全改变 很多古怪的建筑和东西 都被卷了上来 先前的一些建筑和战舰残骸 却消失不见 也不知道是被毁灭了 还是被埋到了沙漠 深处 韩森目光四下里打亮 当他们来到的那巨兽 坠落之地时 只在那里看到了 一大片血红的沙漠 却没有看到巨兽的残躯 可惜 竟然被卷进了反物质 世界 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能够和我老爸战斗那么久 至少也是破茧级的神话一种吧 里可儿看着那片血红的沙漠 有些惋惜地说道 韩森也感觉有些可惜 若是能够让他补上一刀 说不定还有机会获得兽魂呢 那一种如此强大 说不定他的兽魂也会特别地强 韩森一边走一边四下里打亮 突然目光凝了一下 在一旁的沙漠之中 韩森看到了一座石头建筑的古塔 那古塔倾斜于沙子中 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倒掉一样 韩森目光落在那石塔的匾额之上 发现上面竟然刻有天命塔三个字 而那塔的样式 和黄极族的那座天命塔 几乎一模一样 韩森心中震惊 却强自控制着自己的思维 不让思维发散 不去想与天命塔有关的东西 李可尔感觉到了韩森的思想挣扎 不由地也向那座石塔望了过去 看了一会之后说道 以前没有见过这座石塔 应该是刚才的大战之石 从沙海下面翻上来的 你认得那座石塔 我在黄极族内 见过一座一模一样的石塔 韩森知道自己的心思 瞒不过李可尔 只好说了出来 李可尔略一思索 便点头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以前去黄极族的时候 确实见到过一座这样的石塔 走 我们进去看一看 李可尔说着 就向天命塔走去 原本他对于天命塔没什么兴趣 可是他感觉到了 韩森心中的纠结和挣扎 虽然韩森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思维 不让自己去想 与天命塔有关的事情 李可尔也 无法窥视与天命塔有关的信息 可是这种纠结的控制 却让李可尔知道 天命塔一定和韩森有某种关系 否则韩森不会刻意控制自己的思想 果然 被人窥视无论如何 都很难受 韩森心中暗叹 只得跟着李可尔 一起向天命塔走去 这座天命塔 看起来很古旧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的魔力 不过旧是旧 却没有受损 李可尔来到天命塔前 伸手一推 那石门竟然就直接被他推开了 两人一起走了进去 只见塔内到处都是灰尘和沙子 除此之外 另无他物 好像就是一座 普通的石塔而已 去上面看看 李可尔说着 已经走向了楼梯 韩森只是跟着李可尔前行 控制着自己的思维 不去多想 结果第二层 依然是空荡荡的 并没有什么东西 李可尔没有放弃的打算 一路向上走去 后面也都是一样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一直到他们 走到了第七层的时候 咦 竟然有生物 李可尔惊讶地 看着顶层内的石台上面 第2669章 虚无神 偌大的石台上面 盘西坐着一个男人 男人 好似已经入定 可是从他身上 却感觉不到一丝生机 像是已经作画了 韩森脸色有些古怪 忍不住地想到 这和我在黄极族 天命塔内见过的 很像 不过男人的模样 又有些不同 李可尔感知到了 韩森心中所想 也是惊讶地 看着石台上的男人 奇怪 明明是一个生物 为什么他的身上 却没有生机呢 正在李可尔疑惑之时 那座于石台上的男人 却睁开了眼睛 看着两人说道 我乃虚无之神 今日你们能够 与本神相见 也算有缘 本神可以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你们可以许下任何愿望 又来了 韩森心里面咯噔了一下 李可尔却冷冷地 看了那男人一眼 敢在我太上族称神 连古神族也没有这个胆量 说吧 李可尔 直接挥出一道剑芒 向着那男人身上刺去 他出手太快 韩森 想拦已经来不及 那剑光刹那间 刺在男人的眉心之上 男人根本没有动作 任由剑光刺入了眉心 碰 男人的眉心没有被刺穿 李可尔却被一股恐怖的力量 反震了出去 那励志大致威 一阵之力 竟然让李可尔 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撞在了塔壁之上 口中鲜血喷涌 直接昏迷了过去 而且身上的生机 还在不停地流失 冒犯神的威严 此罪当诸 念在的 你是初犯 稍作成见 男人淡淡地说道 韩森连忙来到李可尔身边 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 发现他 只是昏迷了过去 生机虽然在流失 不过速度很慢 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 心念电传 这与我之前遇到的那个神 似乎有些不同 我记得之前 黄极族天命塔内的那个男人 曾经喊出过虚无神这三个字 难道他所说的虚无神 就是这个男人 现在许下你的愿望 虚无神看着韩森说道 我生活美满 夫妻和睦 家庭幸福 母慈子孝 心想事成 财运亨通 该有的全有了 已经一无所求 不许愿行不行 韩森看着虚无神说道 他不知道这个虚无神 和之前的那个神 是不是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就只是一个神像 并不是神的本体 倒也不用太过担心 黑金铠甲 拥有轰杀他的能力 可若是神的真身 那就难说了 韩森也不敢肯定 黑金铠甲有没有与 真正神灵一战的能力 不行 虚无神淡淡地说道 韩森心一横 也不去理虚无神 直接抱起了李可 转身就往下面走去 虚无神只是平静地看着韩森 并没有阻止他的意思 韩森一直提防着虚无神出手 同时观察着黑金铠甲 看他有没有什么动静 可是他的气息收敛 完全感应不到有什么动静 虚无神也没有阻拦韩森 韩森抱着昏迷的李可 很快就离开了第七层 一路走下来 也没有被什么力量阻挡 很快就下到了天命塔的第一层 可是到了第一层之后 韩森却一下子愣住了 原本天命塔第一层 应该有离开的大门 可是这里却并没有大门 而且韩森又看到了 通往下一层的石阶 这里已经是最下面的一层 怎么还会有往下的石阶 难道说我记错了 这里实际上是第二层 韩森很快就否认了这个想法 仅仅只有七层的天命塔 以他的记忆力 怎么可能会记错 韩森伸手 在原本是塔门的地方摸索了一会儿 发现那里是真的石壁 并不是幻觉 确实没有门户 碰 韩森一拳轰击在石壁之上 以他的身体素质之强 就算是一座山 也会被他一拳打爆 可这石壁却纹丝不动 连一个拳痕也没有留下 韩森微微皱眉 知道想要靠蛮力冲出去 几乎不可能 目光向那石阶看了看 韩森抱着李可尔 向石阶走去 下了石阶 韩森看到下面 竟然是一个石台 石台上面 坐着那个自称虚无神的男人 和塔的第七层 一模一样 许下你的愿望 虚无神看着韩森淡淡地说道 韩森一咬牙 抱着李可尔 继续往下走 下面还有石阶 可是很快 他又走了七层 依然还是没有看到石门 下面依然还有石阶 在下石阶之后 韩森发现自己 又回到了塔的第七层 又看到了虚无神 这是空间力量吗 把第七层 和第一层的空间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墨比乌丝环 若真是如此 无论我再怎么走 都不可能从塔内走出去 只会一直重复这一条路 韩森尝试着使用顺移 可是他发现 自己想要顺移到塔的外面 结果顺移之后 还是在塔内 只是位置跟着变化了 许下你的愿望 韩森再次看到虚无神的时候 他还是那么一句话 并没有再多说其他 只是他的眼神 却四在告诉韩森 韩森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在他面前许下愿望 韩森知道自己 一旦许下愿望 自己的寿源 就会被这些自称是神的家伙掠夺 而且许下的愿望 也会被这些所谓的神刻意扭曲 就算真的实现了 也会付出无法想象的高昂代价 可若是不许愿 恐怕他和李可儿 就别想离开天命塔了 至少目前韩森没有想到 什么方法可以出去 攻击虚无神更不可行 李可儿就最好的例子 除非拥有黑金铠甲 那样的力量 否则攻击虚无神和找死 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和李可儿走进天命塔的事情 李可儿的父亲应该知道才对 若是我们长时间不出去 他肯定会来寻找李可儿 韩森只能把希望寄托在 李可儿的父亲身上 虚无神似乎是看穿了 韩森心中所想 淡淡地说道 你可听说过一瞬千年 这种神的力量 你在塔中就算度过千年时光 外面也不过就是一瞬而已 若是指望外面的生物进来找你们 就算是你们老死了 也等不到那个时候 一定要许愿吗 韩森看着虚无神叹息道 既然你与神有缘 这就是你的命中注定 是你应得的 想逃也逃不掉 虚无神依然还是那般淡然 不紧不慢地说道 第2670章 起点的答案 看来不许愿是肯定不行了 韩森心中思索着 自己应该许什么愿望 上一次许的愿望 让天命塔内的神像自爆双目 现在似乎可以再来一次 说不定还会有一样的效果 不过就算让虚无神自爆了双目 似乎也没什么用处 他的力量还在 一样会对韩森造成威胁 吸走韩森的寿源 无论我许什么样的愿望 除非黑金铠甲出手 否则最后都会被吸走寿源 道不如问一个想问的问题 也许能够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信息 也说不定 韩森想了想 看着虚无神说道 我许愿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吗 当然 本神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的 可以回答你任何问题 虚无神淡淡地说道 我想知道 你是否和我一样 也是大宇宙中的一个生物 还是说 你是来自于大宇宙之外的 我都想知道神诞生的地方叫什么 韩森的看着虚无神问道 虚无神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盯着韩森一字一顿地问道 你确定要问这个问题吗 知道这些对你没有任何用处 我说过了 我什么都不缺 但是对你却很好奇 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许愿的话 我只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韩森说道 虚无神盯着韩森 微微皱眉说道 这是三个问题 你只能从中选择一个问题得到答案 那就请告诉我的 虚无神 你是否基因大宇宙的生物 韩森沉吟了 其实韩森一直很怀疑 神有可能就在基因神殿之内 连骨水神那般强大的存在 都被一掌灭杀 那种力量实在太过惊人 除了这些自称是神的家伙 韩森实在想不出来 谁能够拥有那般强大的力量 可是如果韩森去问神诞生的地方 是在哪里 虚无神完全可以回答一个 韩森不知道的名字 韩森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是否在大宇宙之内 所以韩森想来想去 韩森还是问了这个最简单直接的问题 先确定神是不是基因大宇宙的生物 这是一切一团的一个起点 有了这个正确的起点 后面的问题 才能够推理出正确的结论 所以这很重要 虚无神这次倒是没有犹豫 直接回答道 不是 我是神 自然来于神界 韩森听到答案之后 微微点头 虽然虚无神的说法很模糊 甚至有刻意曲解的意图 可是韩森还是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神并非是基因大宇宙的生物 只此一个答案也就足够了 至少让韩森知道 他所面对的神 并不是神话强者那么简单 而是更高层次的存在 与其说这些家伙是神 在韩森看来 他们更像是入侵了人世间的恶魔 韩静之和血命教等存在 一直在与这样的可怕存在周旋 所付出的努力 是一般生物所无法想象的 在韩森得到答案的同时 感觉身上有一股股的力量 正在流失 离开他的身体 飞向虚无神 韩森上次已经有过经验 知道离开他的 是他的寿源 只是 这一次流失的速度 远远比上一次快得多 可以看到自己的一千多年寿源 正在雪崩一般向外流淌 而虚无神 只是冷冷地看着韩森 身体泛着奇异的虚无之光 令他看起来 真的如同虚无之中的神明一般 转眼之间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寿源 离开了韩森的身体 让韩森感觉 身上传来一阵阵的疲惫感 而且寿源的雪崩之势 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反而愈演愈练 韩森早已经有了 要付出大量寿源的心理准备 倒也没有慌乱 打探神的秘密 显然不会那么轻易 就算了 他之前从神偶 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寿源 这样的损失 还能够支撑得住 可是下一秒 魂海内的黑金铠甲 却有了反应 在韩森寿源大量流失之时 那黑金铠甲的神秘气息 突然间爆发出来 瞬间充斥了韩森的身体 不过这一次黑金铠甲 给韩森的感觉 与以前有些不一样 这种气息 是韩森以前在黑金铠甲身上 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这种气息 韩森又有些熟悉 仔细回忆了一下 韩森就想起来 在哪里见过这种气息了 之前被黑金铠甲 打爆的那个神偶 他身上就是这种气息 没有时间让韩森多想 黑金铠甲身上 就爆发出了奇异的神光 刹那间 自魂海中飞出 一拳轰向了石台上的虚无神 虚无神正在接受韩森的寿源 根本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变故 而且他根本不认为 在这里会有什么力量 能够伤害他 所以完全没有防备 碰 韩森见过的一幕 再次重演 虚无神的身体 被黑金铠甲一拳轰得四分五裂 顿时一股股生机 自那碎裂的石像的钟涌了出来 寿源 加一 寿源 加一 寿源增加的提示声音 疯狂地响起 大量的生机 注入韩森体内 让他的寿源暴涨 在 神偶被摧毁的一刹那之间 在虚无中的一座神殿内 虚无神脸色变得很难看 天甲之力 天甲神 我上次费你神偶双眼而已 你竟然敢直接回我神偶 这笔账 我们没完 韩森完全不知道 因为一些巧合 他已经间接地挑起了两卫神的战争 黑金铠甲 回归了魂海 而韩森原本1700多年的寿源 也暴涨到了2600多年 差不多长了近千年的寿源 果然 想要一夜暴富 还是要杀神啊 韩森心中狂喜 因为一下子增加了大量的生机和寿源 让他的身体都散发着 恐怖的生机 韩森没敢继续在天命塔内停留 抱着李可尔就往下走 果然 这一次 他到了第一层的时候 看到了出塔的大门 也没有再出现向下的时间 刚才 怎么回事 昏迷的李可尔清醒了过来 不知道 刚才的男人有些怪异 你打了他一拳之后 自己就被震得昏迷了过去 那男人也被你打碎 化为了一地的碎石 韩森把自己想好的说辞 告诉了李可尔 怎么会这样 李可尔将信将疑地看着韩森 有些不太相信 可是他从韩森的思维当中 又看不出破绽 就又上了一次 塔顶 结果 却只看到一地的碎石 似乎真像韩森所说的一样 第2671章 基因神殿的信息 玲珑虽然还是有些疑惑 但是找不到可疑之处 在塔中又没有其他的发现 只好和韩森一起离开了天命塔 继续在沙漠中行走 韩森一路上看到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东西 以他的见识 有很多东西都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世界飘来的 到了一片绿洲之后 玲珑才对韩森说道 这里的空间相对比较稳定 你可以在这里打开核心领域大门 不会被卷入反物质世界 韩森谢过李可尔 然后就尝试着打开核心大门 果然这一次如往常一般打开 韩森再次进入了核心领域 韩森想要进入核心领域 主要是因为在核心领域之内 他和李可尔 玲珑的距离就很远了 他们感应不到他的思维 韩森可以放心修炼自己的基因术 而不会被他们窥视 在天外天的时候 韩森不敢练自己的基因术 否则他身具四种本命基因术的秘密 被玲珑他们看到的话 就又是一个大麻烦 在天外天 韩森除了练习玲珑给他的基因术之外 就只敢练一练基因物语 这是瑞贝特族和镇天公都知道的 太上族自然也知道 所以无需隐瞒 而且就算玲珑他们窥视到了 基因物语也没用 除了韩森之外 根本没有生物能够入门 到了核心领域之后 韩森就可以放心 练一练自己的基因术了 不过他想练的 也不是自己的本命基因术 而是心有灵犀 这一门基因术 在不使用受魂的情况下 也许只有这爆发性的一击 才有可能给神话级的杀来 造成致命伤害 韩森进入核心领域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见一见顾清成和明月 他想请他们帮忙做件事 好在顾清成和明月 一直在核心领域之内 猎杀一种修行 而且距离韩森所在的位置不太远 韩森很快就联系上了他们 在太上族 给美女当宠物的感觉怎么样 明月似笑非笑地 看着韩森也遇到 感觉很不好 随时随地 都像是没有穿衣服一样 什么隐私都没有 韩森无奈地说道 你这么急着找我们 应该有什么事吧 顾清成却看出 韩森心中有事 我这里有一门基因术 但是我不确定 它有什么用处 我现在在太上族内 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想请你们带着这门基因术 去见一个人 让他帮我看一看 这基因术有什么用处 韩森说着 把自己准备好的玄黄金 交给了顾清成 你要把它给谁 顾清成接过了玄黄金之后 问道 黄基族内一个叫白先生的人 我有他的联系方式 不过以我和黄基族的关系 见他会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你们要小心行事 联系上之后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听白先生的安排 韩森把自己与白先生 约定的联系方法 也告诉了顾清成 现在韩森只想知道 玄黄金练了之后 到底会怎么样 若是没有坏处的话 他完全可以直接使用 连练都不需要去练 只要把血脉命神经 按照玄黄金的方法 逆转就可以了 顾清成和明月离开之后 韩森就在核心领域内 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练习心中灵犀 能不能重创杀来 十有八九 就要指望这一门基因术了 还有 轰天六破 韩森也加上了研究 轰天六破 爆破力量也很猛 不过是范围性的 没有心有灵犀的穿透力那么强 但也算最韩森手中 比较强的基因术之一了 事情似乎没有那么顺利 韩森等了四天 顾清成和明月 才再次回到了核心领域 东西已经交给了白先生 他说 需要一些时间研究 半个月后 才能够给你答复 顾清成到 半个月嘛 韩森不由地微微摇头 距离残肢战 就只剩下不到三天时间 半个月才能够拿到 白先生的结果 这次的残肢战 肯定是用不上了 不过韩森员 也没有打算用血脉命神经 所以也没有太过失望 又向顾清成了解了 日食星和震天宫内的情况 韩森又练习了 两天时间的基因术 这才离开了核心领域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黎可尔看到 韩森 常常松了一口气 距离残肢战 已经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了 韩森要是再不回来 那就真的麻烦了 那朋友 一直没有进入核心领域 我等了几天才见到他 韩森说道 结果怎么样 黎可尔问道 白跑了一趟 时间太短了 他也想不到办法 韩森无奈地说道 黎可尔说道 让王级九重战胜神话强者的办法 就算是时间长 也没用 根本不可能做到 除非能够使用一宝 才有那么一丝可能性 偏偏这次的残肢战 又禁止使用一宝 明摆着要送那个沙莱第一 韩森想想 也对 太上族这样的决定 确实是有送沙莱一个第一的嫌疑 这个沙莱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要送他一个第一 韩森看着黎可尔问道 时间不多了 我们得赶去谈谷参加残肢战 边走边说吧 黎可尔说着 就已经快步离开了绿洲 路上 黎可尔又告诉了 韩森一些关于沙莱的事情 因为沙莱是天生神话 又拥有实假天赋 只要运气不是太坏 资源又足够的话 将来很可能晋升至真神级 最重要的是 与沙莱签订契约的 是太上族这一代的大师兄 传说他的天赋非常惊人 太上族似乎有意着重培养他 作为将来打入基因神殿的资本 所以连带着他的残 也受到了一些照顾 太上族也想打入基因神殿吗 基因神殿内到底有什么 韩森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我们太上族曾经有过强者 打入基因神殿 也剩下了一些与基因神殿有关的信息 不过那些信息说的都很模糊 似乎是希望我们 能够打入基因神殿 而且好像还有一些求救的意味在里面 李可尔说道 不是说打入基因神殿 就可以成就神灵吗 怎么还会有求救这么一说 韩森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 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答案 李可尔说道 第2672章 残之战开启 坛古是天外天的一个巨型盆地 整个盆地犹如一个巨大的坛子 四周都是刀刃高山 内中地形复杂 每一次的残之战 都是在坛古之中举行 李可尔和韩森赶到坛古的时候 残之战已经快要开始了 玲珑看到他们两个过来 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韩森参战输了 还好 若是连参战都不敢 恐怕那些太上族的大佬 更加会看他不顺眼 时间已经到了 其他11个残都已经进入了坛古 玲珑也没有时间多问 就让韩森进入了坛古之内 韩森进入坛古的一刹那 巨大如同一个星辰般的坛古 就被结界笼罩 里面的战斗不会波及出来 但结界不会阻止空间瞬移 和生物的身体 若是瞬移出结界的范围 那就视为自动认输 残之战开始 不过来此观战的太上族 却并不多 除了十二只残的主人之外 坛古之外 几乎看不到其他的太上族 修炼太上感应片的太上族 对于这样的战斗 根本不感兴趣 而一般的太上族 有太多的方法 可以在任何地方观看这一战 根本不需要亲身到坛古而来 只有玲珑他们这些残的主人 才需要近距离观战 以体悟残的战斗经验 终于开始了 现在其他的十一个残 遇上韩森的话 想必都会尽全力一战吧 李雪城看着屏幕上影像 嘿嘿笑道 那是自然 我们把韩森这个亡击九重 捧成了杀来之下的第一强者 那些半步神话级的残 怎么可能会服气 就算明知道是我们有心为之 也免不了会起争强好胜之心吧 李玉珍眯着眼睛说道 说不定韩森连杀来都见不到 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李雪城认同地点头道 韩森进入坛谷之后 也没有急着去找其他的残 慢慢地沿着高低起伏的山式飞行 坛谷虽然有一个星球那么大 可是对于半步神话和神话强者来说 这么大的范围真的不算很大 想要找到对方也不是难事 突然 韩森感觉前方传来了恐怖的力量波动 明显是有人已经开始战斗了 这力量难道是御膳心 韩森感觉到那力量之后 顿时觉得有些熟悉 向着战斗传来的方向快速移动而去 那地方距离他不远 韩森很快就来到了战场边缘 果然看到御膳心和一个黄鸡族的半步神话 各站在一座山峰之上 遥遥相望 两人虽然都站在那里没有动作 只是他们身上溢出的力量波动 已经令四周的山体不断地崩塌 韩森认得御膳心的对手 根据资料所说 那个叫格鲁的黄鸡族 虽然不是如今的白黄一脉 可是黄体之强 却不在任何一位皇子皇女之下 拥有九甲天赋 个人战斗十分强大 擅长的冰刃是剑 此时的格鲁目光沉静 手中握着一柄钢铁大剑 身上的剑翼冲销 剑未动 剑翼却已经几乎要冲破 云霄披向御膳心 韩森微微皱眉 格鲁的剑翼之强 竟然不会比他弱太多 也已经初步达到了神话级的水准 在半步神话级 就能够拥有这般强大的剑翼 可见格鲁确实是极为强大的半步神话 难怪会有太上族选择他作为残 御膳心身上的气息 却让人极为的捉摸不定 时而狂暴似火 时而柔弱如水 完全让人看不透 他到底是怎样的力量 正好接着这一战 看一看御膳心到底有多强 他的饥饿倒又是怎么一回事 韩森站在一旁观战 没有继续进入战场 御膳心 早就听说 你号称神话之下第一强 今日我格鲁 就领教领教你的饥饿道 格鲁之所以看御膳心不顺眼 那是因为他们黄极族 明明是宇宙第三上族 可是黄极族的半步神话 却一直被认为 不如震天宫的御膳心 如今有残之战的机会 他正好借机与御膳心一战 所以一早就找上了御膳心 那些言论 都只是旁人的吹捧而已 当不得真 与谷中的诸位相比 在下的能力远远不足 御膳心淡淡地笑道 哼 站过再说 格鲁却没有打算 这么放过御膳心 身上剑一大作 手中钢铁巨剑 带着惊天剑芒 向着御膳心狂斩而去 残之战不许使用一宝 那柄钢铁大剑 应该就是格鲁的精英武装 此时一剑斩出 那气势之强 连韩森都微微有些吃惊 这一剑的剑法和意境之强 不在他之下 不过韩森并不认为 这样的一剑 就能够打败御膳心 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御膳心 看他要如何应付这一剑 御膳心站在那里 却是一动不动 当那剑光落下去的一刹那 御膳心双手伸出 似是想要夹住那道剑光 那道剑光还真的被他双手夹住 可是剑光的力量实在太强 御膳心双手夹着剑光 身体却被剑光推着不断地后退 碰 御膳心竟然就那样 撞出了弹鼓的结界 就此输掉了残之战 残之战没有固定的规则 只有一个准则 谁先离开弹鼓 谁的排名就会比较靠后 现在御膳心第一个被斩出弹鼓 那肯定只能排在第十二名了 韩森微微一正 御膳心到底在搞什么 格鲁虽然很强 可是御膳心绝不会比他弱才对 怎么一剑就被劈了出去 肯定是他故意的 他还真是舍得 就算不拿第一 拿个前五名也有大量的资源可拿 他竟然直接就放弃了 格鲁显然也不相信御膳心这么弱 这一剑就被他劈出了结界 可是御膳心人已经出了弹鼓 他也不可能再追出去 于是目光一转 落在了韩森身上 既然御膳心如此胆小 不敢与我一战 你既然与他一样都是来自 镇天宫 那就由你来与我一战吧 格鲁的目光锁定在了韩森身上 韩森实在没有想到 变化竟然会来得这么快 他不仅什么都没有看到 还变成了格鲁的对手 不过韩森也没有退缩的打算 虽然只要不离开弹鼓 他可以战略性地撤退 可是韩森没有选择撤退 而是把咒语双枪召唤了出来 第2673章 剑星领域 看到韩森终于要出手了 关注着这一战的太上族 顿时精神一阵 虽然诸多大佬 对于韩森夺得残之战的第一名 已经不抱希望 不过说不定韩森 不使用一宝的时候 战斗力一样逆天呢 终究还有那么一线希望 格鲁的实力 在12个残当中 算是中等 正好可以作为韩森的试金石 让其他的残 能够更清楚地了解 韩森的实力 李玉珍看着影像 神色宁生地说道 李雪城却有些紧张 只要不是韩森拿到第一名 其他谁拿第一名都行 这次我们玩得有点太大了 天启长老前几天 突然拿出天启宝珠 作为赌注 买了韩森 获得残之战的第一名 这有些太古怪了 天启长老明知道 这一次的残之战 不能使用一宝 他为什么还会赌韩森赢呢 万一我们赢了 这可真的是倾家荡产 也赔不起了 你放心 谁买他赢都没用 韩森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是杀来的对手 李玉珍像是在对自己说 又像是在对李雪城说 天启长老在这种事情 在韩森身上压了重主 让他们确实感觉很不安 而此时的天启长老 则正笑眯眯地 看着韩森与格鲁的这一战 旁边另外一位太上族长老李奇遇 却万分不解地 看着天启长老说道 什么 你把天启宝珠作为赌注 压给了李雪城 买韩森 获得残之战的第一名 你不知道这一战杀来 不动声色地说道 知道你还这样玩 那不是给那李雪城和李玉珍送宝贝吗 齐玉长老更加不解地 看着天启长老 天启长老笑了笑说道 你知道 我一直想要李玉珍父亲的那颗妖龙珠 可是他却神弱珍宝 一直不肯给我 所以我就只能想点别的办法 如果这一次李玉珍他们输了 天启宝珠李玉珍赔得起吗 他赔不起 就只能找他家的老头子出面 妖龙珠就有希望了 可是有沙来在 他们怎么可能会输呢 齐玉长老完全无法理解 天启长老的脑回路 如果沙来不行了呢 天启长老笑眯眯地说道 不行了 什么意思啊 齐玉长老越听越糊涂 天启长老嘿嘿一笑 之前 沙来不是去了一趟魔子湖 在魔子湖那里猎杀一种吗 我当时正好有事 也去了一趟魔子湖 而且恰巧看到沙来在魔子湖 得到了一个好东西 魔子湖能有什么好东西 齐玉长老思索着 突然眼睛一亮 师生叫道 难道是魔子果 天启长老点头笑道 我亲眼看到沙来得到的魔子果 而且还亲眼看着他 吞下了魔子果 齐玉长老 吃惊地看向影像中的弹骨 在里面寻找沙来的身影的 边看边说道 那岂不是说 沙来现在应该 已经从神话级降落了下来 当然 魔子果那等反物质世界的奇珍 就算是先天神话 也无法抵挡 沙来从神话 直接跌落到了王级 虽然魔子果的魔胎化神 有着神奇的作用 沙来虽然跌落到了王级 不过他的资质 却提升了一个档次 原本他已经是十甲天赋 得了魔子果之后 牺牲了神话之神 又获得了一甲天赋 这样的十一甲天赋 虽然是伪十一甲 不过也已经很难得了 大宇宙之中 恐怕也再难找出几个了 顿了顿 天启长老又说道 魔胎化神之后 杀来短时间内 应该不可能重回神话 这一次的残之战 韩森赢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竟然有这种事 你怎么不早说 早知道如此 我也应该多下点赌注 让李玉珍和李雪成 那两个魂小子多哭会 天启长老却摇摇头说道 我这也是在赌 虽然杀来跌出了神话 可他毕竟 还拥有神话级的意识 韩森能不能赢他 还不一定 更何况其他 那些残疑非弱者 好在玉珍星自己退出了残之战 否则韩森能够获得 第一名的几率更低 齐玉想了想 觉得天启长老说的也有理 虽然杀来跌出了神话 韩森却也未必 能够稳拿第一 天启是想赌一把 他却没有赌的必要 格鲁的剑一惊天 手中钢铁大剑似是先前 斩向玉扇星一般 一剑向着韩森斩了过去 韩森自己面对这一剑的时候 才知道 这一剑有多少的恐怖 这一剑的意境 如刀劈星河 连星河都要被这一剑展开 更何况是血肉之躯 玉扇星竟然能够用 一双肉掌 加住这一剑的剑光 身体素质之强 恐怕不会比我差多少 韩森越想越觉得 玉扇星这家伙 有点恐怖 心中虽然别有所思 可是韩森的身体 却没有停顿 身形一闪而逝 那剑光顿时斩在了空处 所用正是神游术的 顺移之法 可是韩森才刚刚 顺移到了另外一边 那格鲁的剑光 竟然紧接着斩了过来 韩森再次顺移离开 可是还是被格鲁的剑光 追了上来 连续几次顺移 都没有能够摆脱 格鲁的剑光追击 奇怪 他怎么能够 预判我的顺移落点 韩森心中有些疑惑 他的神游术 虽然还没有练到 星空大挪移的地位 可是短距离的顺移 却已经练得非常好 几乎是心念所致 就可以达至某处 格鲁在他顺移的时候 竟然能够跟上来 只此一点 就已经可以说明 此人之强 不过因为格鲁的资料比较少 韩森也不知道 他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 心中微微有些疑惑 怎么会这样 格鲁竟然能够判断 神游术的落点 李可尔也是一脸的惊讶之色 玲珑皱眉看了一会儿说道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 格鲁并不能判断出 韩森的顺移落点 之所以 能够立刻追踪到韩森 那是因为他的领域力量 领域力量 格鲁的领域 不是剑制领域吗 李可尔回忆了一下 格鲁的资料中所写 他拥有的领域 是剑系领域 黄体也是剑系的黄体 好像都是剑道增强有关 剑系是没有错 不过应该是很特殊的剑系领域 玲珑说道 韩森连续使用顺移 却始终没有摆脱格鲁的剑光 索性直接顺移到远处 与格鲁拉开了一段很长的距离 格鲁这一次 没有能够及时地追上来 韩森顿时明白 格鲁是真的能够判断出 他的顺移落点 而不是剑光的自动追踪 否则就算他顺移的再远 剑光也会追上来 才对 好厉害的领域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韩森看着格鲁问道 他也看出来了 应该是格鲁的领域 力量起的作用 剑星领域 心之所至 进阶为剑 在我的心剑之下 任你如何变幻移动 也皆在我的心中 在我的领域之中 没有任何目标 能够逃脱我的剑星 锁定 哪怕是隐身 或者化物 也会被我一眼看穿 格鲁淡淡地说道 第2674章 一枪之威 能够成为残的家伙 果然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韩森原本还想 多看几眼格鲁的剑法 现在却不得不 直接出手了 韩森手指微动 咒语双枪的枪膛 就愤怒咆哮 一颗颗子弹 连续射击出去 格鲁手中的钢铁大剑 闪烁不定 如疾风过细 硬生生把一颗颗子弹 都切开了两半 竟然没有一颗子弹 能够逃过剑光的切割 一柄看似沉重的钢铁大剑 竟然被格鲁五的快弱闪电 当真是好剑法 韩森不由地赞叹道 格鲁的剑法 虽然不似孤竹的剑法 那般有灵性 可是他却胜在一个吻字 一朝一世 都练得炉火纯青 虽然没有出人意料之处 却能够把一套剑法的优点 发挥到极致 这是剑法之中的王道 以弱胜强 以下克上 这些都是弱势一方 才会采取的策略 堂堂正正 以绝对的实力碾压对手 不给对手任何机会 让对手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性 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格鲁说道 算不上好剑法 我五岁开始练剑 三十岁剑法 依然不得其门 族人接到我 愚钝 不适合练剑 但是我深居见到黄铁 不练剑 就是浪费了 如此 才只好一直练了下去 到如今四十六年 剑法依然不得要领 只是勉强临摹前人的剑法 当不得一个好字 若真能做到学以致用四个字 那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当时未必就有几人 能够做到 韩森知道 要把一门剑法 真正运用到极致 并不比开创新剑法容易 开创新剑法 可能只是灵光一闪的运气 可是真正能够把一门剑 做到放在任何环境下 都可以运用得当 这却需要无数的磨练和经验 非大 毅力者不可为 两人虽然是在说话 可是手中却为停顿半分 剑光枪火 不时发现激烈的碰撞 韩森的子弹 皆被斩落 而格鲁的剑光 也未能碰到韩森 想不到 这个格鲁还有些本事 这剑法当真不错 就算是放在我太上族内 这样的剑法 也是一等一的 李雪城孝道 李玉珍微微点头 格鲁大气晚成 虽然没有 天马行空的灵性 却有经世事魔力的沉稳 若非实力远胜于他 几乎不可能破他之剑 黄极族 有此一人 若是用于守夜 根基 必定稳如磐石 韩森的第一战 就对上格鲁 倒是 我们的运道 以格鲁的沉稳 必然能够把压榨出 韩森的所有实力 就算格鲁败了 其他那些惨 也能够对韩森的实力 了若执掌 李雪城心情好了不少 在弹鼓之中 一个失守人身 一头金发的汉子 正远远地看着 韩森与格鲁的这一战 看起来 这个韩森 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强吗 不使用一宝 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一个魅狐足的女子 笑淫淫地 来到了沙莱的旁边说道 沙莱却正容说道 格鲁的剑法是王道之剑 韩森能够与其争锋 而不露半分破绽 只此一点 就可知他的确厉害 就算是我以王极九重之身 也不敢说 能够与半部神话的 格鲁分庭抗礼 不辣破绽 魅狐足女子笑道 你只是等级从神话 跌落到了王极 怎么胆子 也变得这么小了 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 沙莱哪里去了 竟然连一个王极九重的韩森 都让你如此慎重对待 沙莱深系失心异族的命运 自然要适事 谨慎 我可以拜 但是却不能拜给自己的轻狂和无知 沙莱淡淡地说道 魅狐足女子眼眸一转 看着沙莱说道 说得也是 那你觉得韩森的实力 到底如何 她能不能赢格鲁 格鲁很强 但是赢的会是韩森 沙莱道 既然格鲁很强 为什么赢的是韩森呢 魅狐足女子饶有兴趣地问道 成也吻 败也吻 沙莱只说了六个字 便不再多说 那么你呢 现在的你和韩森 谁更强 魅狐足女子眼睛盯着沙莱 好像要看穿她的心思一般 沙莱神色不动 没有战过 谁也不知道 结果 战场之上 韩森已经和格鲁战斗了近千招 却依然没有能够找到破绽 击败格鲁 韩森不得不承认 格鲁这个人 真是太稳了 韩森很是怀疑 自己 如果就这么和他战斗下去 迟到他 老死 也不可能发现他的破绽 想在招数上面打败格鲁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招数不行 那就只能来硬的了 韩森瞬移出去 快速拉开了与格鲁之间的距离 格鲁 你的剑法 我很佩服 不过终究还是要奋出个胜负 所以只好对不住了 韩森把咒字枪举了起来 对着格鲁说道 有什么本事 尽管使出来 格鲁手握钢铁大剑 面容沉浸似水 似是天崩地裂 都不足以令他动容 即便是站在黄极族 敌对者的角度上来说 韩森也不由地赞叹 这格鲁确实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将来他若 能够在黄极族执掌大权 必然能够令黄极族 固若金汤 可惜 如今的黄极族 是白黄一脉掌权 只怕格鲁没什么机会了 韩森想着 就把咒字枪对准了格鲁 直接扣动扳机 砰 一发子弹 带着恐怖的破空声 向着格鲁轰击而去 格鲁神色一宁 原本是单手握剑 此时却陡然间 双手一起握住钢铁大剑 大喝一声 钢铁大剑举过头顶 狠狠地向着那颗子弹 劈了下去 惊天剑光劈 在那颗小小的子弹之上 顿时被子弹劈开 不过这一次 却不是劈成两半 那颗子弹 竟然爆炸开来 哄 如同氢弹爆炸一般 一轮太阳式的光辉 瞬间爆开 把格鲁连通大片的区域 都笼罩了进去 等那恐怖的爆炸过后 只见山区之中 被硬生生炸出了一个大坑 而格鲁全身是血的 倒在坑中 四肢都被炸断 身上也到处都是伤痕 好恐怖的力量 观战者皆是一惊 亡极九重的韩森 竟然以纯粹的力量 压倒性地击败了 半部神话级的格鲁 实在让人有些吃惊 第2675章 以一敌四 魅狐族女子叹气道 你说的没错 格鲁够稳 可是却缺乏以弱胜强 以下课上的能力 他的力量强大之时 没有人能够击败他 可是当遇上 比他更加强大的对手之时 他同样也找不到 以弱胜强的方法 看来韩森的力量之强 还在我的预计之上 就算我现在是半部神话 恐怕也难在力量上压制他 沙莱思索着说道 韩森看着倒在血泊之中 却没有死去的格鲁 羽子枪就准备要再补上一枪 他与黄极族已经视如水火 若是格鲁此人 将来被黄极族重用 必然会是他的一个大麻烦 不如趁这个机会除掉得好 可是 韩森这一枪还没有出手 就见一道人影 出现在重伤的格鲁身边 看了韩森一眼 抓着格鲁一闪而逝 直接瞬移离开了坛古的战场 韩森不用猜 也知道 带格鲁离开的那个太上族 应该就是与格鲁签订契约的太上族 无疑 可惜 韩森心中暗道 韩森果然名不虚传 能够以一枪之力 把格鲁伤到那种地步 我们 自愧不如 只见一个身影 扶长走了过来 韩森转眼看去 见来的不只是一个 在他后面 还有另外三个身影 几位想干什么 韩森看着那四人问道 他在资料上 见过这四个家伙 为首的那个 也是黄极族 另外三个当中 有一个是黄极族 还有两个 是来自于其他种族 能够被挑选成为残的家伙 自然不会是简单人物 你很强 可是我们又想取得一个好的名次 所以 我们只好请你先离开坦谷 为首的黄极族说道 说着 四个残 已经把韩森围了起来 坦谷之战 并不禁止围殴 并没有必须一对一决斗的规定 若只是决斗的话 打擂台就是了 也不用让十二个残供去坦谷 太上族 想要感悟的 不只是他们的武道经验 还是有他们的 思想变化 从而可以分辨利弊 知道那些才是真正 对自己有利的 你是自己走呢 还是让我们送你走呢 一个螳螂人 看着韩森冷声说道 韩森笑了笑 你们是想要 以多欺少吗 韩森 你不会这么天真的以为 我们会一个个 和你单打独斗吧 螳螂人有些轻蔑地说道 他和韩森同属于小族 连上族都不是 可是韩森 却早已经在宇宙中 享有圣名 即便是到了太上族之中 也备受重视 螳螂人的出身 和韩森差不多 却一直默默无闻 所以觉得 韩森格外的碍眼 那倒不是 我只是 好心提醒你们 如果你们 想要以多欺少的话 只有你们四个 恐怕不够 应该再多找几个来 韩森淡淡地说道 够狂 那就让我们看看 你有没有狂的资本 螳螂人冷哼一声 一对紫红色的螳螂臂 瞬间撕裂了虚空 向着韩森身上 斩去 螳螂人 竟然拥有空间系的力量 螳螂臂所过之处 虚空处 都留下了一道长痕 韩森 身形后退 可是却突然感觉 身处的空间 好像被拉长了一样 他感觉上 自己移动了 近千米的距离 可是与螳螂臂的距离 却完全没有拉开 韩森微微皱眉 目光邪望 只见一个太上族身上 正在释放出 诡异的领域力量 想来就是他的领域力量 在作祟 当 螳螂臂已经斩了下来 韩森只能用自己的咒语 双枪挡住了那对螳螂臂 原本以韩森的力量 不难震开螳螂臂 可是枪臂相交 韩森却感觉一股距离袭来 竟然把他震得后退了 竖步 双手酸痛得厉害 差点把握不住咒语双枪 韩森目光转动 见那螳螂臂上 犯着一种奇异的黄金光泽 这种黄金光泽 在四个半步神话强者的身上 都一样存在着 其中一个黄金族身上的 黄金光泽特别强烈 明显 这就是他的领域力量 没等韩森有所反应 一支剑向他射了过去 那是一个爱之族的半步神话 爱之族都是天生的弓箭手 剑法出神入化 韩森以异敌似 顿时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这四个半步神话的力量各有特点 螳螂人是罕见的空间系力量 一对螳螂臂能够撕裂虚空 几乎无间不摧 两个黄金族 一个拥有控制空间的领域 一个拥有加持强化肉体的领域 限制了韩森的移动距离 同时增强了他们的身体力量和强度 而爱之族的弓箭手不仅剑法惊人 一直不停地远程骚扰 压迫韩森 他的领域竟然还可以为四人增强速度 因为空间有时被拉伸 有时候被缩短 韩森原本熟悉的距离感 顿时被打破 原本可以躲开的攻击 现在却没有办法躲开 原本能够攻击到对手的距离 被伸长了之后 却碰不到对手分毫 韩森虽然很强 不过其他的残 也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一一敌四 就算是我太上族 恐怕也难做到 更何况是一个韩森 李玉珍冷眼说道 李可尔和玲珑 却并没有太过担心 因为他们 能够感知到韩森的内心 看起来 韩森好像举步为奸 被彻底压制住了 可是他们却感觉得到 韩森内心古井无波 充斥着强大的自信 虽然他们 还是没有搞清楚 韩森这种自信的来源是什么 不过却知道 韩森的情况 并不像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凶险 一只剑擦着韩森的脸颊 射了过去 剑光从韩森的腰间划过 螳螂臂与咒语双枪撞击 令韩森的身体 被撞得后退了数百米 韩森几乎每分每秒 都在与危险擦身而过 似乎只要螳螂人 他们再努力一点点 就可以把韩森斩于刀下 可就是偏偏就差那么一点点 韩森在重重领域 和刀光剑影之下 左之右挡 硬生生挡住了四人的攻势 开始的时候 四个人还占据了上风 像是压制住了韩森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惊骇地发现 他们对于韩森的压制力 越来越弱 到了后来 韩森以一敌四 竟然已经可以有攻有守 这家伙的战斗天赋 实在太可怕了 魅虎族女人 惊奇地看着战斗中的韩森 那四个残忠的任意一个 都不会比他弱 可是韩森以一敌四 竟然渐渐稳住了局面 而他还只是一个亡极九重 第2676章 隔山打螳螂 以前只听说 金族的思维能力强大 没想到如今连身体能力 也已经如此恐怖了 魅虎女人惊叹道 也不全然是身体能力 身体只是一部分 但它不是无脑用身体战斗的那种生物 沙莱说道 你现在还有信心战上它吗 魅虎族的女人 饶有兴趣地看着沙莱问道 我不会输 也不能输 沙莱神色不变 淡淡地说道 战斗中的四个半部神话 此时却有些心惊肉条 他们四个围攻韩森 不但没有能够将其打扮 反而渐渐被韩森搬回了劣势 他们都是半部神话中的顶尖强者 各有各的独特能力 若是平时 他们一对一 也未必会输给任何一个半部神话 可是现在四对一 却压制不住一个亡极九重 心中的震惊可想而知 玲珑和李可尔的神色 则有些怪异 他们能够感受到韩森的强大 也能够亲身体验那种战斗的感觉 可问题是 韩森并非是那种 用各种基因术 或者身体战斗的类型 他的战斗更像是在下棋 规则人人都会 就算看着他下棋 了解他的下棋思路 但那也只是一种学习而已 想要真正自己在下棋的时候 把学到的东西用出来 那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还是得自己去练习 这样的战斗方法 倒是和我们的太上感应篇 有些相似 不过韩森应该 只学过天之下刀法吧 他连完整的 无字天书都没有学过 竟然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他的天赋实在有些可怕 李可尔说道 玲珑微微点头 有些欣喜地说道 这倒也是好事 对于我们实际运用 太上感应篇很有帮助 这是其他残所无法做到的 碰 一发子弹 打在螳螂壁之上 轰天六魄爆炸出的恐怖力量 直接把螳螂人炸飞了出去 连他身上的甲鞘 都给炸得满是裂纹 鲜血从中喷剑而出 四人的联手 顿时出现了破绽 韩森终于找到机会 拉开了距离 手中咒语双枪 肆无忌惮地射击 刚才韩森和他们的距离太近 怕轰天六魄的力量 把自己一气给炸了 所以 一直没有把轰天六魄 附加于子弹之上 现在拉开了距离 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 子弹横行 恐怖的力量炸开 把 四个半部神话炸的爆头数窜 哪里还有机会再接近韩森 而且附加了轰天六魄力量的子弹 他们根本不敢应接 也不敢再练战 一个比一个逃得快 想要冲出韩森的攻击范围 韩森也没有追赶 等他们逃远了之后 直接双手一合 把咒语双枪合二为一 化为了狙击枪模式 韩森端起了枪 对准了螳螂人 直接扣下了扳机 碰 一颗子弹瞬间划过虚空 螳螂人感受到了那颗子弹中 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也不敢再用螳螂臂去挡 之前 他可以用螳螂臂 与韩森的力量对抗 那是因为 有黄极族的领域加持 现在他们四散飞逃 自然没有了领域力量的加持 哪里还敢和韩森硬拼 背后的螳螂翼一阵 螳螂人刹那间 横溢出去上千米 原本以为已经躲开了那颗子弹 可是谁知道 那颗子弹 竟然也跟着一个拐弯 继续追了上来 而且速度变得更快 螳螂人脸色大变 身法快速变换 可是无论它怎么变换 那颗子弹 都像是拥有追踪器一般 一直追着它不放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眼看就要追上螳螂人了 螳螂人一咬牙 飞身落在了一座山峰的后面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山壁 碰 子弹射穿了山壁 却没有爆炸 瞬间来到了螳螂人面前 螳螂人原本以为 自己要对抗爆炸的力量 谁知道子弹 竟然穿透了过来 顿时大吃一惊 来不及多想 螳螂人把自己 最坚硬的一双螳螂壁 交叉着叠在面前 爆发出恐怖的空间力量 一起斩向了子弹 碰 那坚硬无比的螳螂壁 被子弹直接贯穿 恐怖的力量 由自不止 依然向前射进了 螳螂人的额头 直接把他的脑袋打爆 看着螳螂人轰然倒地 其他的残河观战者 都是心中感觉一阵惊悚 螳螂人也是万中无一的 强大半部神话 竟然在尽全力逃命的情况下 还是被韩森一枪击毙 那一枪的力量之强和诡异 简直骇人听闻 他那到底是什么基因武装 怎么如此诡异强好 隔着山峰和螳螂壁 竟然还是把螳螂人击毙了 李雪城皱眉道 再强也没用 比起神话还是差了许多 李玉珍脸色难看地说道 天启长老却是笑道 如此力量 已经很接近神话级了 想要打赢以前的杀来 不太可能 不过队上 已经跌落到了王级的杀来 韩森这样的力量 胜算还是很大的 众人都被韩森那恐怖的一枪所震慑 三个半部神话 更是跑得飞快 生怕再被韩森给自己来上那么一枪 实际上 韩森已经没有余力 再开第二枪 只是试用了一下心有灵犀的力量 就一下子把韩森身体内的力量 全部抽干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余力再开第二枪 猎杀突变王级一种猎空螳螂 获得突变猎空螳螂兽魂 发现突变一种基因 我只是刚刚入门 心有灵犀已经有如此威力 可惜 这门基因术的消耗太严重 使用一次就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才有可能使用第二次心有灵犀 韩森虽然听到了获得兽魂的声音 却不敢去想 以免被玲珑和李可尔所窥视 猎空螳螂的尸体 被一个太上族的女子带走 韩森也没有机会去挖一种基因 有了这一枪的震慑 相信其他的残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了吧 韩森心中正想着 却突然看到一个身影 向这边走了过来 莎莱 李可尔和玲珑看到那个身影 都是心中一惊 他们自然很清楚 韩森现在的身体已经透支了 需要时间恢复 根本没有办法继续战斗 莎莱 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 韩森也看到了莎莱 但他只是笑了笑说道 这么快 就忍不住要与我一战了吗 你需要多长时间休息 才能够完全恢复 莎莱看着韩森问道 十个小时 韩森答道 好 这十个小时 你可以安心休息 若有谁来犯 我自会解决 莎莱在旁边的山石上坐了一下来 金发 方脸 身材雄壮 看起来极具气势 第2677章 莎莱 好一个熊豪的汉子 韩森心中也忍不住赞了一声 也不宜有他 就在旁边坐了下来 运转基因物语 恢复损失的力量 心有灵犀 一击之下 全身力量耗尽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恢复 韩森之所以尝试心有灵犀 那是因为 他有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力量 并不需要等待太久 就可以继续战斗 不过既然莎莱愿意等他 自然没有必要使用那么激烈的手段 那逃跑的三个半部神话 这才知道 韩森的力量已经消耗尽了 有些后悔 刚才没有回头与韩森一战 与那三个半部神话签订契约的太上族 都忍不住微微摇头 太上族挑选蚕 一看天赋 二看能力 三看星星 只是这星星平时很难看出来 往往只有生死关头才会显现 若是在蚕之战中 表现出了比较差的星星 甚至有可能会被太上族抛弃 这也是蚕之战的作用之一 格鲁虽然败了 可是与他签订契约的太上族 却对他的星星很满意 并不会放弃他 可是螳螂人和这三位 显然已经到了被抛弃的边缘 当然 这只是一时的表现 若是他们之后 再有其他初衷的表现 也许还可以挽回局面 只有生死的螳螂人 已经没有机会了 哟 沙莱在这里 其他的蚕都不敢靠近 韩森一直在运转基因物与 恢复自身的力量 似是对身外之物一无所绝 沙莱 为何不动手 魅狐足的女人 来到了沙莱身旁 看着正在运转基因术的韩森说道 我来天外天 是为了修行 而不是为了杀生 沙莱淡淡地说道 你不要忘记了 你现在已经跌落半部神话 以他刚才展现出的力量 若是等他完全恢复 你未必一定能赢 难道你愿意放弃 那一套太阳神套装吗 女人眨着眼睛说道 沙莱沉默不语 女人便又说道 你若不想动手 那便由我来动手 说着 女人就向韩森走去 五指之上 闪烁起了奇异的光弧 我说过 这十个小时会护他周全 你若再往前走一步 便是我的生死之敌 沙莱开口说道 你会后悔的 在大宇宙之中生存 本就是弱肉强食 你这样的新兴作为 不足以支撑 异族盛世 女人道 也许吧 沙莱并不争辩 见沙莱无动于衷 女人的眼睛一转 却娇笑了起来 沙莱啊 沙莱 你自己吃了魔子果 跌落到了半部神话 未必是韩森的对手 却还如此骄傲 恐怕整个大宇宙之中 也找不出 几个四你这等骄傲的家伙了 他这话说得四包四变 可是声音却不大不小地传了出去 原本还不知道 沙莱吃了魔子果的残和太上族 这时候听了都是一愣 沙莱他吃了魔子果 李玉珍和李雪成的脸色 顿时变得很难看 神话级的沙莱 自然是残之战中无敌的存在 可是如果他真的吃了魔子果 跌落到了半部神话 那就未必一定吻赢了 难怪天启长老 竟然会压上了天启宝珠 他一定早就知道 沙莱吃了魔子果 跌落到了半部神话的事情 李雪成咬牙切齿 指着影像内的沙莱 叫道 这个蠢货 既然已经跌落到了半部神话 还在那里骄傲个什么 还不趁韩森虚弱之时干掉他 现在李雪成真恨不能 自己上去抓着沙莱的手 帮他干掉韩森 李玉珍的脸色 也是一会儿清一会儿白 显然内心的波动也很强烈 他们两个被沙莱气得几乎吐血 玲珑和李可尔 却是高兴得很 沙莱既然已经不是神话 那韩森能够赢的几率 就大得多了 不似先前那般绝望 沙莱是不是神话 只能影响场外人的心情 可是对于唐谷中的残来说 那可是真正关系 到他们名次的重要消息 唐谷内的山脚处 一个太上族的男人 微微眯起了眼睛 沙莱竟然吃了模子果 跌落到了半部神话 原本以为没有希望争取第一 现在看来倒是有了一线机会 心念一动 太上族男人刹那间瞬移出去 片刻间出现在了 唐谷的另外一边 那里有着三个半部神话级的残 正是之前和韩森交过手的 那三位 莫方 三人见到太上族的男人 都是心中一惊 都警惕地凝聚了自己的力量 十二残当中 除了沙莱和韩森之外 最要数莫方最为出名 有些残对于莫方的畏惧 还在韩森和沙莱之上 虽然莫方也只是半部神话 可他毕竟是太上族 与一般的残不可同日而语 三位不必担心 我此来是要与三位合作 并无战斗之意 莫方微笑着说道 合作 你的意思是指沙莱 一个黄极族听了莫方的话 立刻反应了过来 莫方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魅狐族的女人 说出沙莱已经跌落 半部神话的时候来了 很明显可以猜出来 他想干什么 不错 沙莱若是神话 我等一点机会也没有 但他现在只是半部神话 那么我们联手 就可以把他横扫出局 顺便还可以把那虚弱的韩森 一起解决 莫方说道 打败了沙莱 我们的实力 也不足以拿到第一 好处都被你拿了 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帮你而去冒险 爱之族的射手 看着莫方问道 恕我直言 以你们的实力 在这弹鼓之中 应该算是最底层 若是正常情况下 除了已经退赛的那几位 你们恐怕要排在最后 若是你们肯住我 事成之后 我们继续合作 把其他的残都踢出弹鼓 我得第一 后面的二三四位 自然是属于你们的 莫方说道 此言当真 三人皆是大喜过望 他们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联合起来 也是因为知道自身的战斗实力 比较弱的关系 我太上族的人 何曾有过言而无信 莫方傲然说道 好 我们干了 两个黄极族的半部神话 对望了一眼 其中一位对莫方说道 若是其他的残来寻求合作 他们还会有所犹豫 莫方的身份毕竟不同 虽然他也是残 同时也是太上族的一份子 在这太上族之内 与他合作是最为稳妥的 第2678章 八俏天子 韩森才刚刚休养了半个多小时 莫方等四人就顺移而来 杀来目光看向莫方 莫方嘴角微微勾起 也看着杀来 只是两人都没有说话 可是对于彼此的想法 已经心知肚明 蝴蝶 你是与我们一起 还是与杀来一道 莫方看向一旁的 媚狐族女人问道 我只是一个弱女子 谁也帮不了 蝴蝶说着 退到了一旁 显然是想要作弊上官两步 相帮 莫方知道 蝴蝶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刚才故意把杀来 已经跌落半部神话的消息 传出去 分明就是起了 坐收鱼翁之力的想法 不过莫方并不在意 蝴蝶 再怎么 狡猾 实力却终究不行 威胁不到她的第一只位 现在她最大的阻碍 还是杀来 杀来 你一定要护着韩森吗 莫方说着 微微示意 其他三人就已经缓缓 围了上去 把杀来围在了中央 护与不护 你都要与我一战不是吗 杀来站起身来 她的身高足有三米有余 看起来极其雄壮 不怒自威 宛若一头金发雄狮 莫方微微一笑 只要你自动退出 我们也可不战 立于大地之上 如此你要小心啊 莫方说着 一指却直接点出 那一拳 之上竟然带着 龙族的破鞋之力 龙族号称诸天第一勇 破鞋之力 是一种把力量压缩 和凝聚的基因术 以点刻面 与韩森的心有灵犀 有点相似 不过 心有灵犀 是一次性爆发所有的力量 而破鞋之力 只是压缩凝聚现有的力量 以前韩森 也研究过龙族的破鞋之力 确实是很可怕的基因术 此时由莫方手中使用出来 力量之强 游在龙族的半步神话之上 虚空之中 好像被那一指刺穿了一个黑洞似的 杀来不闪不避 雄壮的身躯 一步踏前 同时 拳头也挥了出去 在那高速的运动之下 一头金色卷发随风狂舞 宛若一头逆风狂奔的雄狮 哄 指拳之力相撞 恐怖的力量波动 顿时把四周炸得摊陷下去了一大片 杀来纹丝不动 而莫方却后退了十数米 才稳住身形 莫方脸色微微一笑 然后笑道 不愧是先天神话 即便已经跌落到了半步神话 依然有着寻常 生物所无法比拟的身体素质 一身蛮力而已 算不得什么 与太上族的秘传基因术相比 不值一提 杀来不卑不亢地说道 论个人战斗能力 我不是你的对手 可是第一名之位 我却想要 所以只能对不住了 莫方说着 两个黄极族和一个艾芝射手 就同时有了动作 杀来顿时陷入了 韩森曾经经历过的困境当中 而且他现在的处境 比刚才韩森那时候 还要艰难 少了一个螳螂人 多了一个莫方 这中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莫方之强 是螳螂人无法比拟的 而且不知道 是不是错觉 有了莫方的加入之后 他们的配合 变得比之前那一次 更加的顺畅起来 几乎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莫方擅长心灵之术 有他从中指挥 那三个残 几乎如同他的手指 一般控制自如 把四人战阵 发挥到最大的效果 莫莫没有了 绝对力量的压制 这次只怕是危险了 玫瑙看着战场上的莫莫 说道 玫瑙说话之间 莫莫身上 就已经挨了好几机 莫莫出生自小族 族中并无顶级的基因术 除了天赋和等级之外 各种技术方面 都不如韩森 仅有的几种顶级基因术 还是来到天外天之后 才学到的 若说让莫莫硬生生 凭借技巧 在四人的围攻之中 夺回优势 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不是说杀莱的技术 不如韩森 而是他没有 韩森那么多的技巧 可用 受制于两个 黄鸡族和艾之族的领域 所困 杀莱的力量 很难再碰到莫芳他们 宛若一头 被困于笼中的野兽 无论他怎么挣扎 都始终难以冲出牢笼 反而被牢笼外的人 用冰刃刺伤了身体 莫芳食指启动 宛若食柄利刃一般 带着恐怖的神光 不停地交织 在杀莱雄壮的 身体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莫芳在太上族内 有一个外号 名为八俏天子 若是说一个人的心思细密 一般都会说 这人八面玲珑 或者是有一颗 七俏玲珑心 可是莫芳 却是一心多用则心思 极其缜密 所以才会将两个词 综合了一下 起了这么一个八俏天子的外号 别说是指挥区区 三个半部神话 就算是指挥千军万马 莫芳也可以做到 如臂食指 真是强壮的体魄 似乎比同阶的太上族 还要强一些 石甲天赋的先天神话 难得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莫芳见自己的指芒 落在沙莱身上 只能割开她的血肉 在她身上留下一道浅浅的伤口 不由得心中赞叹 李玉珍和李雪成看的心脏 都快要跳出来了 现在已经不是韩森 能不能赢沙莱的问题了 看起来 沙莱现在 就快要支撑得不住了 该死 李雪成的脸色发青 想想沙莱输掉残枝战的后果 她就是一阵头脑 身子都忍不住颤抖了 而之前那些买了韩森 拿到残枝战第一名的太上族 这时候却都高兴了起来 莫芳那小子干得不错嘛 虽然她本身的战力是弱了一点 但是说到指挥 整个太上族的年轻一代之中 也找不出几个比她更强的 好好干 快点把沙莱送出去 莫芳干掉她 然后再被韩森干掉 这剧本 我喜欢 沙莱身上的伤口不断地增加 如果换一个体魄差一些的半部神话 恐怕早就已经支撑不住 可是在沙莱的眼中 却完全看不到一丝退缩和畏惧 那双如同狮子般的眼睛之中 有的只有兴奋 如同野兽一般狂热的兴奋 好像她那伤口中流出来的不是血 而是兴奋剂一样 莫芳暗自皱眉 因为她发现 越来越难以伤到沙莱 只要使用过一次的方法 第二次再使用 就没有办法再伤到她 使得莫芳只能一直不停地变换战阵 自己也一直使用不同的技法 却不知道莫芳为此付出了多少心力 可是就算太上族内 有诸天万族的基因术 莫芳也不可能全部都练过 战斗时间一长 难免就开始不断地重复 只有如此了吗 莎莱眼中闪过失望之色 第2679章 可怕的战斗天赋 很快 观战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莎莱所受的伤越来越少 而且莎莱身上的伤口恢复得却极快 几乎已经快要看不到她身上的伤了 如今 大宇宙的种族都这么强吗 李可尔不由地感叹道 都不是大族出身 甚至连上族都不是 却个个拥有 连一般太上族都无法比拟的天赋和能力 很多观战的太上族 也都是和李可尔一个想法 一般的太上族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 不会比韩森和莎莱更强 不过修炼太上感应片的 太上族却不会比他们弱 道不是说太上感应片修炼了就很强 只是他们的残一旦晋升到高级神话 他们从中所得到的经验 就能够让他们的能力和意境 都有一个值得飞跃 就像玲珑和李可尔 他们现在肯定没有韩森强 同阶的情况下 也不是韩森的对手 可是当他们拥有了韩森晋升神话之后的经验 而他们依然还只是王极 那他们这个王极之强 意境之高 连现在的韩森也比不了 眼看着已经要压制不住杀来 莫芳眼中一芒一闪 原本额头上闭合着的树眼睁开 露出黑白分明的太极阴阳眼 在那眼睛睁开的一刹那 莫芳整个人的气质都随之变化 虽然不似玲珑一般 直接化为无情的机器 却也有着让人无法侵犯的威严 在那眼睛睁开的一刹那 原本只是听从他的心灵 命令形式的三个半部神话 一刹那之间 眼神失去了焦点 似是木偶一般 被莫芳完全控制 好像变成了莫芳身体的一部分 如他的手脚一般 被莫芳控制着 战斗 与那三个半部神话 签订了契约的太上族 此时脸色都有些难看 他们选择的惨 竟然如此不堪 恐怕只能再另外选择新的惨了 在莫芳睁开了太上之眼的同时 战场上的情势顿时一变 原本已经没有压力的莎莱 顿时压力倍增 如今的四个残 已经不是一个莫芳和三个外族的半部神话 而是化为了四个莫芳 只是另外三个莫芳所使用的力量 还是他们原本的力量 身体变成了由莫芳的意志操控 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莎莱的眼神再次亮了起来 战斗 疯狂的战斗 四个莫芳的不同力量 被莫芳的拆解 成了无数个组合 彼此之间的配合如同一人 让莎莱再也没有机会可循 在那变幻莫测的战争之中 莎莱虽然能够保持不败 但是一时间也再难找到突破口 两人的战斗就一直僵持了下去 莎莱身上的伤口也再次增加 而在此时 媚狐族的女人却悄悄地来到了 进入了修炼状态的韩森旁边 韩森啊 韩森 你终于也有落在我手里的一天了 媚狐族的女人预掌一挥 就一掌印向了韩森的后背 韩森虽然在修行状态之中 但却可以分心他顾 对于那媚狐族女子的一举 一动了若指掌 正想要起身应战 却突然听到一声爆喝 那一声爆喝 似是雷形虚空 赫然是来自于莎莱之口 莎莱虽然在与莫方的苦战之中 却还是一直关注着韩森这边的情况 见媚狐族的女人 一掌膝向韩森的后背 顿时眼中光芒大放 张口发出一声失吼 刹那之间 莎莱的体型瞬间膨胀了一倍 全身肌肉高高隆起 赤红色的光波 似是火焰一般涌出体外 一头金发在赤焰之中根根倒树 看起来宛若一尊失手魔神一般 原本与莎莱战的难解难分的莫方 被莎莱恐怖的全是一扫 不由得后退躲闪 一刹那间被莎莱撕开了战阵 猛然冲到韩森身前 一拳轰向了媚狐族的女人 媚狐族的女人微微一惊 身法变换之后 如同流云一般退出了数千米 才勉强躲开了韩森的这一拳 莎莱 你何苦为了一个敌人 与我为难 媚狐族女人皱眉盯着莎莱说道 我说过要保她十个小时 谁若敢动她 那就是与我莎莱为敌 莎莱站在韩森身边 似是一尊魔神般冷漠地说道 莫方则是惊异不定地看着 莎莱 现在莎莱身上的力量和气势 比刚才有天元之别 之前那么激烈的战斗 她竟然一直没有使用权力 莫方 你我联手与她一战 如何 剑不能打动莎莱 媚狐族的女人转向莫方说道 好 莫方自然不甘心 就此败退 怎么也要尝试一下 媚狐族的女人也不废话 身上红光闪烁 化为了一件赤红色的全身铠甲 把她的身体完全包裹了进去 只于一条尾巴在外面 而那尾巴竟然一分为九 化为九条虎尾 在空中摆动 粉红色的领域 刹那间笼罩了虚空 莎莱身上顿时 出现了一道道似有似无的粉红思索 束缚在了她的身上 似是已经无法动弹 不需要任何交流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莫方也已经控制着四具身体 全力向着 莎莱攻了过去 一重重的领域 也同时降临在莎莱的身上 眼看着五个半部神话 同时围攻莎莱 莎莱依然稳如泰山 眼中散发着灼热的光辉 身上的力量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吼 随着莎莱暴虐的吼声 恐怖的力量 瞬间把身上的思索成暴 如赤焰战锤一般的拳头 轰破虚空 直接轰在一个黄极族的身上 莫方控制着 那黄极族的奋力 举起双臂抵挡 可是在那一拳之下 在领域力量加持下的双臂壁骨 被莎莱一拳轰断 拳头撞击在她的胸膛之上 顿时把她似是流星一般 轰飞了出去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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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莱似是无可阻挡的魔神一般 一拳一个 把莫方和她控制着的三个残 全部轰飞了出去 根本没有给他们任何对抗的余地 看起来简单的一拳一个 其实却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只有莫方自己心里面清楚 莎莱那简单的一拳 已经封死了她 所有应变的可能性 简直就是 为了克制她而生的一拳 四拳 各有微妙的不同 也是针对了四具身体的不同力量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莎莱已经对于他们四个的能力 和战斗思路了如指掌 才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难道说在刚才短短的战斗之中 她已经把我们所有的战斗习惯和能力 全部了解透彻到了这种地步 莫方撞击在山峰之上 口中鲜血喷吐 挣扎了几下 还是没有能够站起来 心中惊骇的难以相信 第2680章 旗鼓相当 众人皆是震惊 没想到 沙莱跌落到了半部神话之后 竟然还拥有这般恐怖的实力 连莫方那样的强者 都能够一拳中创 这样的实力 神话之下 已经激进无敌了 我就知道沙莱一定不会败的 什么 莫方 韩森 都不及沙莱一拳 李承雪兴奋地大笑起来 李玉珍也松了一口气 若是沙莱真的就这么败了 他们以后的日子 就真的很难过了 玲珑和李可这时候 却有些担心起来 沙莱如此强大 就算不是神话 韩森能不能赢都是一个问题 沙莱 你会后悔的 唯一没有被轰飞出去的 魅狐族女人 恨恨地说了一句 又盯着韩森看了一眼 这才转身离去 沙莱无动于衷 回到之前的地方坐下来 身体也渐渐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见所有人都被沙莱打退 韩森也就安心继续恢复体力 自此一战之后 没有人再来这里打扰他们 十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 韩森的身体 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起身看向沙莱 只见她依然安稳地坐在那里 神色安宁地闭着眼睛休息 似乎是感应到韩森的目光 沙莱也睁开了眼睛 看着韩森问道 消息好了吗 已经完全恢复了 韩森答道 那就开始吧 沙莱看着韩森 身上的赤红光波再次涌了出来 令她的身体快速膨胀 化为了一尊尸首魔神 突变级的先天神话一种吗 难怪拥有十甲天赋 韩森看出了沙莱的底细 心中暗道 不过就算跌落到了半部神话 看起来一样十分难缠 刚才的战斗 韩森也已经窥见了全过程 知道沙莱的体魄 不会比他差 而且这个家伙的战斗天分极高 只是那一会儿时间的战斗 就已经对莫芳等四个人了如指掌 这样的战斗天赋 就算比起韩森来也不差 没有多说什么 韩森双手喂刀 把他最擅长的天之下 刀法和牙刀交杂着施展了出来 沙莱也不退缩 挥舞着拳头就迎了上来 两人的拳掌在空气之中不断地交击 产生的冲击波 似是烟花般快速地爆裂开来 两人的战斗 给人的感觉就是永无止境 看起来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力量 各方面都旗鼓相当 似乎难以分出胜负 他们两个的身体素质都很恐怖 韩森更恐怖一些 毕竟他才只是亡极九重 若是等他晋升半步神话 只怕身体素质会比沙莱更强 也不知道一个金族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身体素质 难道他修炼的那门基因术 真的那么强大吗 天启长老喃喃自语道 想来应该是了 那门基因术的要求 连我们太上族的身体素质都达不到 更不要说其他的大宇宙生物了 韩森能够入门 只能说是一个意外 奇遇长老苦笑着说道 只能说这小子的运气是真的 好 天启长老笑道 碰 掌权相撞 巨大的力量波动 让韩森和沙莱都不受控制地 向后退去 韩森后退之后 立刻单手做刀向前一批 顿时无数的刀丝自虚空之中浮现 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有多少 随着韩森单手前批 那些刀丝都向着沙莱的身上 交织着斩去 四面八方到处都是 没有给沙莱留下任何躲闪的空间 沙莱眼中光滑一闪 猛然间一拳轰向了地面 大地直接被他轰塌 四周的山峰都随之倒塌 无数碎石升腾而起 与那些刀丝撞击在一起 只见刀丝与碎石不断地交集 层层刀丝最后到达沙莱面前的时候 已经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根 沙莱随手挥动 就把那些刀丝全部轰碎了 韩森叹气道 这也是我想说的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沙莱眼神中满是狂热之色 你却让我失望了 原本我只想轻轻松松拿个第一 看起来现在是没有可能了 韩森舔了舔嘴唇 感觉口中似乎有些干渴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每次遇到没有把握的事情之时 身体就会产生这样的反应 人生难免会有失望的时候 沙莱说着已经一拳挥了过来 他的拳法真的很简单 不是大凡若减的那种简单 而是真正的基础性拳法 这种拳法 随便一个小族之中 都能够找出几种类似的 可是沙莱偏偏把这一种基础拳法用到了 连韩森都奈何不了他的程度 韩森连续换了数种刀法和拳法 每一种都是顶级的基因术 有的来自瑞贝特族 有的来自于镇天宫 风格完全不同 可是无论哪一种基因术 开始还能够占据一些上风 后来就会被沙莱渐渐弥补了劣势 而且沙莱从头到尾用的 还是那一种拳法 只是沙莱在熟悉了韩森的基因术之后 把他自己的拳法稍作改动 竟然就可以克制韩森的刀法和拳法 你妹啊 这家伙不仅是天生的神话 还是天生的格斗宗师 格斗直觉实在太敏锐了 同样的招数 在他面前用两次 就会被他找出破绽 这他娘的 还是人吗 这么可怕的战斗天赋 韩森还是第一次遇上 沙莱和孤竹还不同 孤竹因为精力太多 什么样的风格都能够完美掌控 能够轻易学会别人的基因术 用起来都是顶级水准 沙莱学不会别人的基因术 他只是不断地强大自身 让自己可以应对任何局面 他这也是一法破万法 只不过不是以力量取胜的一法破万法 力量只是一种工具 更重要的是他的头脑 用简单的方法 破解各种顶级的基因术 这不是一个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生物能够做到的 强大的体魄 加上莫大的毅力 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头脑 又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家伙 韩森已经尝试了很多种基因术 可是却始终无法打败沙莱 不过韩森与莫方不同 莫方把同一种基因术 使用第二遍的时候 就会被沙莱抓住破绽 可是 韩森就算把同一种基因术 连续用几遍 沙莱同样 还是抓不住他的破绽 这让沙莱很是惊讶 他明明已经看到了 韩森这一招的破绽 可是当韩森再次用出来的时候 沙莱还是抓不住 沙莱已经试了好几次 结果都是一样 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第2681章 战斗中的晋级 两个人不断地战斗 可是却都没有办法重创对方 韩森的刀法变幻万端 杀来的拳法 却是以不变因万变 两个人都用尽了心机 却都难以把 对方置于死地 韩森已经很久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斗 最近一段的战斗 不是他大败对手 就是被对方碾压 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像现在这样绞尽脑汁 费尽心机的战斗 好像自从与孤竹的一战之后 就没有过了 这样的战斗 不仅仅对体力的消耗很严重 同时也对脑力的消耗极大 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对方有机可乘 绝对不能犯下任何一个失误 观战的太上族 看着两人的战斗 神色都有些复杂 两人的力量 虽然都是王级 可是意境却都是神话级的 战斗中 许多的细节都令人惊叹不止 与普通的力量 角逐不同 这种斗脑力斗心机的战斗 往往几招看过去之后 都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突然回过头来一想 这才 想到为什么那一招要那样用 每一招背后 都有许多让人一眼 看不出来的理由 看似简单的一场拳刀对决 却让人越看越觉得回味无穷 李玉珍和李雪成 紧张的身子都在颤抖着 现在谁也很难说 两个人到底谁败谁胜 似乎胜败都只在一线之间 大师兄 能得杀来此子为残 实在是一件大幸之事 必须有些羡慕地 看着大师兄李春秋说道 欲善心也不差 李春秋淡淡地说道 身心却都不在这里 杀来是他的残 此时他犹如亲身在与韩森战斗 可是又有很多战斗的意境和细节 是他自己所不具备的 这种感觉非常奇特 他得到了杀来的战斗经验 与他自己战斗完全没有区别 同时 他又可以站在客观的角度 去分析利弊 审视杀来的哪一个选择 是比他更优秀的 而哪一个选择又不如他 只吸收好的战斗经验 反省不好的部分 现在杀来还只是半部神话 以后杀来晋升神话 元机 蜕变 破茧 化蝶 甚至是真神级 李春秋就可以一步步地 获得杀来所有的经验 到时候 李春秋依然只是一个半部神话 可是他却拥有着真神级的经验 在亡级之内 恐怕很难再找到对手 毕竟境界层次已经不同了 碧喜却是愁眉苦脸地说道 欲善心那个家伙 一点东西也不肯露 意念又极其强大坚韧 到如今为止 我还未能从他心中获得半点好处 这样的残才有挑战 一旦征服对你的帮助也最大 李春秋说道 这样说是没有错 不过 算了 想必玲珑师和可尔也有一样的苦恼吧 毕喜说道 玲珑和李可尔确实有些苦恼 他们和李春秋一样 也从韩森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战斗经验 这些战斗经验 让他受益良多 韩森一个亡级九重 竟然拥有这样可怕的能力和意境 让他们十分欣喜 这一战就算韩森败了 只是这些战斗经验和意境的感悟 对他们来说也已经是超值了 可是让他们有些吃惊的是 在这样的战斗当中 他们竟然还是能够隐隐感觉到 韩森在刻意压制着某些力量 难道韩森还是没有用出权力吗 这个可能性让他们很是震惊 都已经站到这种地步了 韩森竟然还没有用出权力 这未免有些太过惊人了 就连一直觉得金币比韩森更强的李可尔 此时看向韩森的眼神也有些复杂 与杀莱这样的强者对战 韩森竟然还能够刻意隐藏了一部分力量 这样的人已经不能用可怕来形容 简直就是恐怖 韩森虽然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思想 让自己不去想超级神灵体 动玄机等力量 可是他这种压制 还是会传达给李可尔和玲珑一些信息 让他们知道他还有隐藏的力量 这是无法避免的 也就是韩森的思维境界 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程度 换一个生物 在这样的战斗当中 怎么可能会不去想自己擅长的各种能力 合集因素 这个人太恐怖了 李可尔看着韩森说道 是很可怕 你永远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 每次当你以为你已经触及到了他的最底层的时候 却发现下面还有无底深渊 玲珑苦笑道 他以为自己与韩森那一战 已经逼出了韩森很多东西 现在看来 韩森在与他一战的时候 根本就只是随便应付了一下 现在才拿出了一些真东西 但是隐藏的东西却更多 必须要把他的秘密全部挖出来 李可尔眼中露出些许兴奋的光芒 相比玲珑 李可尔的资质虽然更好 可是他的心思一直没有在太上感应片上面 太上忘情也不似玲珑炼的那么深 感情还是相当的丰富 玲珑只是淡淡的点头 不急 时间还长得呢 四年 时间 他会一点点把自己的秘密 展露在我们面前 现在他藏得再深也没用 天启长老的神色 微微有些凝重 这一战的胜负 只有一念之间 谁都有胜出的可能性 韩森的确很强 可惜终究只是亡极九重 比杀来差了半步 若是同级 他应该有七成胜算 齐玲长老却摇头说道 不对 不是这样算的 沙莱虽然只是半步神话 可他的意境却是神话级的 韩森只是一个亡极九重 却能够和沙莱站到这种地步 只能说他的潜力和天赋 比沙莱更加可怕 难道说 那个十一甲天赋的测试是真的 天启长老皱眉思索 难说 若非如此天赋 实在很难想象 韩森凭什么 能够和沙莱跺到这种地步 齐玲长老目光复杂地看着韩森 十甲天赋已经很是罕见 真正的十一甲天赋 那都是 开创一个大时代的大贤者 才可能拥有的天赋 你觉得韩森能够与那些 大贤相比吗 天启长老神色相当地复杂 能不能比我不知道 不过他这天赋确实太惊人了 倒是让玲珑和李可那两个丫头 捡了个大便宜 齐玲长老说道 怎么回事 沙莱好像有点不对劲 天启长老还想说什么 却突然间神色一正 雪儿脸色大变 直勾勾地盯着影像中的沙莱叫了起来 他 他好像要晋级了 第2682章 重回神话 众人都注意到了沙莱的异样 他原本身上溢出来的光波是红色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红色渐渐变暗 由红转为暗红 此时暗红都已经快要接近于黑 摩子果 摩子果竟然在这个时候起作用了 难道沙莱要在这个时候 重新晋升神话了吗 李雪城大喜过望 李玉珍也是狂喜 我明白了 沙莱之所以明知道残肢战就要开始 却依然选择了吃下摩子果 就是想要借着残肢战的战斗压力 引发储存于身体内的摩子果力量 在与韩森的战斗中 他身体内的摩子果慢慢被炼化吸收 现在应该快要吸收完了 竟然要在战斗中重归神话了 沙莱晋升神话 那就再也没有任何悬念 韩森不可能与神话级的沙莱抗衡 李雪城刚才是紧张地发抖 现在却是欢喜地发抖 李雪城感觉这一次的残肢战 对于他们来说 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般 心情一会儿起 一会儿落 心脏病都快要出来了 沙莱身上的光焰已经化为了黑色 隐隐可以看到 在他裸露的皮肤上面 有着一些黑色的魔纹浮现 诡异而恐怖的气息 正自魔纹之中散发而出 令沙莱的力量渐渐凝聚成了秩序链 要重回神话了吗 韩森微微皱眉 只要不是瞎子 就看得出来 沙莱此时的情况不对劲 吼 随着沙莱的一声仰天怒吼 她身上的秩序连力量彻底爆发 连她原本的金发 瞬间都被那黑色染成墨色 原本如同金发雄狮一般的沙莱 身体却收缩了不小 可是全身的肌肉 却显得更加坚实有力 好似每一个细胞中 都充满了难以想象的爆发力 黑发的沙莱 少了几分豪放之气 却多了几分神秘与诡异 脸颊上面 可以看到清晰的黑色魔纹 身上黑色光焰 摇曳 犹如一只自地狱中出来的魔尸 真的惊声回神话了 李可尔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韩森再怎么强赞 也不可能战胜神话级的沙莱 毕竟半部神话和 神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 有着天壤之别 沙莱应该原本就打算 借着这一战重归神话 韩森只是恰好做了她的魔刀石 玲珑已经明白前因后果 叹息着说道 李可尔却是冷哼一声 沙莱倒是打得好主意 她在残肢战前吃下魔子果 若是没有人能够给她压力 她就可以轻松拿第一名 若是有人给她足够的压力 就可以助她炼化魔子果 重归神话 一样可以赢得第一名 当真是好算计 玲珑却摇摇头说道 没有那么简单 一般人就算炼化了魔子果 也不是想晋升回神话 就能够晋升回去的 沙莱能够晋升神话 那是因为她的天赋太强了 未必就是她的算计 无论如何 结果就是如此 李可尔气呼呼地说道 脸色同样不好看的 还有奇遇长老和天启长老 以及那些在韩森身上 下了堵住的太上族大佬 原本以为已经看到了一丝希望 谁知道却被晋升神话的沙莱 瞬间浇灭 一颗星沉到了深渊之底 再也看不到半分希望之光 不好意思 我已经极力在控制 可是还是没有能够压制住 晋升回到了神话级 沙莱没有在动手 只是有些遗憾地说道 这话听得不少人都想要吐血 不知道多少生物欲求晋升神话 而不可得 沙莱却一直强行 压着不晋升神话 听着都让人心里面很是不爽 那是存了炫耀的心思 可是沙莱此言 却是真心实意 没有半点作假 他确实是一直在压制着自己的力量 不希望晋升神话 要与半部神话之身 和韩森了结这一场战斗 无奈韩森给他的压力太大 让他没有选择地使用权力战斗 压制不住摩子果被炼化之后的力量 终究还是晋升了神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等级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韩森不是那种觉得 你等级高达我等级低 就是不要脸的人 人家等级高 那是人家的本事 今天的胜负不算 我等你晋升神话之后 再战一场 沙莱看着韩森说道 这一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韩森神色不变 继续说道 沙莱摇摇头说道 虽然我不想赢这时候的你 但是我需要这个第一名 所以只能抱歉了 我们最后再一起离开吧 不需要抱歉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们的战斗还没有分出胜负 你若能赢我那是你的本事 不过一切都要分出胜负之后再说 韩森平静地看着沙莱 并没有多余的情绪变化 李玉真听韩森这么说 不由得冷笑道 这个韩森真是不知好歹 沙莱已经给足了他面子 要与他最后一起出去 等于是白送他的第二名 他竟然还要继续战斗 这样一来 他现在就被淘汰出局 连第二名也不会再有了 李可尔和玲珑等太上族 也都觉得 韩森的这个决定 有些过于自大了 与其现在输掉 还不如拿一个第二 可是从韩森身上 李可尔和玲珑之 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退缩之意 相反 李可尔和玲珑 从他身上感觉到了 只有平静的自信 不需要愤怒 不需要怨恨 不需要怨天尤人 那种平静下 所蕴含的强大自信 是只有上位者才有的 可是现在韩森明明 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 他为什么还会这么自信呢 玲珑和李可尔 都感觉韩森的自信 很没有来由 可是这种自信 却感染了他们 让他们觉得 似乎自己应该相信韩森 来吧 继续玩 我们的战斗 无论输赢 我都只会自己一个人走出去 韩森平静地注视着 沙莱说道 好 就应该如此 沙莱眼中 兴奋的光芒大赤 看着韩森的眼神 就像是看一件 极为心爱的艺术品 也许韩森的力量 现在不如沙莱 可是沙莱却没有 一丝一毫的轻视 身上的秩序链疯狂 爆发 如同一头地狱魔师 降临人间 作为对你的尊重 我会用尽全力 与你战斗 沙莱的声音 如同滚滚落雷响起 同时 一拳向着 韩森挥了出去 第2683章 魔画之力 拳影如狮 根本没有 给韩森躲闪的机会 恐怖的狮影 已经笼罩了韩森的身体 韩森目光威宁 咒语化为战甲 护助身形 以神游术快速地移动 企图躲开 沙莱的狂狮拳影 问 突然 韩森感觉四处的空间 似乎被封印了一般 他竟然无法撕裂 空间瞬移离开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狂狮拳影降临而下 韩森微微皱眉 宁拳 向着狂狮拳影轰击而去 可是韩森的权力 竟然从那狂狮拳影当中 穿了过去 好像那狂狮拳影 只是虚幻一般 可是狂狮拳影 却 真真切切地降临在韩森身上 不过没有发生 想象中的激烈碰撞 魔石一般的拳力 刹那间 冲入韩森的身体之中 就那般消失不见了 哄 包裹在赤裂的黑色光焰之中 与沙莱看起来很是相似 韩森微微皱眉 他没有发现自己受到伤害 可是自己的力量 却变成了和沙莱一样的属性 除此之外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身上连一点伤也没有 正在韩森疑惑之时 沙莱开口说道 我的魔石之力没有破坏力 但是会把你的身体属性 变化为与我一样 算是一种魔化力量吧 既然不能令对手受伤 这种魔化有什么意义吗 韩森问道 世界上的力量 种类意外 我未必全部都能够破解 但是无论对手 是什么样的力量属性 我都可以把对方的力量属性 变得和我一样 在我熟悉的力量体系之中 没有人能够打败我 沙莱说道 韩森略意思索 就已经明白了 这种力量的可怕 原本韩森的力量 就不如沙莱 依靠自身的独特力量属性 和与之匹配的特殊技巧 还有机会与沙莱周旋 可是现在他的力量属性 变得和沙莱一样 沙莱已经把这种力量 沙莱用得好 更不可能战胜沙莱 把敌人拉到自己的节奏当中 再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他 沙莱的魔化之力 怎么感觉好像有点耳熟 韩森心中闪过这么一个念头 可是沙莱却已经不再 给韩森多余的时间去思考 一拳直接轰击了过去 韩森很快就真正体会到了 魔化之力的恐怖 他的力量丝毫没有受损 可是力量却变成了 他完全不熟悉的体系 需要重新去适应这种力量 在与沙莱这样的高手对战之中 根本没有时间给他去适应 顺移 不停地顺移 韩森只能靠神游术 连续顺移躲开沙莱的攻势 根本无法组织其有效的应对 更别说是反击了 韩森对自己的力量完全陌生 连这种力量 能够做到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性 无论韩森使用什么基因术 身上的力量都只有这一种 韩森的败局已定 李雪城洗上煤 烧 任谁都看得出来 韩森已经没有机会了 他的等级不如沙莱 力量和速度都不如沙莱 现在力量属性又变得和沙莱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打得赢沙莱 别说是韩森 就算换了一个和沙莱同等级的神话生物 力量属性突然变得和沙莱一样 也绝对不是沙莱的对手 沙莱的魔化之力当真有些奇妙 若是能够模仿对手的力量并不稀奇 可是他却能够强行让对手模仿他的力量 这也太无赖了点 天启长老苦笑道 祁宇长老摇头说道 不是无赖 这应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皆无敌 世间的各种力量都有深刻之道 一个强者的力量再怎么独特 再怎么强 总能够从世间找出另外一种力量克制他 可是沙莱的魔师之力 却完全无视了力量的深刻之道 这种力量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韩森已经用尽全力去熟悉这种与沙莱相同的力量 可是终究时间太短了 若只是进行一般战斗 没有问题 与沙莱这样的强者对战是万万不够的 碰 韩森一个瞬移不及 手臂就被沙莱的全力击中 咒语所化的铠甲 顿时被沙莱那恐怖的力量打裂 手臂骨都差点被打碎 韩森会神游术 沙莱同样也会 而且不比韩森差 韩森连续使用瞬移也无法把他甩开 反而身上受的伤越来越多 碰 韩森胸口中了一拳 身体似食弹丸一般撞击在结界之上 把结界兜给撞得一阵摇曳 身体落在地上 忍不住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胸腔内火辣辣的疼 韩森知道这是血液渗入了肺部的关系 事实上不只是肺 韩森的身上到处都是伤 咒语战甲已经有很多地方破碎 最严重的就是胸口这里 整个右边的胸甲都碎裂凹陷了下去 咒语战甲已经破烂不堪 韩森的身体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条手臂垂在身边 骨头好像已经全碎了 没有办法再动弹 还有一条腿也骨折 让韩森只能半跪在那里 韩森已经记不清 自己有多久没有这么悲剧过了 即便是被美杜莎之盾吸干的时候 也不像现在这么惨 可是韩森不但没有感觉气馁 反而有种隐隐的兴奋感 那种兴奋的来源就是咒语铠甲 看似破烂的咒语铠甲 却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 四种基因术当中最难练的基因物语 在这般强大的力量压迫之下 似是隐隐有了九重领域合一 近身半步神话的迹象 还差一点 只差那么一点点了 韩森心中闪过了无数个念头 那种突破的感觉也越来越清晰 可是始终好像少了点什么 就像是隔着袜子抓养 难以真正触及到那一点 就这样了结吧 莎莱已经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兴趣 他虽然认同了韩森这个对手 可韩森终究只是一个亡级九重 还没有与他一战的资本 他更期待韩森晋升神话之后 两人的再次交手 下一秒 莎莱再次一拳轰出 恐怖的权力 如同咆哮的黑暗魔师一般 轰向了韩森 刹那间 撞在了半跪着的韩森身上 第2684章 晋升半步神话 杀来这一拳的力量非常恐怖 韩森却完全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乃至还能动的左手 化为拳头凝聚力量赢了上去 何必呢 书总比死要好 远处的魅狐族女人轻叹一声 韩森背后不远处就是杰剑 他完全可以在那拳里 伤到他之前顺移出去 那似乎也已经是他唯一的选择 可是他却并没有那么做 拖着残驱 依然要继续战斗 不知死活杀了他 李玉珍兴奋地紧握拳头 双眼血红 差点就要大吼出声 李雪城也差不多是一个模样 他们知道 这一次应该不会再有意外 他们可以赢下这次的赌注了 以韩森现在的状态 应受这一拳 结果只有两个可能 非死即残 无论是哪一种结果 韩森都不可能再继续战斗下去了 没有谁能够再阻挡杀来 获得残之战的第一名 碰 韩森的拳头 撞上了那恐怖的拳力 刹那间 护着拳头和手臂的铠甲拳碎 韩森的整个身体 都被轰飞了起来 在飞起来的同时 身上的咒语铠甲 如同一只只蝴蝶似的 散落出去 完了 天启长老 心中为自己的天启宝珠 哀叹 玲珑和李可尔 也都是面色一变 虽然韩森内心 一直都没有放弃 一直都在传达着他 可以继续的意念 可是连本命基因战甲 都被打碎 韩森又身受重创 能够保住小命就不错了 哪里还能继续战斗 现在他们只希望 韩森没有被这一拳 直接干掉 玲珑几乎都要 顺移进入结界内 救人了 诸多买了韩森得第一的 太上族大佬们 也都哑然无声 韩森已经尽力了 可是王极 与神话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 杀来又太强了 败了也怪不得韩森 只是想到 他们输掉的东西 却还是忍不住 心头滴血 只有李玉珍和李雪成 兴奋地差点跳起来 几乎就要抱在一起 此战之后 他们赢得了 一切 所得的资源 差不多可以支撑他们 以后晋升到化碟级了 更何况 还有几件无价的一宝 碰 韩森的身体 再次撞在结界之上 李玉珍和李雪成 都已经准备要拍手庆祝了 可是却突然间愣在那里 不只是他们 所有人都证了一下 韩森的身体 撞在结界上之后 却没有掉下去 就凭空悬浮在了那里 那破损的 身体上 正散发着肉眼 看不见的奇异波动 整个身体 仿佛被朦胧的白光笼罩着 可是仔细去看 却发现 那并不是什么白光 而是如同尘埃一般的白色粉末 那些白色粉末 正在向着韩森的身体上 快速聚集 只是眨眼的时间 韩森的身体 就再次被白色的铠甲 包裹了起来 原本已经被打碎的咒语铠甲 再次出现在他的身上 而且变得崭新如初 不 比没有受损之前 还要强大 咒语战甲上面的皱纹闪烁 散发着无比恐怖的气息波动 令韩森整个人 都被朦胧的圣光包裹 仿佛是 来自圣山的神灵一般 他晋升半步神化了 玲珑和李可尔 首先反应了过来 他们可以清楚地感知到 韩森的力量 正在以几何形爆发式的增长 竟然在这个时候 晋升半步化神 这家伙 还真是怪的 许多观战的太上族 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 暂时晋升等级不是不可能 可是晋升 储藏着魔子果的力量 本身又足够强大 所以才能够在战斗当中 突破晋升到神话级 可是韩森的身体 都已经被打残了 本命战甲都碎了 在这种本源大伤的情况下晋升 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可是韩森就偏偏在这种状态下 晋升了半步神话 让众人很事不解 晋升半步神话又怎么样 半步神话依然只是王级 依然不是杀来的对手 李雪成咬牙说道 他很不愿意看到现在的局面 只希望杀来快点把韩森解决掉 杀来看着韩森 却没有像李雪成响的那般出手 你真是令人吃惊的家伙 竟然可以在那种情况下 晋升半步神话 杀来看着韩森说道 侥幸而已 韩森微笑着说道 杀来却是认真的摇头说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侥幸的 就像那些中了彩票的人 人人都觉得他们是运气好 可是运气再好 如果他不去买 也不可能会中 韩森没有说什么 他确实不是靠运气 在杀来的那一拳之前 韩森终于领悟了 金银物与九重领域 合一晋升半步神话的关键 所以他才会硬接下那一拳 借着那一拳之力 令咒语铠甲被摧毁重塑 不过可惜 若是你晋升的是神话级 那么今天就可以真正分个胜负 杀来有些惋惜地说道 现在一样可以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韩森淡淡地说道 杀来却摇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他承认韩森很强 不过半步神话 终究还是在王级之内 与他差了一个大等级 他不认为韩森 现在有和他对抗的能力 韩兄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太阳神套装暂时放于我处 等你晋升神话之后 随时可以来与我一战 到时候你若赢了 就可以拿走太阳神套装 杀来想了想说道 好的对手如烈酒 若是年份不够 就差了一些余味 杀来更想等到韩森 晋升神话之后 再与他一战 可是韩森却没有耐心等到 那个时候 见杀来不肯动手 他便也不再多言 树掌为刀 一记獠牙 直接就向着 杀来斩了过去 杀来微微皱眉 已经决定要快速结束这场战斗 再次凝聚了 魔化之力 权化魔师 向着韩森的身上 冲去 与上一次一样 杀来全力所化的魔师 直接冲入了韩森的身体之内 要把韩森的力量 魔化成和杀来一样 再来多少次都一样 韩森这家伙 难道不懂 只要他的力量 变得和杀来一样 就永远不可能是杀来的对手 李雪成的话没有说完 却一下子顿住了 魔化之力冲入 韩森的身体之中 韩森的力量 却并没有像上次一样 魔化 手掌劈出去的那一记牙刀 依然还是紫色的刀器 丝毫未受魔化之力的影响 第2685章 我即位到 咒语战甲的能力 是永恒固化 之前没有能够挡得住 杀来的魔化之力 那是因为力量太过悬殊 如今咒语战甲九重领域合一 使永恒固化的能力更进一步 竟然无视了力量的差距 魔化之力也无法再令它产生改变 杀来微微有些惊讶 连续几次使用魔化之力 都没有能够把韩森的属性改变 知道 韩森果然已经拥有了 抵挡魔化之力的办法 魔化之力竟然被韩森克制住了 这倒是有些出人意料 天启长老入出惊讶之色 虽然魔化之力被克制了 不过 半部神话和神话的力量差距 依然存在 韩森一样 还是很难赢 长老现在也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韩森身上 虽然魔化之力失去了作用 不过韩森还是全面被杀来压制了 力量的差距依然存在 只是一种金音术晋升半部神话所提供的强化 还不足以让韩森在力量上面与神话强者抗衡 在杀来的压制之下 韩森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身法 顺移加上身法的移动 杀来竟然一时之间也难以打败他 现在韩森的力量 虽然还不足以与杀来正面抗衡 走得步步惊心 可是却始终没有给杀来伤到他的机会 玲珑和李可尔 虽然感受到韩森的心中一片平静 可是看到韩森每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 刹那 还是忍不住心惊肉跳 他们尚且如此 就更不用说其他的旁观者了 韩森现在就像是游走于钢丝之上 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堕落无底深渊 虽然看起来很惊险 可是韩森确实稳住了局面 在杀来的强大压制力之下 始终没有受伤 杀来出身小卒的缺点 还是暴露出来了 李春秋无奈的心中叹息 杀来虽然天赋异禀 能够把一门普通的拳法画幅朽为神奇 与各大基因术对抗都不落下风 配合上魔化之力 能够与同杰的任何强者一战 而不落下风 可是现在魔化之力失效 只是一门拳法 就显得有些太过单调了 车技再好 终究还是只能开车 不可能你车技好到 可以用来开飞机 杀来的拳法 就是太普通了 只能通过正常的手段 步步为营取得胜利 没有那种一锤定音的能力 虽然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却始终拿不下韩森 如果杀来能够在天外天多修炼几年 多学习一些顶级的基因术 到时候 以他的天赋和能力 又何仇对于韩森束手无策 李春秋转念又一想 这个韩森也是厉害 若是换了一般的半步神话 在力量和速度 都被杀来压制的情况下 应该不可能再和杀来周旋 杀来只要看过一遍的招数 就能够想到破解之法 可是韩森的招数 已经重复使用过了不知道多少次 杀来却一直也没有能够破解 杀来的感觉 如实地反映在李春秋脑海之中 虽然杀来的心态并没有改变 依然稳如磐石 死死地压制着韩森 可是李春秋感觉得出来 有很多次 杀来都以为他要得手了 可是最终却没有能够碰到韩森 李春秋 仔细感应杀来的心理 终于发现了 为什么杀来没有能够破解韩森的招数 只要杀来看过一遍的基因术 他都能够抓住对方的破绽 而韩森的基因术不是没有破绽 而是破绽太多了 杀来想要利用那些破绽的时候 却发现那些破绽 都是韩森故意留下的陷阱 不但没有能够重创韩森 反而因此落入陷阱 又给了韩森喘息的机会 韩森的基因术当中 肯定会有真正的破绽 天下没有无解的基因术 可是 韩森把真正的破绽 隐藏在了 他故意设下的破绽当中 九甲一针 让杀来只能去猜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破绽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 杀来却连一次也没有猜对 大到五十 天眼四十九 顿去其一 视为定数 也是变数 不完美 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完美 韩森已经得了顿去其一的精髓 这个家伙真的可怕 等他成长起来 也许不会比我太上族的嫡系 天启长老惊叹道 听说他的本命基因术修炼 需要海量的资源 在我太上族的这四年 能不能晋升神话 还很难说 就算晋升到原基级 以后在大宇宙之中 又有谁能够提供给他 那么庞大的资源 让他一步步走下去呢 其一长老微微摇头 显然对于韩森的前景 并不十分看好 可惜了 他若是我太上族出身 说不定就又是一个李春秋 我族全力培养之 定然可以令他冲入基因神殿 天启长老说道 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族那些老玩过 怎么可能让一个外族 成为嫡系 其一长老苦笑道 天启长老文言轻轻一叹 有时候倒是有些羡慕 天族的张玄道 至少他想做 什么都可以做 而我们却是什么也做不了 其一长老脸色一变 此话 你在这里说说就算了 万万不可让那些老顽固知晓 你应该很清楚 他们对于天族 判出我族的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天启长老摇摇头 没有在说什么 目光继续关注 在韩森和沙莱的战斗当中 沙莱的全如魔尸 一道道全力吞天时日 令韩森像是天地狂澜之中 一夜时影时现的小舟 可是无论杀来的权势怎么恐怖 却始终无法把韩森击沉 天地沧海之一力 韩森虽然只是那一力 却可以随波逐流 任天地之威 再如同狂暴 也无法将其吞入深渊 韩森此时 心中一片清明 天之下 刀法配合着神游术 不断地从手中一招 一招地使用出来 每一刀都似乎另一番天的 练刀如此久 韩森终于在重压之下 有了自己的领悟和刀意 而不似以前 只是得了前人的意境 感悟 天地为棋盘 而我仅为区区一子 但是在这天地棋局之中 真正有意义的 却是这些棋子 诸天万道 皆因有子才有道 若无子 那便是无道 韩森心中的感悟越来越深 猛然间豁然开朗 不由地脱口而出 天之下 我即为道 我生便道生 我王即道王 第2686章 悟刀意 韩森的声音虽然不大 可是太上族和一部分残 都在关注着这一战 自然就把韩森所说的话 听了个清楚 狂妄 你也配 李玉珍冷哼一声 确实狂妄 不只是李玉珍 就算是天气长老 和那些买了韩森 拿第一名的大佬们 也都觉得 韩森这话实在太狂妄了 道即是宇宙 宇宙即是道 韩森那话的意思 落在他们耳中 就好像是他韩森生 所以宇宙才会存在 他韩森一死 宇宙就要消亡了似的 古往今来 多少真神级强者 也没有一个敢说这样的话 真神强者虽然不多 但是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 生生死死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 也没见宇宙 因为他们的死亡就毁灭 更何况 韩森只是一个 刚刚晋升的半部神话而已 这话已经不是狂妄 能够形容的 应该说是 无知才对 众人只是误解了韩森的意思 他所说的我 其实并不是指他自己 而是泛指的云云众生 众生皆为棋子 看似受命运操控 可是 若没有这些棋子 那空有棋盘 还有什么意义呢 再好的棋盘 终究只是死物 那些组成变幻莫测棋局的棋子 才是真正的道之所系 有子才有道 无子便 无道 韩森悟透了其中的关键所在 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才会喜不自禁之下 脱口出那句话 旁人都只以为 韩森是狂妄无知 只有玲珑和李可尔能够 清楚地感知到 韩森的心境和感悟 眉目之中 一才闪动 韩森的感悟 就等于是他们的感悟 此时他们 也完全沉浸在了 天之下的意境当中 那种意境的强大 他们以前只在太上族的几位 至高存在身上 见过 可是今日 他们却自己有了 这种意境和感悟 又如何能够 让他们不惊喜万分 这意境 已经不是一般的 神话强者可比 李可尔神色复杂 即是欣喜 又有些难以相信 韩森一个半部神话 竟然能够误出这等意境 韩森一息自悟 天之下 刀法顿时大惊 以前他只是在用刀 而现在 刀中有了自身的理解和领悟 那就似是有了自身的生命一般 刚才韩森虽然一直没有 被杀来所伤 可是给人的感觉 却是随时都可能会被灭杀 韩森只是在苦苦支撑而已 可是现在 却突然间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韩森一样 还是被杀来压制着 可是给人的感觉 却突然之间 好似变得轻松了许多 在那般危险的情况之下 却让人感觉 如闲停信步一般 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紧张 和压迫感 韩森以掌为刀 之前的刀法 有种方方正正的感觉 让人觉得 就是在刻意布局 可是现在韩森信手拈来 一刀刀 似是随意而为 却达到了和刚才一样的效果 甚至比之前的效果 还要更好 天地为其我为子 一呼一息皆为道 韩森完全沉浸在了 天之下的意境当中 随着感悟的不断加深 手中刀法也越来越随意 但是这种随意 却又暗合了某种宇宙智力 一刀一斩之间 都让杀来感觉非常难受 对 就是难受 虽然韩森没有给他实质上的压力 可是杀来总感觉 好像一切都有些不对劲了 也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劲 可就是好像什么都有些不对劝 山不对劲 石头不对劲 所有的一切都不对劲 好似成了他的障碍一般 而韩森却在那天地之间 如鱼得水 好似所有的一切 都在帮助韩森一般 总之让杀来 感觉很别扭 这 这不是我们太上族 太上感应片的 天人合一吗 李春秋等修炼 太上感应片的族人 都是瞪大了眼睛 看着韩森 像是见了鬼一样 修炼太上感应片 可以达到天人合一之境 与宇宙天地融为一体 可借助宇宙万物之力 可那是太上感应片 修炼有成者 才有的能力 玲珑 才勉强能够触及到一点边缘 还远远谈不上真正的天人合一 韩森肯定没有 练过太上感应片 可是他仅凭一套从 无子天书中衍生出的刀法 竟然达到了 和太上感应片 天人合一相似的效果 如何能够让李春秋等人心中不惊 即便是因为修炼太上感应片的缘故 情绪波动 远比一般生物低得多 李春秋等人 此时却也是一脸的恶然 这小子 真是奇了 天启长老呆了半晌 才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他和齐宇长老 虽然没有修炼过太上感应片 可是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跑 他们见得多了 自然知道 太上感应片的一些特征 此时见韩森所使用的刀法之意 竟然盈盈与太上感应片的天人合一 十分相似 心中都是大为吃惊 韩森心中却未想 那么多 彻底沉浸在了刀翼之中 宇宙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甚至是一粒尘埃和一个细菌 在他的眼中都仿佛有了意义 与他的刀法有了某种关联 天地万物皆为子 每一子皆有自己的作用 而所有的子连在一起 才有了棋局 看似没有关联的棋子 实际上都有着关联 每一个棋子 都可能影响整盘棋的走向 而我所需要做的 就是成为能够扭转棋局的那一颗棋子 韩森心中不断地领悟 不需要特殊的力量 只需要在最需要自己的位置 发挥自己的作用 入水那边喂鱼 上天我即是鸟 顺应宇宙天地之理 到天地宇宙之中 韩森的刀法 越用越是随意 可是那看似随手的一击 却给杀来造成的麻烦越来越大 刚才还在 嘲笑韩森狂妄无知的太上族 此时却都看得目瞪口呆 原本处在绝对劣势的韩森 突然之间 好像变得不那么的劣势了 反而是杀来的攻势 给人的感觉好像有些生硬起来 不似先前那么的流畅了 有趣 实在有趣的 以天之下 刀法演化出天人和意之境界 太上族那些老家伙 肯定已经妒忌得要发狂了吧 玉扇星看着韩森的刀法 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一个 让人折磨不透的古怪笑容 第2687章 天下刀 确实有人要发狂了 李雪城和李玉珍 紧握着拳头 指甲陷入了血肉之中 而不自知 撞弱两个疯子一般 死死的战斗中的韩森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他们感觉自己 都快要窒息了 一个半部神话 在与神话的战斗中 竟然稳住了局面 让他们心中的不安 越来越强烈 生怕自己 想象中的那一幕会出现 不会 绝对不会 半部神话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战胜神话 更何况 那个神话是沙莱 一定不会的 沙莱一定会赢 李玉珍双目血红 像是在说给李玉珍听 又像是在说给他自己听 沙莱此时也是眉头微皱 虽然局势 还在他的控制之中 可是他却感觉 越来越不对劲了 韩森现在整个人 都犹如神柱 随便的一刀斩来 就让沙莱感觉难以捉摸 明明看似普通的一刀 却让他难以破解 连看也看不明白 沙莱并不是一个 会坐以待毙的人 所以在他感觉不对的同时 就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整个人如同一头地狱中的 狂狮一般 无视了韩森的攻击 直接向着韩森冲了过去 任你技法通天 始终力量不如我 一力降实惠 以捉破巧 沙莱身弱魔神 带着恐怖的秩序链 微压而下 韩森的刀气 斩在他身上 直接被他身上的秩序链崩碎 根本连秩序链 都无法破开 更不要说伤到他的身体了 韩森却不急不躁 身形如流云顺风而动 沙莱那么狂暴的力量 不但没有能够 伤到韩森 反而像是推着小船 前进的巨浪一般 巨浪虽然暴虐 可是却无法覆灭 浪头上的小船 韩森宛若仙人乘风一般 遇浪而行 身上刀意纵横 便由沙莱如何横冲直撞 始终伤不到 他一片衣角 立喜目瞪口呆地 看着韩森与沙莱的战斗 说道 沙莱他该不会 他本想说 沙莱该不会要败吧 可是在李春秋面前 没有能够说出来 硬生生把后面的字 又咽了下去 恐怕是要败了 沙莱虽强 可他终究 出身不太好 修行的时间太短 若再给我三年时间 他也不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李春秋淡淡地说道 碧玺微微点头 便宜了韩森那小子 不过话说回来 他那刀意还真是厉害 竟然隐隐有了 天人合一的意境 还算不得天人合一 最多也不过就是 顺应天意而已 李春秋说道 与大师兄你的境界相比 他自然算不得 什么 不过 相比一般生物而言 他的境界 确实已经很厉害了 碧玺想了想说道 李春秋微微点头 玲珑和李可儿 两个共用韩森未残 倒也不算委屈 这样的人才 在我太上族之外 确实已属难得 天启长老 此时心情大为轻松 笑眯眯地说道 神话 神话又如何 还不是一样 要说 老夫的眼光果然不差 齐玉长老 很是比一地看了他一眼 之前杀来晋升神话之时 也不知道是谁像死了亲爹一样 不过这话 齐玉长老 自然是没有说出口 随着战斗的继续 越来越多的太上族发现 韩森的劣势 已经被扭转了 杀来就像是一头 拥有恐怖力量的猛兽 可是他却始终伤不到韩森 韩森这刀法真的可以啊 何止可以 绝对是顶级水准 不愧是 天族出品的刀法 那是 好歹 天族也是我们太上族走出去的 他们的刀法能差得了吗 嘿嘿 你们说 要是韩森真的拿了第一 李雪城那个混蛋 会是什么表情 不至于吧 韩森的刀法虽然厉害 可是力量终究不如杀来太多 杀来伤不了他 他也一样伤不了杀来 顶多也就维持一个不胜不败 若是时间久了 半步神话的奈力 应该远不如神话 最后还是只能说吧 谁知道呢 也许有个万一呢 嘿嘿 万一韩森真拿了第一 李雪城的表情一定很精彩 不只是李雪城 还有李玉珍 没有李玉珍 李雪城怎么可能会提前知道 残之战不需使用一宝的消息 真希望韩森能赢 然后去看看 那两个混蛋的表情 竟然敢坑我 李雪城和李玉珍的脸色 现在已经十分精彩 他们的眼睛都快要凸出来了 死死地盯着战斗影像 一定不会输 杀来不可能会输 一定会赢的 一定会赢的 两个人像是痴呆了一样 嘴里反反复复 就念叨着这么两句话 可是心中的不安 却越来越强烈 天地如其变换横侧 万物如刀 皆有其道 杀来 试试我这一记 天下刀如何 韩森心中的刀意 已经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抑制不住 对着杀来大喝一声 同时以手做刀 当头向着 杀来斩了过去 来得好 杀来一直有力无处 可用 这时候 韩森主动应战 正合了他的心意 一身恐怖的秩序链 力量凝聚于一拳之上 留着韩森的手刀轰了出去 嗯 空间被杀来的一拳 直接轰爆 秩序链 所化的魔尸 撕裂虚空 尸口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黑洞 向着韩森吞噬而去 向前斩了下去 可是从他的手上 却并没有刀器出现 好像只是随手 比划了一下而已 正在众人 都感觉奇怪的时候 忽然看到整个 潭谷之内的山川和月 花草树木之中 都有刀光升腾而起 一时间 潭谷之内 各种刀光密密麻麻的 升腾而起 宛若刀山刀海一般 全部向着杀来的席卷去 无数的刀光纵横交错 密密麻麻的 如同洪流一般 席卷向了杀来 和他轰出的魔尸 杀来原本依仗着 自己的秩序链力量 无惧于那些 只有王级的刀光 可是那些刀光 实在太多了 恐怖的魔尸权力 和杀来的护身秩序链 在密密麻麻的刀光 之中竟然渐渐消磨崩碎 第2688章 太阳神套装 众人眼前看到的景象 就是 寒森手掌 向前一展 天地之间的万物 都分化出了刀光 随着他的一展之势 化为刀光红流 铺天盖地地 卷向了杀来和魔尸 强如杀来 也在抵挡不住 天地万物所化的 刀光红流 魔尸逆着刀光红流 冲向寒森 却在红流之中 一点点崩碎 不可能 杀来不会摆 不 不 要 哇 李雪成和李玉珍 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却因为太紧张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只是在心中绝望的呐喊 可是他们的呐喊 并没有能够拯救杀来 随着那天地间的 刀光红流汹涌而下 魔尸一点点崩碎 杀来的身体 也终于承受不住 几乎是在魔尸 彻底崩溃的刹那 杀来身上的秩序链 也被洪流冲破 刀光在他的身上 纵横交错 连那神话之体 都被斩出 一刀又一刀的刀口 刀光只有半部 神话级的力量 一刀 十刀 百刀 都不足以伤到 杀来的神话之体 可是这刀光的数量 实在太多了 无穷无尽 根本不知道 有多少 连续不停地斩击之下 便是神话之体 也抵挡不住 当然 这也是因为 杀来的神话之体 还不够强大 若是他能够做到 真正的无伤 就算有再多的刀光 也没有用 可惜他的肉体 还没有强大到那种程度 眼看着杀来的身体 在刀枝洪流中 鲜血崩飞 李雪城和李玉珍 差点就瘫在地上 而天启长老等人 却是大喜过望 玲珑和李可 却是喜不自禁 他们不但感悟到了 韩森的天下刀意 也学会了这一招天下刀 那恐怖的刀光洪流 并非是天地赐予韩森的帮助 或者说 不完全是 而是韩森之前斩出的刀光 在破碎之后 融为天地万物之中 借助天地万物的特性 重新凝聚为刀光 这与以前的刀丝很是相似 只不过跟进了一步 借用了天地万物 作为刀光的载体 重新凝聚出刀光之后 那刀光自然就带了万物的特性 比单纯的刀丝更加可怕 融入水中的破碎刀光 重新凝聚为刀光之后 就拥有了水的特性 融入山石中的刀光 重新凝聚之后 就有了山石的特性 不过天下刀总的来说 还是韩森自己的力量 只是把长时间斩出去的刀光 集中爆发出来 韩森斩出的刀光越来 爆发的时候 刀光洪流也就越强大 也就是说 这一招需要大量的前期时间做准备 否则就难以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好一招天下刀 有了这一刀 韩森在与同阶 甚至更高一阶的战斗中 几乎就等于是 立于了不败之地 只要他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等待天下刀爆发之时 同阶之中 又有谁能够挡得住 那无处不在的刀光洪流呢 沙莱遇上韩森 也算是倒了大霉了 李可尔看着身体 已经不受控制在刀光洪流之中 被抛飞起来的沙莱 轻声叹息道 所以 要打败韩森 只能速战速决 在短时间内直接把他镇压 否则就只能败退 玲珑说道 好一个天下刀 不过也就是欺负沙莱 在战之时 韩森就不会再有使用天下刀的机会了 李春秋淡淡地说道 并没有因为沙莱的失利 而有情绪波动 只是在分析着沙莱失败的原因 以及以后该如何令 沙莱变得更加完美 韩森一展即收 不等那刀光洪流 完全把沙莱的身体撕裂 就手掌一抬 漫天刀光顿时化为 碎光生腾 消散 弹鼓之内也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你赢了 沙莱站起来 虽然还有再战的力量 不过却开口认输 然后转身顺移出了结界 他知道那一刀 韩森是手下留情 否则他的身体会被彻底地撕裂 所以再纠缠下去 已经没有意义 李雪成和李玉珍 已经彻底探坐在地上 双眼无神 如同痴呆了一般 他们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怎么办 那么大笔的赌注赔偿 还有天启宝珠 两个人这时候 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只凭一门刀法 就出亏了天人合一的门径 这个韩森确实是可造之才 可惜他只是一个残 而不是我们太上族的嫡系传人 天启长老赢了赌约 自然十分高兴 可是却也不免有些惋惜 与杀来一战之后 没有其他的残 再来到韩森面前 他们之间相互厮杀 最后一一离开了坛谷 最后只有韩森一人 留在坛谷之中 那结界却自动消失 同时 一个四方的青铜骨香 在一道光束之中 缓缓地降落在了韩森面前 韩森接住青铜骨香 打开一看 里面放着的 果然就是那一套七剑的太阳神套装 韩森也不客气 直接就把太阳神套装穿在了身上 头盔 上半身甲 战裙 一双护手和一双战靴 七剑神话一宝穿在身上 令韩森整个人 被包裹在银色镜子一般的铠甲之中 几乎在七剑神话一宝穿戴完毕的一刹那 一对银色的巨大光翼 出现在韩森背后 让他看起来 仿佛真的似是天空中光辉万丈的太阳神一般 许多残眼中都露出了羡慕之色 韩森心中却在暗自吐槽 这什么破太阳神套装 简直就像是灯泡套路 穿上这玩意儿 就像是一轮太阳那么的鲜明出众 隔着几万里 就能被敌人看到 就算躲在万军丛中 也会被第一眼看到 简直就是 一个光彩夺目的大靶子 虽然如此吐槽 可是太阳神套装上面 散发出的恐怖力量 却让韩森大为欣喜 以半部神话的能力 还不足以激发出 太阳神套装的全部威能 不过只是一部分的威能 却已经凝聚出了秩序链 特别是那背后凝聚出的 太阳神之意 带给了韩森 完全不逊色于 原机神话的速度 甚至比杀来的速度 还要更快一些 韩森只是微微 一阵太阳神之意 身形就如同顺一般 出现在了玲珑和李可的身边 比他之前的速度强了许多 就算我使用孔雀王魂1之时 所获得的力量 也不过如此 速度还没有太阳神之意快 而且太阳神套装的威能 还没有全部激发 若是全部激发的话 恐怕能够正面与蒙烈那样的 蜕变极神话一战了吧 韩森越看越觉得 太阳神套装很是顺眼 第2689章 断掉的暗玉丝 烟霞如雨 湖畔的一座小院内 玲珑和李可坐在石桌前 神色都有些古怪 你有没有想到天下刀的破绽 玲珑看着李可问道 李可微微摇头 看着玲珑反问道 你呢 玲珑也摇了摇头 这我没说到 蜕对于我们来说 只是一个感悟的工具 而不是纯粹的学习目标 现在的情况 对于我们来说有利也有弊 有利之处在于 韩森能够给予我们 强大的意境和感悟 让我们能够快速提升自己 可是 若我们只是一味地学习它 那我们终究 也不过就是在复制另一个它 无论我们复制得再怎么完美 都始终比不上真正的原版 我们真正需要走的路 是要在蜕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李可尔接口说道 话虽然这样说 可是韩森的意境确实太强了 以我们现在的境界 根本不可能找出它的破绽 你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就已经很不妙了 我们需要的是超脱 而不是单纯的学习 韩森既然能够在 我们心中留下无法超越的印象 已经说明 我们反受了它的限制 玲珑神色凝重地说道 那怎么办呢 李可尔实在想不出来 应该如何打破现在的局面 若真的让韩森在他们心中 留下不可磨灭的无敌姿态 那他们以后的成就 也就会被局限于韩森之下 这绝对不是他们寻找残的初衷 韩森需要一次失败 只有他败了 我们才能够破除 他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 强大无敌印象 玲珑说道 连杀来都败给他了 短时间内 恐怕没有残 能不与他一战了吧 李可尔疑惑地看着玲珑 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非是残不可呢 现在韩森拿到了第一名 他应该有资格进入球末殿了 让他去那里历练 一来对于他的修行 有很大的帮助 二来让他受点挫折 也可以免去他生出自满之心 三来可以打破 他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强大印象 也算是一举三得吧 玲珑淡淡地说道 这个办法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给他申请 进入球末殿的资格吧 天启长老这次 因为韩森大赚了一大笔 想来应该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面 为难他 李可尔高兴到 韩森和宝还在 暗界湖边垂掉 李可尔又找了一条暗玉丝 给宝 让他们不必再共用一条暗玉丝 不过韩森还是相当的郁闷 自从掉上来了玄黄金之后 他后来掉上来的 都是一些破烂 诸如秀烂的铠甲冰刃 破损的石像之类的 有一次韩森感觉非常沉重 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拼命地拉了半天 结果拉上来一座 三米多高的石像 还是缺胳膊少腿的 差点没让韩森气炸了 废 宝不时可以掉上来 一些珠宝之类的东西 韩森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十六只小猪仔 一直跟着宝 吃了宝不少零食 可是却一点也没有长大 一个个只有拳头大小 看起来倒是很迷你可爱 可就是没啥用 整天吃了睡睡了吃 要不就是跟在宝屁股 后面撒着欢的乱跑 爸爸快来 有东西上钩了 好重 宝突然叫了起来 韩森连忙跑了过去 伸手一拉 果然感觉入手十分沉重 好似下面坠着一座山似的 韩森和宝 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一点点把暗玉丝 从湖中拉出来 拉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看到 有什么东西 从下面上来了 从云雾之中露出了一角 那是什么 玩意儿 韩森看到那东西 不由得微微一正 从露出来的部分看 那东西 好像是一件青铜器 四四方方的开口 边长有一米多 不过那东西 却不是长方形的 因为开口往下的部分 突然间收缩 比开口位置小了很多 随着青铜器 渐渐地被拉上来 露出雾气的部分 越来越多 韩森很快又看到 在青铜器开口处 约有一米左右的位置 竟然出现了一个羊头雕像 不 不只是一个 四方青铜器的四个角处 都各有一个青铜羊头雕像 这玩意儿 怎么那么像四羊方尊 韩森心中 想着 那青铜器 已经完全被拉了出来 碰 好像有什么东西 断掉的声音 眼看着 就要被完全拉上来的青铜器 竟然没有飞出湖面 反而是捆着他的暗玉丝 断掉了 然后韩森 就看到那四羊方尊 飞快地又沉入了湖中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韩森看到 对着他们的那个 青铜羊头的脸上 似乎露出了一抹 暗玉丝虽然本身一断 不过这段时间 韩森和宝 垂掉了那么久 却也从未断过一次 这次暗玉丝竟然断了 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想要找玲珑和李可尔问一问 可是他们都不在 韩森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好继续垂掉修炼 再过几天 白先生那边 应该就会有消息了 得让李可尔 再带我去一趟 沙漠才行 韩森一边垂掉 心中一边暗自思索 他对于玄黄精 还是有些期待的 玄黄精不需要韩森去练 只要逆转一下血脉命神经 就可以使用 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希望玄黄精有用吧 韩森正想着 突然间又听到宝在那里喊 爸爸 又有东西上钩了 快来帮我 韩森看宝一双小手拉着暗玉丝 好像很吃力的样子 暗玉丝崩的笔直 和刚才的情况差不多 连忙走了过去 双手拉住了宝的暗玉丝 用力地往上拉 感觉比刚才拉四扬方尊的时候 还要沉重 韩森和宝两个人 越来越觉得吃力 还有一股力量 隐隐往下拉 让他们几乎把握不住 暗玉丝被拉下去 十六只小猪仔也跑了过来 排成了一排 用嘴咬着暗玉丝 像拔河一样 在后面一起用力帮着拉 同志们加把静影 一二一啊 两人十六只小猪仔 一边喊着耗子 一边拉 好半天 终于看到有东西 从湖面露出了头 看到那东西的时候 韩森忍不住又是一愣 竟然还是那一座四扬方尊 第2690章 球魔殿 竟然又把他吊上来了 韩森微微有些惊讶 想到刚才四扬方尊 吊下去的时候 看到的那一抹诡异的笑容 不由地再次看向了羊头 这一看之下 韩森顿时一惊 那青铜羊头低眉垂目 似是入定的老僧一般 哪里有半点笑容 难道说 似的青铜羊头雕刻的表情 都不一样 韩森正想着 突然又听到砰的一声 暗玉丝竟然又断了 韩森看着快速沉下去的 四扬方尊 这一次 他清楚地看到了 那个青铜羊头 刚才那像是 入定老僧一般的模样 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一种诡异的笑容 似是眯着眼睛 在看他们 这东西 难道是活的 韩森心中震惊 可是还没有等他再仔细看 四扬方尊 就已经落入了湖中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怎么连接两次 都掉到同一样东西 而且那东西 竟然还像是活的 反物质世界 有活的生物吗 韩森暗自思索 可是他对于暗界湖了解不多 只能等玲珑他们回来 再问一问他们 从这之后 巴尔又有几次 掉到那座四扬方尊 可是每次都拉不上来 被他重新沉入了 暗界湖之中 韩森自己还是只能 掉上来一些破烂 基本上没啥用处 小玉涌上的三角图案 亮了起来 韩森知道 是玲珑和李可回来了 果然没多久 就看到他们 顺移到了湖边 韩森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 去猎杀一种吗 我们已经给你找好了地方 那里有原机神话 一种可以猎杀 而且十分安全 可以让你有机会 单独面对一只 原机神话一种 李可笑着说道 竟然有这样的好地方 怎么不早说呢 韩森有些怀疑地 看着李可问道 以前是以前 有些地方 你还没有进入的资格 现在你拿了 残之战的第一名 自然就不一样了 李可解释道 原来如此 韩森想起 四扬方尊的事情 把之前他们几次 掉到四扬方尊的事情 说了一遍 李可和玲珑听完之后 都是脸色大变 玲珑盯着 韩森问道 你们掉到的四扬方尊 是不是大概有 三四米的高度 玲珑把四扬方尊的模样 形容了一下 和韩森见过的一模一样 不错 就是你说的那个模样 它有什么问题吗 韩森看李可和玲珑的表情 就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 李可和玲珑对望了一眼 玲珑这才说道 那座四扬方尊 以前也曾经有太上族掉到过 然后呢 见玲珑只说了一句 就停了下来 韩森忍不住追问 还是我来说吧 李可神色有些古怪地 看着韩森说道 四扬方尊 以前也有太上族掉到过 不过那东西不怎么吉利 掉到四扬方尊的那些太上族 后来都出了事情 韩森心脏顿时跳了一下 这我没问到 出了什么事 是死啊 还是伤了 李可尔摇摇头 没死也没有受伤 据我太上族中记载 之前 一共有三个太上族 掉到过四扬方尊 其中之一 就是开创了天族 和镇天宫的那一位 这不是好事吗 怎么会说不吉利呢 韩森这就 有些不太明白了 开创一族盛世 那是何等的荣耀 哪里不吉利了 你听我说完 李可尔苦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第二个掉到四扬方尊的那个太上族 后来因为一件事情 杀父世母 反叛出了太上族 顿了顿 李可尔又说道 第三个掉到四扬方尊的太上族 偷了我太上族的一件镇族之宝 从此消失无踪 再也不见踪影 这么说 掉到了四扬方尊的太上族 后来都判出了太上族 韩森顿时明白 为什么李可尔会说四扬方尊不吉利了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 不过从有记载的部分来看 确实是这样的 玲珑苦笑道 嗨嗨 我本来就不是太上族 将来肯定会走的 这应该算不上背叛吧 韩森倾壳着说道 玲珑沉印着说道 我所说的那些太上族 他们都只掉到过一次四扬方尊 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你们却连续掉到了六次 虽然反叛这种事 只是一种猜测 不过族中对此事 确实有些忌讳 你和宝不要把调到四扬方尊的事情说出去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韩森连连点头 原本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倒霉玩意儿 他自然不会到处乱说 而且他在天外天 也没几个认识的人 就算是想要到处乱说 也找不到可以说的人 走吧 最近一段时间 你们就暂时先不要来暗戒湖了 玲珑说着 就带了韩森和宝 一起瞬移离开暗戒湖 韩森从李可尔口中 大概知道了 他要去猎杀一种的地方 叫球魔殿 那里原本是一个山洞 后来被太上族在山洞的基础上 改造成了一座宫殿 其实说是宫殿 不如说是牢房更加准确 在那球魔殿之下 原本山洞的位置 镇压着一头一种 那头一种没有能力逃出来 可是每隔一段时间 却会郁郁出 一个类似分身的一种钻入大殿 那一种本身就是原机神话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太上族就要进去斩杀那个分身一种 以确保球魔殿 能够继续镇压那头一种 玲珑和李可儿 申请了这一次的 球魔殿猎杀任务 让韩森有一对 一猎杀神话一种的机会 原机级的神话一种吗 正好可以试一试 太阳神套装的威力 又可以拿到神话一种基因 这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韩森心中一喜 孔雀王兽魂和六合蛇宫 有玲珑和李可儿在的时候 韩森也不敢乱用 以免被他们发现 兽魂和异保的不同 现在有了太阳神套装 对于韩森的帮忙 还是很大的 一行四人来到了球魔殿 李可儿把宝 抱了过来 让韩森一个人 进入了球魔殿 他们和宝 则等在外面 韩森倒也没有怀疑什么 只以为 他们还是想要 自己的战斗经验和感悟 所以才会让他 自己去猎杀 那个分身一种 便自推门走进了球魔殿 第2691章 恐怖的原机神话一种 球魔殿 是针对那头一种所设 韩森进入其中 并没有受到禁止的约束 整座大殿建造的 都非常奇怪 一般大殿的地面 都是平的 或者 有一些向上的台阶 可是这座大殿的内部 四面的石阶 却是向下的 像是一个方形的漏斗 在石阶的最下方 是一个边长 约有十几米的石台 韩森看到 石台上面 有很多的奇异符号 虽然看不明白 是什么意思 不过却可以感应到 上面的古怪力量波动 而在那石台之上 还有着一根漆黑如墨的石柱 石柱连接石台 与大殿顶端 上面也有着 各种神秘的刻纹 不过吸引韩森目光的 却不是那些刻纹 而是被锁链 捆在石柱上面的 一个生物 那生物看起来 有点 类似于人 可是身体 却又像是甲壳虫一般 全部是由 血红色的甲铐构成 头顶 还长有一根 类似于独角线的 红色怪角 眼睛的位置 血光闪烁 内中充满了 暴力与杀戮的欲望 韩森在打怪 那生物的同时 他也在盯着韩森看 猛然间张开了嘴巴 露出嘴巴里面 一口如同锯齿般的尖牙 对着韩森 发出高频波般的嘶吼声 他的身体 也在随之挣扎 可是他这一动 石柱上的刻纹 顿时都亮了起来 一道道光链 显现了出来 束缚住了那只生物 让他难以冲出石台 果然是原机神话 看到他身上的 血色秩序链流转 韩森心中一喜 天外天的一种虽然多 不过各种恐怖的 一种横行 其中步伐高级神话 出去猎杀太过凶险 这里有现成的 一只原机神话 一种让韩森杀 韩森自然觉得很高兴 身上穿着太阳神套装 韩森背后的太阳神之翼 只是微微一动 就已经来到了那十台前 画掌围刀 直接向着被捆在石柱上的 一种劈了过去 刀法还是天之下 不过有了太阳神套装的力量 加持 韩森这一刀斩出 顿时形成了恐怖的 秩序链刀气 如同一道太阳光刃般 斩向了一种的脖子 一种发出更加凶利的吼叫声 身上血色秩序链 如同火山喷发 一般喷出 刹那间 冲破了石柱上的力量约束 如同血色利刃 一般的手指 直接向着韩森抓了过来 咔嚓 韩森斩出的刀气 绝对可以与普通的原机神话媲美 可是在那一种的爪刃之下 韩森的刀气 被瞬间撕裂 根本没有给韩森反应的机会 就已经到了韩森面前 手刀与利爪相撞 太阳神护手 竟然被那利爪撕裂 顿时在韩森手掌上 留下了三道血痕 如果不是韩森见机的快 斩到一半的时候 就直接瞬移离开 恐怕一只手掌 都要被那一种给切断了 怎么这么忙 韩森大吃一惊 韩森才刚刚瞬移结束 那一种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利爪已经刺到了他的胸膛之间 那如同坚韧一般的指甲 已经刺入了太阳神铠甲之内 太阳神之翼狂震 韩森快速后退 硬生生拉开了与异种的距离 可是那一种身上血光涌动 像是装了喷射推动器一样 刹那间加速冲了上来 一爪子抓在韩森的胸膛之上 血色秩序链所花的爪芒 直接在韩森胸膛上 留下了五道爪痕 几乎快要可以看到里面的肋骨了 这家伙真的只是圆肌吗 韩森大惊失色 天之下的身法和瞬移结合使用 想要牵制住一种 可是却完全没有用处 那一种仿佛对于韩森的一举一动 那 韩森怪叫一声 小腹被利爪贯穿 如同不是韩森瞬移的快 恐怕里面的肠子都要被扯出来了 太阳神套装好歹也是神话医保 可是在那一种的利爪之下 却像是纸壶的一样 根本没有神话医保应该有的防御 威能 韩森哪里知道 这只一种虽然只是圆肌神话 可是它仅仅只是一个分身而已 它真正的本体 是神话中最恐怖的真神级 仅仅只是一个分身 体质在圆肌级之中 都是最顶级的存在 与杀来那种刚刚晋升的圆肌神话 不可同日而语 最可怕的是 它的境界和各种技巧 都是真神级的 韩森引以为傲的境界和能力 在真神级面前毫无优势可言 借助外力达到的神话级力量 也经受不住一种的力量冲击 太上族每次来斩杀分身 一般都是直接由破茧级的神话强者 直接出手灭杀 蜕变级的神话强者 要杀他都要费很大的手脚 玲珑和李可尔 只告诉韩森说这是圆肌神话 并没有告诉他这圆肌神话的恐怖 韩森见他如此生猛 哪里还敢恋战 直接使用瞬移 刹那间离开了球魔殿 只是这片刻功夫 他已经受伤不清 再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连小命都要留在里面了 里面那只一种真实圆肌神话 韩森捂着小腹上的伤口 有些怀疑地看着玲珑和李可尔问道 千真万确 他真的只是圆肌神话 不过他确实是圆肌神话中的顶级 原本我们以为 以你的实力和境界 应该有能力与他一战 所以才会帮你申请来了这次的机会 没想到还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玲珑说的一本正经 似乎很是惋惜的模样 可是心里面却在暗笑 给你一些挫折也好 免得你以后骄傲自满 李可尔笑着安慰道 没关系 毕竟你还不是真正的神话 打不过他也是正常 这样吧 我们再想办法 给你找一些比较弱的神话一种 应该会比较容易猎杀 韩森也知道 李可尔和玲珑 应该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面 骗他 韩森顿了顿 看向玲珑两人问道 猎杀那只一种 有没有时间限制 球魔殿的一种 从形成到力量成长到 可以冲出球魔殿 需要大概半年时间 一般来说 必须要在三个月内将其斩杀 以免出现意外 若是让他逃了出去 联系上天外天的那些恐怖一种的话 说不定会有机会 助他的真身脱困 李可尔说道 既然还有时间 那就让我多尝试几次吧 韩森并不甘心 就这么放弃 第2692章 玄黄金的注解 当然可以 你若是有信心的话 也可以多尝试几次 不过他孕育出来 已经有近一个多月了 如果在之后的一个多月内 无法将其斩杀 族中就会直接派出神话强者 将其灭杀 所以 你只有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玲珑说道 一个多月也够了 韩森微微点头 心中却在思索着 刚才自己与那一种的一战 韩森自认为战斗能力 还算不错 可是在那头一种面前 却被全方位压制 除了力量上的差距之外 战斗水平实际上 确实被全面压制了 说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只是一个分身而已 就有这般恐怖的力量 不知道他的真身 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韩森心中暗道 玲珑和李可对望眼 都看出对方眼底的笑意 韩森不知道 这分身与普通的分身不同 可以算作 是那真神一种的诱体 力量虽然是原机级 可战斗经验 技巧和境界 却都是真神级的 别说是韩森 就算是换了顶级的 原机神话来了 也照样会被 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让他多败几次 也算是一种魔力吧 李可尔笑一凝地想着 韩森身上的伤 恢复得很快 除了他自身的 恢复能力之外 李可尔和玲珑 还给了他一种一种 基因制作的基因液 对于肉体伤势的 恢复效果极好 基本上所受的伤 七八个小时 就能够痊愈 接下来的几天 韩森每天都进入 球魔店与那只一种战斗 也想了很多方法 可是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作用 韩森最强的一次 也只在里面 勉强坚持了两分钟而已 就不得不顺移出来 否则就要把小命丢进去了 这么一点时间 斩出的刀器 就算使用出天下刀 对于那一种 也几乎没有影响 别说杀死他 连让他受伤的资格都没有 真是太强了 韩森不得不赞叹 这只一种的强大 可是却完全没有 要放弃的意思 身体一旦恢复 就进入球魔店中 与之战斗 希望能够在实战中 找出战胜他的方法 可是结果却是一次 又一次的失望 那这一种 简直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 韩森竟然跟不上 他的战斗节奏 现在玲珑和李可 倒是有些担心起来 他们只是想要让韩森 借交借躁 利用那一种 给韩森一些魔力 可是现在这样下去 万一韩森的信心崩溃 那韩森岂不是要废掉了 好在他们 一直没有感觉到 韩森有气馁的心思 虽然一直在战败 但是每一次战败之后 韩森都只是在思索下一次 要如何与那一种战斗 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打败他 完全没有时间去想别的 这让玲珑和李可 稍微安心了一点 只希望这一个多月快些过去 到时候 韩森就不得不放弃了 对他的自信心 也不会有太大的打击 不行 还是不行 韩森又败了一次 带着满身的伤口 瞬移出了球魔店 无奈地摇了摇头 玲珑和李可不在 因为韩森每天都在战斗 他们看了几天之后 也就没有在24小时留在这里 每天 只是抽时间来看一看 韩森的战斗 感受一下 他在战斗中的心得体会 不过因为韩森一直连败 只有一些失败的总结经验 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他们能够看到的也不多 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勤快地过来了 看来想要打赢这只一种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算算时间 应该已经差不多到了 和白先生约定的时间 先去一趟核心领域再说吧 韩森想到玄黄金的事情 只得暂时停战 再次见到李可的时候 韩森提出了 想要再去一次核心领域的要求 李可倒是 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他和玲珑正仇 怎么让韩森放下球魔殿的战斗 免得他信心受损太严重 现在韩森自己提出要去核心领域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李可带着韩森再次去了沙漠绿洲 韩森得以重入核心领域 果然 顾清城已经在约定好的地方等他 看到顾清城之后 韩森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怎么样 白先生那边有消息了没有 这是白先生让我们交给你的 亲顾城把一个日记本 和玄黄金的元件一起交给韩森 韩森接过来之后 收起了玄黄金 然后打开日记本看了看 只见里面都是很漂亮的银头小字 分明是手写出来的 一个一百多页的日记本 差不多都写满了 最后只剩下两三页的空白部分 显然白先生是用了不少的心思 白先生真是有心了 韩森想想觉得 世间能似白先生这般的人物 还真找不出几个来 那是真正修悬到大成的人物 非一般人可比 韩森没有离开核心领域 就在这里翻看了白先生的日记本 免得回去之后 再被玲珑和李可窥视 日记本中的内容是对于玄黄金的详细解析 以及有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后果的详细说明 韩森看完了日记本上的内容之后 不仅仅是对玄黄金 连带着对于动玄金 血脉命神经的理解都诱上了一个层次 白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宗师 相比之下 我不过就是有些运气和行动力的普通人罢了 韩森和上日记本不由地赞叹道 其实韩森也只是一时赞叹 个人的修行之路不同 白先生在玄学大道上的造诣 确实不是韩森能比的 非专注于玄学的人 比不上自然也很正常 或者说根本没办法去比较 把日记本的内容都记在了心里面 韩森又不舍得把日记本毁掉 毕竟这是白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帮我把它带回日识心 交给零收藏起来吧 韩森又把日记本交给了顾清成 让他帮忙带回去 顾清成走后 韩森仔细琢磨日记本内的内容 越想越觉得心惊 以白先生对于玄黄金的注解和推测来看 若是炼成了玄黄金 很可能会产生一种非常可怕的能力 逆转血脉 真的可能吗 韩森心中震惊 若是白先生对于玄黄金的推测真的成立 那就太可怕了 第2693章 与人方便 不过白先生 自己也在日记本中说了 他的这些都只是推论 至于真正的效果 会有推论的几成 还是要真正练过才知道 其中白先生还提到 修炼玄黄金 还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逆转血脉本身非常危险 会对自身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如果自身肉体 承受不住这种影响的话 很可能会先被 逆转血脉的力量所影响 玄黄金 有可能带来的恐怖力量 让韩森很心动 可是其中的风险 又让他有些犹豫 反正我也不需要去练玄黄金 若是用不上的话 也没有必要主动逆转血脉 韩森想通这一点 便放下这件事 不再去想 他 现在的心思 都在球魔店的那只一种身上 时间还剩下一个月左右 若是不能够在这段时间内斩杀他 这次就没有机会了 只能等到下一次分身再孕育 出来 才有可能再去猎杀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斩杀他呢 只能趁玲珑和李可不在的时候 用其他的基因术是一试了 韩森心中暗自想着 回到了天外天之后 李可就在绿洲之中等他 怎么这次这么快就回来了 李可这次没有像上次一样的着急 反而觉得韩森回来得太快了 如果可能的话 他希望韩森 一直在核心领域内 带到球魔店的一种被杀掉 我只是进去和朋友拒一卷 这边时间无多 还要猎杀球魔店内的一种 自然不能逗留太久 韩森说道 你真的还想去球魔店啊 李可看着韩森问道 为什么不去 难得碰到这么强大的对手 又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 这是极好的历练机会 韩森真诚地说道 李可神色有些古怪地看着韩森 他自然感觉得到 韩森的话出自真心 可是一般的生物 无论是哪一族 在这样一次次的失败之下 能够只是平常心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韩森拜了那么多次 明知道不可为 还要继续未知 这样的执拗性格 实在很难说是好是坏 李可尔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他也不想打击韩森的积极性 罢了 反正也只剩下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以他坚毅的心性 应该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李可尔心中暗道 回到了球魔店之后 韩森依然每天挑战那只一种 可是依然还是每天都失败 又过了半个月之后 李可尔和玲珑来的就更少了 毕竟失败的次数太多 韩森又没有新的领悟 他们在观战所获也比较少了 趁着这段时间 他们正好练了一下 从韩森那里学来的天之下刀法 虽然有了韩森的切身感悟和经验 他们使用出来很容易 威力也很大 但是想要达到韩森一样的程度 却还是有点困难 这人在战斗方面 确实有着过人的天赋 这样的刀法和刀意 实在难得 对我们修炼太上感应篇 都有不小的帮助 李可尔赞叹道 可惜他不是太上族 否则以他的资质 说不定有机会练成太上感应篇 玲珑有些惋惜地说道 李可尔却撇了撇嘴说道 修炼太上感应篇有什么好的 我才不想变成那般冷冰冰的怪物 如果不是没得选择 我道 宁可不练 谁让你是实假天赋呢 实假天赋必须修炼太上感应篇 这是我们太上族的规矩 玲珑道 为什么偏偏是我 真希望我的天赋 只是很普通的酒家一下 李可尔无奈道 韩森再次战败 带着一身的伤从球魔店内出来 却看到有一个太上族的男人站在店外面 正字打量着他 韩森不认识这个太上族的男人 可是却从男人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敌视 这人该不会是李雪成吧 韩森心中暗道 他来太上族之后 得罪最狠的就是李玉珍和李雪成 李玉珍他见过 没见过的就只有一个李雪成 这男人就算不是李雪成 也一定和他们有些关系 韩森 你占用球魔店已经两个月有余 既然杀不了赤血魔鬼 就快些让出来吧 免得耽搁时间 李雪成看着韩森说道 残之战让他和李玉珍 差点连裤子都给输掉了 还是长辈帮忙 才勉强还上了大部分赌债 到现在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现在他和李玉珍都是一穷二百 什么也没有了 连修炼所需要的资源 都需要自己想办法 李雪成就把主意打到了赤血魔鬼的身上 赤血魔鬼的一种基因 是炼制神话医保的极品材料 他想要弄到赤血魔鬼的一种基因 炼出神话医保换些资源 李雪成自己当然杀不了赤血魔鬼 不过他背后还有至亲长辈 只要请长辈出手 要杀赤血魔鬼倒也不难 可是李雪成去天启长老那里 申请猎杀赤血魔鬼的权限时 却被告知 这次的猎杀权限已经被韩森申请了 去 必须等到韩森失败之后 他才有机会再次申请 李雪成不相信韩森能猎杀赤血魔鬼 所以就来球魔店看一看 果然看到韩森在被赤血魔鬼狂虐 玲珑告诉我 他帮我申请的实现还剩下一个月 难道我记错了吗 韩森看着李雪成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没有那样的能力 多一个月和少一个月又有什么区别呢 还不如早点放弃 节省自己的时间 也可以方便他人 李雪成冷漠地说道 原来如此 你所说的方便他人 不会是指的你自己吧 韩森眯起眼睛看着李雪成问道 不错 你与其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 还不如早点退出 李雪成淡淡地答道 也对 与人方便就是积德行善 我是不应该浪费大家的时间 韩森微微点头 似乎是觉得李雪成的话很有道理 你能这么想 也算是通勤达理 提前退出 需要去天启长老那里登记 我可以送你一程 李雪成以为韩森是要放弃了 不不不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赤血魔鬼 我肯定会斩杀 所以 你就不必再浪费时间继续等了 韩森笑盈盈地说道 第2694章 血髓基因液 斩杀 用嘴斩杀嘛 李雪成有些轻蔑地说道 赤血魔鬼非一般的原机神话可比 就算韩森拥有太阳神套装 也不可能与之匹敌 韩森说 要斩杀赤血魔鬼 与痴人说梦无异 根本就是 在做白日梦 你若不信 大可以继续等 反正浪费的又不是我的时间 韩森耸了耸肩膀 无所谓地说道 说 罢 韩森就静字 走到一旁的石厅中 休息养伤 受损的太阳神套装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 还好太阳神套装 都有很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否则早就应该 已经全部碎掉了 赤血魔鬼战斗逆天 我若是本身力量达到原机级 倒也不难杀他 现在靠外力勉强达到原机级的力量 想要杀他就太难了 韩森一边回忆着 刚才的战斗细节 一边在思索 要如何才能够杀死赤血魔鬼 最近玲珑和李可 一直在练习天之下刀法 已经很少来这边 韩森觉得自己的机会差不多 要来了 只要找一个他们不在的时间 与赤血魔鬼一战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 各种基因术和兽魂 李雪成微微皱眉 太上族自有太上族的规矩 即便他身为太上族的一员 也不可能破坏规矩 只要韩森不放弃 李雪成也就只能等上一个月时间 到时候 韩森杀不了赤血魔鬼 他才能再去申请猎杀权权限 可是 对于现在急需资源的李雪成来说 他实在不愿意再等一个月 眼睛一转 李雪成也走到了石亭中 看着韩森说道 你刚才说一定能够斩杀赤血魔鬼对不对 不错 韩森微微点头说道 他与赤血魔鬼战斗了这么久 也不是真的一无所获 他对于赤血魔鬼的了解程度 已经不比太上族的人差 很好 李雪成看着韩森说了一句 然后转身就走 道是让韩森有些意外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原本韩森以为李雪成还会和他为难 谁知道他却走得这么干脆 只是看李雪成的模样 不像是会善罢甘休的样子 李雪成离开了球魔店之后 很快就又找到了李玉珍 韩森一直在球魔店 想要猎杀赤血魔鬼的事情 你知道吧 李雪成看着李玉珍问道 知道又怎么样 李玉珍有些心烦 上一次输得太厉害 虽然有长辈出面 帮他还了一大部分赌债 可是他还是欠了一屁股债 想要全部还完并不容易 这段时间的李玉珍 自然没有心情再去关心 韩森在干什么 只是想办法弄资源还债 已经搞得他有些焦头烂额了 原本我想要请人帮忙 猎杀赤血魔鬼弄现资源 可是现在韩森先申请了猎杀赤血魔鬼的权限 我需要等上一个月 才能够再次申请 李雪成把事情说了一遍 你到底什么意思 李玉珍没明白李雪成说这些有什么用 太上族的规矩很严 他们不能不遵守 既然韩森已经申请了猎杀权限 只要他不放弃 就没人能够在他之前去猎杀赤血魔鬼 据我所知 他在球魔店已经很长时间了 几乎每天都要与赤血魔鬼战斗一次 他想杀赤血魔鬼不太可能 我看他是想要借助赤血魔鬼魔练战斗能力 应该会一直持续到实现结束 才会离开 李雪成说道 这有什么问题 以前也有不少我族弟子这么做 李玉珍还是没有明白李雪成的意思 只是觉得他话中有话 李雪成听到李玉珍这一句话 顿时笑了起来 只是那笑容带着几分邪恶的味道 你也知道我族以前有不少弟子会这么做 后来为什么少了呢 还不是因为 李玉珍话只说了一半 顿时明白李雪成是什么意思了 有些吃惊的看着李雪成说道 你想要借助球魔殿的那个漏洞 解决掉韩森 这不太好吧 万一被族中长辈知道 这可是大罪 有可能会被流放去无尽之道 我们自己不动手 若是韩森他自己激发了那个漏洞 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雪成冷笑一声 又接着说道 我们因为他输得那么惨 你就忍得下这口气吗 球魔殿对于赤血魔鬼分身的限制 没有对本体的镇压效果那么强 以前差点被赤血魔鬼的分身逃出去 可是因为原本的禁止已经稳固 没有办法再修改 只能在球魔殿内又加了一重 专门针对赤血魔鬼分身的禁止 一旦赤血魔鬼分身的力量超过某个界限 就会触动专门的禁止 引发球魔殿的自动封闭 以前一位我太上族的原机神话前辈 在与赤血魔鬼战斗磨练的时候 赤血魔鬼突然暴走 激发了专门的禁止 使得球魔殿自动封闭 把那位原机神话前辈也困在了里面 连瞬移也无法离开 再次打开球魔殿的时候 那位前辈已经被赤血魔鬼生吞 只剩下满地鲜血 李玉珍沉吟着说道 不过自那之后 那个禁止又做了一些修改 把触发上线提高 除非赤血魔鬼彻底暴走 否则不可能触发球魔殿自动封闭 韩森他根本不是赤血魔鬼的对手 更加没有资格让赤血魔鬼暴走 他自己怎么能够触发那个漏洞呢 他自己不行 我们可以帮他一把 我看他每次受伤出来 都会使用我们太上族的 基因液修复受伤的身体 你和那边的关系比较好 把提供给他的恢复基因液 等级提高点 应该不难吧 李雪成说道 像是说 血水基因液 李玉珍顿时眼睛一亮 彻底明白 李雪成是什么意思了 血水基因液是 使用赤血魔鬼的部分 一种基因制作的基因液 对于肉体损伤的恢复效果 极好 在治疗基因液当中 算是比较高级的一种 一般都是由神话级强者使用 对于神话级的伤势 都有奇效 王级自然就更不必说了 只要人还没有死 再重的伤 在短时间内也都可以治愈 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 因为血水基因液 是使用赤血魔鬼的一种基因所造 所以赤血魔鬼对其非常敏感 如果只是使用少量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后果 可是使用的量如果 太多 又恰好去了球魔店的话 那就很可能会引发赤血魔鬼 暴走 第2695章 触动静致 因为寒森每天都会受伤 所以对于治愈基因液的需求非常大 玲珑 每隔几天就会来送一次基因液 除了治愈基因液之外 还有各种对修炼和身体有益的基因液 都是太上族自己提取炼制的 以天外天的资源丰富程度 平时使用的基因液 都是一般王级强者难以享用到的 不过太上族一共也精 那么点人 人手不足是一方面 平时也用不了那么多的疗伤药 所以 太上族的基因液炼制速度也很慢 一般情况还能够应付 像寒森这样的情况 却很难 一次性拿到大批的治愈基因液 前面一个月左右 已经把仓库的库存消耗得差不多了 现在在想要 只能等着新的基因液制造出来 每隔几天才能拿一次 怎么没有治愈基因液了 韩森看了一眼玲珑送来的基因液 没有发现自己 经常用的那种治愈基因液 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 其他一些优化基因和强化 肉体的基因液 他反而不是那么的看重 就算有一座基因液库 也撑不住 你这样用法 玲珑说着 指了指其中一盒六支的红色基因液说道 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治愈基因液 一般是提供给神话级使用的 因为给王级使用的那种实在没有存货了 才提供了六支给你 省着点用 再用完的话 经半个月内 都不可能再拿到治愈类基因液了 玲珑并不知道 血水基因液之中 含有赤血魔鬼的一种基因成分 毕竟不是每个吃药的人 都一定知道药中的具体成分是什么 赤血魔鬼的一种基因成分 只是其中之一 还不是主要的成分 就算知道 一般也很难知道 基因液有什么副作用 李雪成和李玉珍 之所以知道这么一回事 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前辈 正好在使用了大量的血水基因液之后 进入了 球魔殿猎杀赤血魔鬼 引得赤血魔鬼暴走 不过 那是一位破茧级的神话强者 即便赤血魔鬼彻底暴走 还是被他斩杀 所以这件事 只有少数与那位强者走的 比较近的人才知道 玲珑和李可尔 与那位强者并没有很深的关系 也不清楚这件事 否则李雪成和李玉珍也不会这么干 听说有更好的基因液可以用 韩森自然是喜出望外 能够更快恢复的话 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进入球魔殿与赤血魔鬼战斗 虽然一直打不过赤血魔鬼 不过韩森这段时间的战斗能力 在赤血魔鬼的压榨下 不断地进步 提升速度非常可观 就是这伤有点痛 韩森看着胸口那一道 几乎贯穿了心脏的血洞 不由地苦笑一声 换成身体恢复能力差的生物 这一击恐怕已经要命了 打开一只血水基因液 韩森一口灌了下去 感觉一股热流在身体内扩散开来 伤口处顿时又麻又痒 受损的组织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愈合 真是 好东西啊 不愧是神话级强者使用的高级货 效果比之前的那种 强了十倍不止 韩森看着迅速愈合的伤口 心中十分的欢喜 原本需要大半天 才能够完全愈合的伤口 只用了一个小时多点 就完全愈合 不过太阳神套装 还没有愈合 韩森只能继续等待 没有太阳神套装的话 只靠身体更加抗不住 休息的这段时间 他也没有闲着 把 集真体 和 神游术 又练了练 这两种基因术 练得好了 什么时候都有大用 一直等到太阳神套装自动修复之后 韩森才再次进入了球魔殿 让韩森有些奇怪的是 赤血魔鬼 坐在石阶上面 直勾勾地看着他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第一时间就上来攻击他 什么情况 韩森心中疑惑 怎么今天赤血魔鬼 脾气变得这么好了 竟然没有主动攻击他 正在韩森疑惑的时候 突然看到赤血魔鬼身上的血光大放 背后一对虫一展开 头顶的怪角 更是血盲闪烁 好似一轮太阳一般 我去 这家伙发什么疯呢 怎么突然间爆发出这么恐怖的力量 韩森心中疑惑万分 他和赤血魔鬼战斗了这么久 也没有见他如何暴躁过 而且 力量似乎也比平时恐怖得多 不过韩森已经没有时间 多想 见那赤血魔鬼 一双妖依的血母 像是红色电灯炮似的 盯着他 二话不说 就想要直接 顺移离开球魔店 平时的赤血魔鬼 他都不是对手 更何况是这种暴躁状态的赤血魔鬼 说不定到时候 一拳把他的身体 轰碎 连顺移离开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韩森刚刚撕裂空间 突然看到整个球魔店内的 刻纹光芒大放 令整个球魔店内部 都被笼罩在圣洁的光辉之中 碰 韩森竟然硬生生 被从空间中弹了 出来 差点摔在地上 一个翻身单手撑地 这才勉强维持住了身体的平衡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球魔店的禁止 会突然开启 封锁了球魔店 韩森脸色微变 眼睛四下里打亮 只见大殿之内各种光纹波动 笼罩了整个大殿 所有的区域都被封锁 韩森顿时意识到 自己陷入了可怕的危险当中 整个球魔店被封锁 神游术都不出去 他已经被困在了球魔店里面 可是现在球魔店里面 还有一个暴走的赤血魔鬼 他平时与赤血魔鬼大战 也只能坚持几分钟时间而已 更何况是现在这么恐怖状态下的赤血魔鬼 想到这里 韩森的目光就像赤血魔鬼看了过去 只见赤血魔鬼一双眼睛之中 血光绽放 好像两个小型的红色探照灯一样 直直地射在韩森身上 那什么 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 我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你忙你的 就不用招呼我了 韩森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对赤血魔鬼说道 赤血魔鬼竟然对着韩森 咧嘴露出了一个笑容 可是那笑容却让韩森感觉毛骨悚然 特别是那两排锯齿一般的丽雅 好像可以吞噬撕裂一切的魔鬼 力齿 下一秒 赤血魔鬼发出一声怪叫 身体如同一道血影般向着韩森冲了过来 以韩森的目力 都看不清楚他的移动轨迹 只看到血影一闪 原地的赤血魔鬼依然还在 而他面前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赤血魔鬼 那利刃一般的爪子 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之中 第2696章 被困球磨垫 碰 韩森的身体直接被赤血魔鬼的爪子撕裂 像是水球一样爆开 下一秒 那些爆开的水流重新凝聚起来 组成了韩森的模样 可是还没有等水流完全凝聚成形 赤血魔鬼五指大张 对着韩森拍出一掌 如同火山喷发式的血色秩序链 顿时狂涌而来 韩森大惊失色 刚才他使用本源水黄体逃过一劫 现在本源水黄体还没有完全凝聚 若是被那一击轰重 所有化为水的细胞都被化为虚无 就算是本源水黄体也不可能再让他重新凝聚复活 没有时间再犹豫 韩森在刹那之间全身化为赤白的光影 进入了超级神灵状态 如同火山喷发式的血色秩序链 从他的身上穿了过去 宛若打在了幻影的光影之上 可是韩森才刚刚开启超级神灵体 却有一股力量 令他又从超级神灵状态跌落了出来 恢复了原本的血肉之躯 韩森心中暗暗叫苦 有耳在天命塔内 他的超级神灵体受影响太大 会被抵消掉 嗜血魔鬼却根本不给韩森思考的时间 身形化为一轮血影再次冲了过来 当真如同魔鬼一般 根本让人无法看清楚他的移动轨迹 韩森直接瞬移出去 不过目标并不是冲出球魔店 所以也没有受到那些禁止的制约 可是韩森才刚刚瞬移出来 嗜血魔鬼那张带着邪恶笑容的怪脸 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五只血色利爪一般的手指 也快要刺穿他的胸膛 韩森眼中血光一闪 整个人与那赤血魔鬼一样 化为了血色的影子 一刹那间消失不见 投入了赤血魔鬼的眼睛当中 被逼到了这种程度 韩森只能使用了血眼妖神兽魂 以铜镜的铜盾之术 进入了赤血魔鬼的眼睛之中 虽然这样做 有可能会让玲珑和李可知道兽魂的秘密 可是事到如今 他也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 总不能留在外面 被赤血魔鬼杀掉吧 赤血魔鬼的铜界之中 竟然是一片血海 与韩森以前使用铜盾进入过的铜界都不相同 韩森刚刚松了一口气 以为总算可以暂时逃过一劫的时候 突然看到血海生腾 燃烧起了恐怖的血焰 带着无比恐怖的气息 瞬间把整个铜界化为了血焰火海 韩森可以感知到 那血焰中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哪里还敢留在这里 只能盾出了赤血魔鬼的眼睛 这家伙太难缠了 韩森才刚刚盾出来 赤血魔鬼就已经带着血色秩序脸冲了过来 眨眼间就到了她的面前 韩森另外一只眼中的紫色铜镜快速运转 现在她只有借助紫蝶神铜镜兽魂 才能够勉强看到赤血魔鬼的移动轨迹 各种兽魂和力量 能用上的 韩森都是毫不犹豫地爆发出来 班山领域等领域兽魂 还有韩森自己的洞悬领域 冰激玉骨和血脉命神经的力量 也都全部爆发 把自身的力量推向了极限 除了孔雀王魂衣和太阳神套装 有冲突无法使用之外 能用上的兽魂 韩森都已经用上了 就算如此 韩森的力量和速度 依然和赤血魔鬼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把布局和预判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才勉强躲开了两集 咔嚓 赤血魔鬼第三集之时 韩森就已经躲闪不及 血色的秩序链 从她的肋骨处扫过 瞬间就被切断了三根肋骨 血肉也都随之绽开 又要拼命了 韩森的心情在这时候反而平静了 下来 现在任何多余的想法 对于她都没有任何帮助 只有冷静下来 尽一切能力与之周旋 尽量拖延时间 她才有可能会获救 球魔殿发生了这种异变 太上族不可能不知道 我只要坚持到太上族的人到来 应该就能够得救了 韩森心中给自己打气 可惜韩森忘记了一件事情 天外天实在太大了 而太上族又太少了 球魔殿并不在太上族的主要居住点内 而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 平时也不会有谁来这里 等太上族发现 这里出了问题再赶过来 怎么也要 半个小时以后了 甚至有可能要一个多小时 韩森能不能支撑到那个时间 实在很难说 而这时候 李玉珍和李雪成 却一直关注着球魔殿的情况 看到球魔殿门外的一对阵魔兽 眼睛亮了起来 顿时知道他们的计划成功了 赤血魔鬼已经暴走 触动了球魔殿的禁止 把韩森和赤血魔鬼一起困在了里面 负责球魔殿的那些家伙赶过来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韩森恐怕连一根骨头 都不会剩下了 李玉珍冷笑着说道 李雪成看着李玉珍问道 仓库那边没问题吧 你放心 一切都没有问题 韩森经常用的那种治愈基因液 已经用完了 仓库那边 只是正常推荐了一种 更好的治愈基因液 谁也不知道 那种基因液 竟然会激发赤血魔鬼的凶性 就算最后查出来 是因为血水基因液 引发的赤血魔鬼暴走 也怪不到谁头上 只能怪韩森 他自己运气不好 那就好 李雪成这才放下心来 也笑着说道 玉珍才刚刚给韩森送过基因液 最近两天 应该不会再来这边 他这次是死定了 如此一个人才 死了倒是可惜 不过谁让他要与我们为敌呢 玉珍和李肯正在练习天之下刀法 希望能够尽快把从韩森那里 得来的感悟和经验 彻底吸收化为己用 两人的通讯器 却突然间同时响了 看了一眼上面的号码 两人都是微微一正 监察院的人找我们做什么 李肯微微有些疑惑 然后接通了通讯器 很快玲珑和李肯的脸色都变了 李肯更是直接叫出声来 什么 球魔店的禁止被启动 因为球魔店的禁止启动之后 无法再通过监控 看到里面的情况 各种窥视力量也被禁止隔绝 所以现在监察院那边 也无法确定里面是什么情况 已经派了人手过去查看 后来他们又查到 是韩森负责猎杀里面的赤血魔鬼分身 这才又联系上了玲珑和李肯 想问问他们韩森在不在里面 而这时候 距离禁止被触动 已经过去了快十分钟 完了 玲珑和李肯都有些心凉 这一次只有韩森拿到了猎杀权限 能进去的也只有他 现在赤血魔鬼暴走 触动了禁止 韩森十有八九也被困在了里面 两个人和监察院的人说了两句之后 就直接以神游术赶向球魔店 心中祈祷韩森一定不要被困在里面 可是距离球魔店越近 他们就越是心凉 因为他们竟然感觉不到与韩森之间的联系 分明是被某种力量隔绝了 能够隔绝他们与韩森之间联系的力量不多 能够镇压真神级一种的球魔店 就是其中之一 韩森十有八九就在球魔店内 甚至可能已经死了 第2697章 逆转血脉 韩森在球魔店内的每一秒钟都很难熬 仅仅只支撑了不到一分钟 韩森身上就已经多了七八个伤口 基本那些伤口都是身可见骨 该死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韩森心中暗自叫苦 实力上的绝对压制 让他的技巧也失去了作用 只能试试看那个了 韩森借着瞬移 刚刚拉开一点点距离的刹那 从身上取出一物 那是一只妖翼的瓶子 瓶儿是两个人身鱼尾的海妖 这是韩森在黄鸡族内得到的海妖族圣物海妖瓶 瞬间敲击了一下左边的海妖 还没有等韩森再有下一步的动作 赤血魔鬼就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利爪如刀般击下 韩森必无可避 瞬间召唤出了美渡沙之盾 挡住了赤血魔鬼的恐怖一击 虽然韩森不能发挥出美渡沙之盾的威能 但是美渡沙之盾的材质依然还是顶级的 赤血魔鬼的爪子撞击在美渡沙之盾上面 并没有能够损伤盾牌 只是那恐怖的力量 却把韩森连人带盾牌一起撞飞了出去 碰 韩森的身体撞在大殿的墙壁之上 顿时感觉全身像是散了架子一样 碰得差点爬不起来 强忍着疼痛 直接瞬移离开 果然下一个刹那 赤血魔鬼的爪子 就已经到了韩森刚才所在的位置 赤红的秩序链撞击在墙壁之上 把那些皱纹都撞得闪烁不定 落在地上的海妖瓶内一光喷涌 化为了海妖圣女的模样 海妖圣女 我遇到麻烦了 快帮我想办法解决这个家伙 韩森见海妖圣女出现 连忙大叫道 话才刚说完 赤血魔鬼的爪盲 就已经到了她的面前 韩森背后太阳神 知意震动 欲叛性的左移而去 总算是躲开了这一道爪盲 可是赤血魔鬼身形又是一闪 爪盲 直接又到了韩森面前 韩森已经尽力躲闪 可是肩膀还是被 秩序链扫中 肩膀上面 顿时露出了森森白骨 血肉都绽开了 赤血魔鬼 海妖圣女 看到了赤血魔鬼之后 顿时大吃一惊 你认识就好了 这只是一个分身 原积级而已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定她 韩森顺移之后 立刻问道 海妖圣女却是苦笑道 我若是肉身还在 还能够与她一战 现在连肉身也没有 哪里有什么办法 虽然只是一个分身 但赤血魔鬼分身 拥有着本体的境界和战斗经验 绝对不是一般原机神话可比 你自己加油吧 说吧 海妖圣女的身体一脸 又缩回了海妖屏之中 韩森没有时间恼怒 那边赤血魔鬼已经跟了上来 避无可避之下 只能再用美毒沙之盾 硬挡了一击 虽然美毒沙之盾护住了韩森的身体 那可力量的冲击还在 震得韩森全身骨头 都像是被锯锤敲碎了一般 打又打不过 逃也逃不掉 韩森发现自己已经被逼到了绝路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再等下去我这 身体就要支撑不住了 到时候就算有机会反击 也没有力气了 只能试试看那个了 韩森一咬牙 身体之内的血脉命神经 疯狂运转 只是这一次与平时不同 这次血脉命神经运行的线路 是与平时完全逆反的 这不是血脉命神经 而是韩森从暗戒湖中 调出来的那本玄黄经 与血脉命神经 完全相反的一种基因术 韩森现在被逼到了绝境 任何可能性都要尝试一下 如果白先生 对于玄黄经的推论是正确的 说不定玄黄经 就是现在韩森的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别人修炼玄黄经 千难万难 而韩森只需要逆转 血脉命神经 就可以将其化为玄黄经 不需要刻意练习 但是韩森毕竟第一次逆转 玄黄经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连他自己心里面也没有底 血脉命神经的力量 在韩森身体之内逆流 顿时让他感觉 全身像是触电一般 仿佛身体内流淌的 不是血液 而是电流 那种撕裂酸麻的痛苦 几乎让韩森这般 意志坚韧的人都 忍受不住惨叫出声 原本血脉命神经的红色契机 在逆转之后 变成了一种暗红色 宛若干枯后的血液 赤血魔鬼面无表情 眼中的杀戮欲望 依然还是急剩 爪子再次向韩森身上抓了过来 韩森本来就很难躲开 现在又全痛苦的 像是身体撕裂了一般 就更加躲不开了 一咬牙 强忍着那痛苦 韩森把美毒沙之盾 举了起来 护住身体 同时一拳向着赤血魔鬼 轰了过去 赤血魔鬼 对于韩森的拳头 视而不见 爪子已经撞在了美毒沙之盾的上面 吼 韩森用身体顶着盾牌 发出痛苦的吼叫声 逆转的血脉命神经爆发出的力量 让韩森全身的血肉 都像是撕开了一样 痛苦的无法形容 碰 赤血魔鬼的爪子 轰击在盾牌之上 韩森的身体和盾牌一起飞了出去 不过他轰出的那一道玄黄精力量 也打在了赤血魔鬼的身上 韩森再次撞在结界之上 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不过他发现 这次受的伤 竟然没有刚才那么重了 血脉命神经 晋升半部神话了 韩森微微一正 发现体内的血脉命神经 竟然在不知不觉之中 完成了九重领域合一的关键一步 连忙看向赤血魔鬼 韩森想知道 他轰出的那一记玄黄精力量 到底有没有用 可是 结果却让韩森有些失望 赤血魔鬼看起来 好像并没有异样之处 和刚才还是一模一样 身上的气息 依然那么恐怖 根本没有给韩森多看的时间 赤血魔鬼 就已经再次破棍来 惨了 这下完蛋了 玄黄精也没有用 韩森暗自叫苦 若是连玄黄精也不行 那就只能再拼死 用一次美度杀之盾了 可是以他现在身受重伤的情况 若是使用美度杀之盾 说不定就会被直接吸死 同样要冒很大的风险 所以韩森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使用激发美度杀之盾的力量 可是在他犹豫之时 意想不到的情况 发生了 韩森明确感觉到 赤血魔鬼的力量和速度 似乎减弱了很多 第2698章 打落神话 韩森竟然使用瞬移 完全躲开了赤血魔鬼的攻击 赤血魔鬼的反应 明显罗以前要迟钝了一些 让韩森 有再次瞬移离开的机会 虽然韩森还是被 赤血魔鬼压制着 可是韩森发现自己的身法 结合神游术之后 已经渐渐可以在 赤血魔鬼的攻击下 保全自己了 难道说是玄黄精起了作用 可是这效果 比想象中弱得太多了吧 只是让赤血魔鬼 稍微变弱了那么一点点 韩森心中暗喜 虽然说只是变弱了一点 不过既然他能够坚持下去 不会被赤血魔鬼杀死 那么他完全可以等到 太上族的人到来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韩森发现 赤血魔鬼的力量 还在慢慢变弱 身上的血色秩序链 也越来越单薄 甚至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 这是什么情况 韩森越看越是惊喜 如果这真是玄黄精的力量 那就有些太惊人了 竟然让赤血魔鬼的秩序链 都被影响了 赤血魔鬼那一身 血色甲铐上面的光泽 也逐渐变得暗淡下来 身体似乎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 令他的身体也膨胀了一圈 像是从一个肌肉男 变成了一个胖子似的 体型虽然大了 可是身体力量和反应却弱了 韩森越战越轻松 虽然还不至于打败赤血魔鬼 可是自保已经绰绰有余 甚至已经不需要使用顺移了 正在韩森惊喜之时 突然看到赤血魔鬼身上的血红秩序链 如同烟花一样崩溃 身上的气机也随之大降 好似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这 这 该不会是从神话级 跌落到了半部神话吧 韩森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是从赤血魔鬼 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的气息 确实已经只有王级的水准 而且身上的力量 也已经无法凝聚出秩序链 怎么看 也不像是神话级了 碰 韩森顶着美杜莎之盾 正面接了赤血魔鬼 一找 竟然是平分秋色的状态 韩森没有再像之前一样 被轰飞出去 我去 玄黄金太猛了 竟然真的把赤血魔鬼 从神话级硬生生打落到了王级 这也太可怕了 韩森欣喜若狂 虽然早已经从白先生那里知道了 推测结果 可是韩森依然没有想到 玄黄金的效果会这么好 竟然把一个神话级生物的血脉 逆转 令它跌落到了王级 赤血魔鬼脸上 明显出现了惊恶之色 显然对于现在的情况也很吃惊 现在大家都是王级 那就有的完了 韩森眼中闪烁起金光 他被赤血魔鬼压制了那么久 都快要被干掉了 现在正是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的时候了 杀 韩森大吼一声 如狼似虎地向着赤血魔鬼扑了上去 赤血魔鬼的战斗经验和强大意境还在 可是实力却跌落到了半部神话 而韩森借着太阳神套装和兽魂加持 却有着神话级的力量 现在强弱形势瞬间掉转 赤血魔鬼的技巧 意境虽然强大 可是在韩森的绝对力量面前 依然难免被压制的命运 而且韩森的战斗经验和意境也不弱 特别是这段时间 他一直与赤血魔鬼战斗 对于赤血魔鬼了解之深 恐怕比那些太上族还要更全面 以前韩森只是缺乏与赤血魔鬼一战的力量 现在强弱颠倒 韩森的力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就如同之前赤血魔鬼压制他一样 手中六合蛇弓不停地射出箭矢 一支支利剑刺入赤血魔鬼的身体之中 让他身上的伤越来越重 韩森不知道玄黄精的力量是不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不敢有半分松懈 用尽了全力 希望能够早点把赤血魔鬼斩杀 就像之前韩森在赤血魔鬼手下 坚持不了几分钟一样 短短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赤血魔鬼身上已经中了十几件 而且还被六合蛇弓的弓弦 在甲铐一样的身体上 留下了一道道切割伤痕 全身上下到处都是鲜血在流淌 玄黄精的力量不只是削弱那么简单 而是令血脉倒退 身体直接退化 现在的赤血魔鬼已经不是先前那个原机神话 身体也没有了神话级的强度 咔嚓 韩森的弓弦切割 把赤血魔鬼的绊的脑袋都给削了下来 令赤血魔鬼惨叫着摔倒在地上 韩森正准备要冲过去 可是却看到赤血魔鬼身上的血光再起 竟然又开始缓缓 凝聚出了秩序链 糟糕 玄黄精的力量失效了 韩森心中一惊 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凝聚全身的力量再次冲向了赤血魔鬼 要在他完全恢复之前将其斩杀 好在韩森已经重创了赤血魔鬼 现在赤血魔鬼也差不多只剩下一口气了 玄龙和李可尔全力赶往球魔店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监察院的两位太上族正在尝试关闭球魔店的禁止 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韩森有没有在里面 玄龙一脸焦急地问道 不知道 球魔店内的禁止一旦开启 就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现在只能等关闭禁止之后 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情况 一个监察院的工作人员说道 那还等什么快点关闭禁止啊 李可尔说道 谁知那工作人员却摇头道 现在还不能完全完毁禁止 要等天启长老过来才可以 为什么 玄龙和李可尔同时问道 球魔店的禁止被触动 说明里面的赤血魔鬼分身已经彻底暴走 实力在原积极之中都是无敌的存在 只靠我们镇压不住它 只有等天启长老来了 才能够开启禁止 那太上族解释道 现在哪里还能管得了那么多 先把禁止关掉再说 韩森还在里面呢 救人要紧 李可尔说道 那太上族摇了摇头说道 如果韩森真的在里面 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他肯定已经被赤血魔鬼杀掉了 现在开了也没用 还是等天启长老过来吧 玄龙没有说话 直接一闪身就到了异寿前 就要打开异寿上的禁止 两个太上族顿时一惊 连忙想要上去阻止 可是却被一个声音叫住 让他开吧 天启长老瞬移而来 他接到消息就赶了过来 不过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多了 什么都晚了 第2699章 魔化兽魂 李雪成和李玉珍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脸上都是幸灾乐祸的表情 半个小时都过去了 就算韩森他再怎么命打 也早就被赤血魔鬼吃掉了 打开 禁止也没用了 李雪成笑着说道 希望玄龙不要太伤心才好 我得想想 怎么去安慰他 说不定这还是一个机会 李玉珍也笑盈盈地说道 那就提前恭祝你 早日报得美人归 李雪成心情大好 除去了这么一个眼中钉 总算让他出了一口 憋了那么多天的恶气 玄龙 让他们来吧 你不懂禁止 反而浪费时间 天启 长老看着 想要打开禁止的玄龙说道 玄龙这才点头推到一旁 催促道 快点把禁止打开 现在的玄龙心乱如马 虽然说 韩森就算死了 他和李可尔 也可以再找一个残 并不一定非韩森不可 可是他却并不愿意那么去想 心中有些说不上来的感觉 像韩森这样的残 我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了 所以才会心乱 一定是这样没错的 玄龙也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 却是这样 在心中为自己解释 两个监察院的工作人员 这才上去开启禁止 天启长老心中却是一探 韩森如此 人才实在难得 就这么死了 也是可惜 在天启长老看来 韩森这次是有死无生的局面 韩森再怎么强 始终还是一个半部神话 依靠着异宝的力量 勉强可以与神话强者一战 那也只是勉强而已 与一般的元机神话一战 还有机会 可是赤血魔鬼 却非一般的元机神话可比 暴走状态下 就算是蜕变机神话强者来了 都未必能够搞得定他 咔嚓擦 球魔殿的禁止终于被关掉 玄龙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 把球魔殿的大门推开 天启长老连忙跟了过去 以免赤血魔鬼冲出来的时候 发生意外 可是当玄龙推开门之后 众人看到球魔殿内的情况 却是张大了嘴巴愣在那里 只见韩森站在球魔殿里面 一只脚踩在赤血魔鬼的身体 手中握着一张大弓 似是刀一般斩下来 弓弦切过赤血魔鬼的脖子 顿时就看到 赤血魔鬼的那颗脑袋 似是皮球一般滚落了下来 让玄龙等人都惊恶地站在那里 半上没有反应过来 韩森杀了暴走的赤血魔鬼 玄龙和李可儿又惊又喜 天启长老和两个监察院的工作人员 却是一脸都不能置信 暴走的赤血魔鬼有多强 他们都很清楚 竟然被韩森一个半部神话 斩下了脑袋 就算韩森拥有太阳神套装的相助 这也太过不可思议了 在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李雪城和李玉珍 却是瞪大了眼睛 李雪城更是直接叫出声来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赤血魔鬼怎么可能会被韩森斩杀 这不可能 他实在没有办法 接受自己看到的一切 暴走的赤血魔鬼 竟然被一个半部神话给杀了 这种事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韩森斩下赤血魔鬼脑袋的刹那 脑海之中同时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猎杀突变神话一种赤血魔鬼 获得神话兽魂赤血魔鬼 发现突变神话一种基因 韩森不敢多想 直接把兽魂都收回了魂海 强迫自己什么都不去想 什么都不去思考 以免被玲珑和李可尔感知到什么 你没事吧 玲珑走到了韩森面前 虽然已经感知到 韩森没事 却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没什么大事 受了一点伤而已 韩森答道 没事就好 唉 我们担心死了 赤血魔鬼怎么会暴走了呢 李可尔走过来问道 我也不知道 今天我刚走进来 赤血魔鬼就好像发疯了一样 身上的力量暴涨 韩森把经过说了一遍 不过韩森没说 自己是怎么打败赤血魔鬼的 只说自己运气不错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侥幸将其斩杀 侥幸嘛 天启长老 饶有兴趣的看着韩森 他可不相信有侥幸这么一回事 暴走的赤血魔鬼 可不是只靠侥幸就可以杀死的存在 不过天启长老 也没有多问什么 只是问了赤血魔鬼暴走的细节 他必须要搞清楚 为什么赤血魔鬼会暴走 韩森跟着灵龙他们一起回去之后 好不容易才找了一个单独的时间 看了看刚刚得到的赤血魔鬼兽魂 突变赤血魔鬼兽魂 魔化兽魂 残缺 韩森微微一正 魔化兽魂这个种类的兽魂 他还是第一次见 而且赤血魔鬼的兽魂 和天下孔雀王的兽魂一样 都是残缺兽魂 不知道这与完整兽魂有什么区别 魔化兽魂到底是什么样的兽魂呢 韩森尝试着 把赤血魔鬼兽魂召唤了出来 下一秒 韩森顿时感觉有一股恐怖的力量 涌入他的身体之内 全身都被血红的力量冲斥 身体内不断地溢出血色光滑 一道道秩序链在他细胞之内爆发 令细胞快速蜕变 也让韩森的身体随之突变 韩森身上的皮肤快速蜕变成甲铐状 那赤红的颜色 就和赤血魔鬼一模一样 很快整个人就被甲铐完全包裹 让韩森看起来有点像是赤血魔鬼 身上的气息也大幅度提升 不断地涌出一道道血色秩序链 在他身上环绕 这和融合变身兽魂似乎有点像 可又有些不同 融合变身兽魂 是直接让我的身体 变成兽魂生前的状态 魔化兽魂 却是强化了我的身体 让我的身体 成了半人半魔的状态 韩森细细体会着魔化兽魂的力量 心中越来越欣喜 魔化兽魂不会让韩森完全变成一种 拥有赤血魔鬼的力量 同时又保留了作为人类的力量 在魔化状态下 我的力量 恐怕已经可以与赤血魔鬼一战了 就算以后再与赤血魔鬼拼命 也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狼狈了 韩森尝试着爆发力量 魔化后的身体力量之强 还超过了韩森的想象 让他越发地喜欢 不过这个残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说 孔雀王兽魂和赤血魔鬼兽魂 都还有强化的可能性 那怎么才能够 让他们成为完整的兽魂呢 韩森暗自思索第2700章 尊重于 球魔店的事情并没有调查出结果 虽然推测出了 赤血魔鬼的暴走 可能和血水基因液有关 但是之前没有人知道 血水基因液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仓库方面 也只是在没用常用基因液的情况下 推荐使用 看起来 一切都只是一个巧合 并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任 韩森却觉得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猜测这件事 十有八九和李雪成有关 李雪成那次来了之后 没有多久 他这边就出事了 这也太巧合了 可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这件事和李雪成有关 韩森也不能把李雪成怎么样 可惜赤血魔鬼的分身 至少要半年时间 才能够重新孕育出来 否则再去杀一只试试 说不定就能够解开残缺受魂之谜 韩森心中正在思索 突然听到 在旁边垂掉的板叫了起来 爸爸又掉到那个羊头了 宝一边拉着暗玉丝 一边说道 韩森看过去 果然看到 那座四羊方尊 又被板掉了上来 大半都已经露出了湖外 韩森对此已经有些麻木了 宝经常能够把四羊方尊掉上来 可是却一直没有办法 把他从湖里面拉出来 果然 眼看着四羊方尊 就要被拉出来的时候 暗玉丝确次断掉 四羊方尊就又沉了下去 掉到了那么多次 结果每次都被他逃回去 宝显然十分生气 眼看着四羊方尊 又要沉入湖中 宝伸手一抓 把自己的小葫芦给召唤了出来 葫芦口对着 已经快要沉下去的四羊方尊 宝一拍葫芦底 顿时一股奇异的力量 自葫芦内产生 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绳索 捆住了四羊方尊 竟然拉着四羊方尊 向着小葫芦飞了过来 韩森惊讶地看着宝 暗玉丝内的东西十分特殊 只有暗玉丝能够把它们吊上来 其他的力量 在暗玉丝中都没有什么用 除非东西离开暗玉丝 否则各种力量 对于那东西都不会有作用 之前 韩森也尝试过 用自己的力量 想把四羊方尊拉出来 结果却根本没用 力量一接触到暗玉丝的雾气 就会被消融化为虚无 可是小葫芦的犀利 却并没有被暗玉丝的力量消融 拉扯着四羊方尊向上升起 不过宝的力量明显不足 似乎很是吃力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感觉上四羊方尊 似乎在用力往下沉 想要顿回暗玉丝内 宝抱着小葫芦 身体竟然被拉扯着 滑向暗玉丝 韩森吓了一跳 连忙瞬移过去 抱住了宝的身体 韩森顿时感觉 宝身上尾来一股距离 竟然拉扯着他 一起滑向暗玉壶 好可怕的力量 韩森脸色一变 来不及多想 刹那间召唤出了孔雀王魂衣 全力爆发出了力量 双腿都陷入了河岸边的泥土之中 就算如此 依然抵挡不住那恐怖的力量拉扯 令韩森的双腿离开泥土 一点点地向着暗玉壶一去 韩森和宝都使尽了全力 宝而小脸都胀得通红 却依然抵挡不住那拉扯的力量 跟看着就要被拉进暗界壶内 韩森原本想要让宝收了小壶了 不要吸纳四扬方尊了 可是却突然感觉 背上传来一股巨大的拉力 竟然拉扯着他往后退 四扬方尊也被一点点拉扯了出来 微微有些惊讶地转头 看去 只见那十六只小猪仔 一只连一只 后面的小猪仔 咬住前面小猪仔的尾巴 连成了一条长龙 最前面的小猪仔 咬着韩森的孔雀王魂衣 拉扯着他往后退 此时那十六只小猪仔 额头上的神秘皱纹都闪烁了起来 散发着奇异的力量波动 韩森心中惊异 这样的力量 似乎不只是王级那么简单 他使用孔雀王魂衣都拉不动 十六只小猪仔 却能够拉得动 确实有些奇怪 不过韩森也没有多想 毕竟他和宝儿 也都用尽了全力 说不定正好就差 十六只小猪仔的这么一股力 并不是他们的力量真的那么强 眼看着四羊方尊 被一点点拉了出来 韩森似乎看到那些 青铜羊头的表情 有些怪异 似是盈盈有些惊慌 好的 拉上来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见四羊方尊 就快要被拉出湖面 韩森也有些兴奋起来 这么多次 都没有能够把他拉上来 而且那些羊头 似乎每次都露出嘲笑的表情 韩森也很不爽 在四羊方尊 离开湖面的一刹那 一刹成了一堆 碰 那三四米高的四羊方尊 飞落了 出来 重重地砸在泥土之中 小斑的底座都陷了进去 令草皮和泥土四散飞 见 落了韩森和宝一身 终于把你拉上来了 看看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韩森大喜过望 从地上爬起来 就往四羊方尊那边走 宝和小猪仔们 也围了上来 妇女两个和小猪仔 一起把四羊方尊围在了中间 围了好几圈 发现这四羊方尊 和普通的青铜器 也没有什么区别 从他身上 也感觉不到 生机和力量波动 好像只是一个死物 韩森把四个羊头 都看了一遍 发现他们的表情都一样 都是低眉垂目 似是入定的老僧一般 哪里有什么嘲笑的表情 奇怪了 我明明看到 他们脸上有特殊的表情 怎么会没有呢 韩森使用紫童神叠镜 又看了看 却没有能够 看出异样之处 紫童神叠的回溯能力 对于他 似乎完全没有作用 这家伙 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韩森在他身上 没有看到生机 也没有看到力量波动 可是若说 他只是繁俗的铜器 打死韩森 也不相信 伸手在四羊方尊的 青铜壁上敲了两下 发出当当的声音 却没有丝毫受损的迹象 让韩森更加确定 这绝对不是 普通的铜器那么简单 以他的力量 就算是王集一种 基因制造的铜器 也会被他敲裂 四羊方尊 却一点事也没有 至少说明 他的材质本身就非同凡响 宝儿跳到了四羊方尊的上面 往里面一看 有些惊讶地说道 爸爸 这里有两条小鱼 鱼 韩森微微有些惊讶 闪身飞了起来 来到四羊方尊的上方 低头一看 果然 看到四羊方尊的里面 装满了清水 里面还有一黑 一百两条小金鱼